资质通鉴卷第十七 汉记九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鉴元元年 冬十月 照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见之事 上亲策问一顾金智道 对者百余人 广川董仲书对曰 道者所由事于智之路也 仁义礼乐皆其俱也 故圣王已莫而子孙长久 安宁数百岁 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 而正乱国威者慎重 所认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 是以仗日以扑灭也 夫周道衰于幽立 非道王也 幽立不由也 至于宣王 此夕先王之德 兴至补弊 明文武之功业 周道灿然复兴 此素业不屑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故智乱费兴在于己 匪天降命不可得反 其所操持悖谬 施其同也 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感不依于正 而无有邪气干其奸者 是以阴阳条而风雨时 群生何而万民直 诸福之物可智之祥 莫不必智 而王道忠矣 孔子曰 凤鸟不智何不出土 无以以赴 自卑可智此物 而身卑贱不得智也 仅陛下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居得智之位 操可智之事 又有能智之姿 行高而恩厚 智名而易美 爱民而好事 可谓易主矣 然而天地未应 而美祥末智者何也 凡以教化不利 而万民不正也 福万民之从利也 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提防之 不能止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 故南面而至天下 莫不以教化为大物 立太学以教于国 设祥序以化于义 奸民以仁 摩民以义 故其行法甚清 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既乱事也 扫除其迹而稀去之 父修教化而重启之 教化以名 习俗已成 子孙寻之 行五六百岁 尚未拜也 勤灭先生之道 为苟且之志 故历十四年而亡 其遗毒余猎至今未灭 使习俗伯恶 人民淫丸 抵冒书汉 熟滥如此之甚者也 妾辟至 琴色不调 慎者必解而更张至 乃可谷也 为正而不行 慎者必变而更化至 乃可离也 故汉德天下以来 常欲至 而至今不可善至者 施之于当更化 而不更化也 陈文圣王之志天下也 少则习之学 长则财诸位 绝路以养其德 行法以威其恶 故民小于礼义 而耻饭其上 五王行大义 平残贼 周公作礼乐以文之 至于成康之龙 领雨空虚四十余年 此一教化之间而仁义之流 非读赏肌肤之笑也 至秦则不然 使身伤之法行韩非之说 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 诸名而不查实 为善者不避免 而犯恶者未必行也 是以百官皆事须辞而不顾实 外有弑君之理 内有倍上之心 造伪誓诈趋利无耻 是以行者慎重 死者相望而坚不息 俗话使然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 莫不率服 而功不加于百姓者 带王心未加焉 曾子曰 尊其所闻则高明矣 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于他 在乎加之矣而已 愿陛下因用所闻 射成于内而至行之 则三王何亦哉 福不素养士而欲求贤 辟由不着欲而求文才也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观也 教化之本源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 无应输者 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至名师 以养天下之士 述拷问已尽其才 则英俊已可得以 今知俊守宪令 您知师帅 所使成流而宣化也 故师帅不贤 则主得不宣 恩则不留 今历既无教训余下 或不承用主上之法 暴虐百姓 与兼为事 贫穷孤弱冤苦失职 甚不趁陛下之意 是以阴阳错谬分气充塞 群生寡碎 黎民未继 皆掌力不明 始至于此也 辅掌力多出于郎中中郎 立二千担子弟 选郎力又以负资 未必贤也 且古所谓公者 以任官称职为慈 非为积日累久也 故小财虽累日 不离于小官 贤财虽未久 不害为辅佐 是以有私竭力尽智 勿智其业而以复工 今则不然 累日已取贵 积久已至官 是以廉耻冒乱 贤不孝混淆 未得其真 臣于以为 始诸列侯俊首二千担 各择其利民之贤者 遂供各二人以己素位 且以观大臣之能 所供贤者有赏 所供不孝者有罚 福如是 诸列二千担 解尽心于求贤 天下之事可得而观实也 便得天下之贤人 则三王之上亦为 而瑶顺之名可及也 无以日月为公 时事贤能为上 量财而受官 路德而定位 则廉耻疏路 贤不孝亦处已 臣文众少成多 积小智俱 故圣人莫不以暗智明 以威智贤 是以摇发于诸侯 顺星乎深山 非一日而闲也 盖有见以智之矣 言出于己 不可色也 行发于身 不可言也 言行 智之大者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故尽小者大 甚微者助 积善在身 由长日加矣而人不知也 饥饿在身 由火消高而人不见也 此唐愚之所以得令明 而节昼之可为道具者也 福乐而不乱 富而不厌者未知道 道者万事无必 避者道之师也 先王之道 必有拼而不起之处 故正有貌而不行 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移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非其相反 将以旧一符衰 所遭之便然也 故孔子曰 无为而至者其顺乎 改征朔一符色 以顺天命而矣 其余尽寻遥道 何更为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无辩道之实 然下上中 因上静 周上闻者 所祭之旧当用此也 孔子曰 因因因于下里所损意可知也 周因于阴里所损意可知也 其或计周者虽百事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已 下因于余而独不言所损意者 其道依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元出于天 天不变道义不变 是以羽既既顺顺 顺既遥 三圣相受而守一道 无旧必之正也 故不言其所损意也 由是观至 既智士者其道同 即乱世者其道辩 今旱既大乱之后 若以少损周之文质 用下之中者 福古之天下 亦今之天下 共世天下 以古准今 依何不相待之缘也 安所谬立而灵移若是 亦者有所施于古之道语 有所鬼于天之礼于 福天亦有所分语 亦之持者去其脚 复其亦者两其足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亦路者 不食于力不动于墨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 与天同意者也 福以瘦大又取小 天不能足 而况人乎 此民之所以消消苦不足也 深宠而在高位 加温而使厚禄 因成富贵之资历 以与民争利于下 民安能如之在 民日薛月捐 尽以大穷 富者奢侈献毅 贫者穷极愁苦 民不乐生安能避罪 此刑罚之所以烦 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天子大夫者 下民之所示孝 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 近者视而仿之 远者望而孝之 岂可以居贤人之位 而为庶人行哉 福黄黄求财力 长恐罚馈者 庶人之义也 黄黄求仁义 长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义也 义曰 富且圣至寇至 圣车者君子之位也 富诞者小人之士也 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为庶人之行者 幻获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 当君子之行 则舍公仪修之相鲁 无可违者已 春秋大义同者 天地之长经 古今之通义也 仅诗意道仁义论 百家书方 旨意不同 誓以上无以持一同 法治朔辩下不知所守 陈宇以为 诸不在六亿之科 孔子之数者 皆觉其道 勿使并进 斜辟之说灭兮 然后统计可依而法度可明 民之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 以众书为江都相 会计庄筑亦以贤良对策 天子卓为中大夫 丞相未婉奏 所举贤良 或至深寒苏章之言乱国政者 请揭霸 奏可 董仲书少至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 进退荣旨非礼不行 学者皆师尊之 即为江都相 是翼王 翼王弟兄 素骄浩勇 仲书以礼匡正 王敬仲淹 春二月 赦 行三诸钱 下六月 丞相魏婉勉 丙吟 以魏姬侯窦英为丞相 五安侯田坟为太位 上雅相儒术 英坟俱浩儒 推古代赵婉为御史大夫 兰陵王脏为郎中令 婉请立明堂以朝诸侯 且见其师身公 秋 天子时时数博加毙 安车四马以赢身公 既至见天子 天子问治乱之事 身公年八十余 对曰 为智者不智多言 故立行何如耳 事时天子方号文词 见身公队莫然 然以朝智 则以为太中大夫 设卢底一名堂寻寿改立福色事 誓岁 内使凝成抵罪昆钱 二年 冬十月 淮南王安来朝 尚以安属为诸妇而才高 慎尊重之 美艳见谈语 昏幕然后罢 安亚善武安侯填坟 其入朝武安侯迎之坝上 于语曰 上吴太子 王亲高皇帝孙 行仁义天下莫不闻 公车一日宴驾 非王上谁立者 安大喜后卫坟金钱财物 太皇窦太后好黄老颜 不悦如数 赵婉请吴奏氏东宫 窦太后大怒曰 此欲复为新元平耶 因求得赵婉王赃兼利事 以让上 上因费明堂事 诸所兴为皆费 下婉赃利皆自杀 丞相应太未坟免 身功亦以吉免归 初 景帝以太子太父十份 及四子皆二千丹 乃及其门 好奋为万诞君 万诞君无文学 而功锦无与归 而功锦无与彼 子孙为小利 来归业 万诞君必朝福见之 不明 子孙有过失 不择让 唯便作对岸不实 然后诸子相择 因长老肉坦谢罪 改之乃许 子孙圣观者在策 虽厌居必观 其职丧哀妻甚道 子孙尊教皆以孝谨文乎郡国 即赵婉王赃以文学获罪 窦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至少 今万诞君家不言而功行 乃以其长子贱为郎中令 孙子孙为内侍 箭在上策 事有可言 秉人自言及切 至庭箭 如不能言者 尚已是亲之 庆常为太仆 欲出 尚问车中几马 庆以侧属马臂 举手曰 六马 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窦应填坟即免 以侯家居 坟虽不认职 以王太后顾亲姓 朔言士多孝 适力屈适力者皆去应而归坟 坟日亦横 春二月秉须朔日有十之 三月以为 以太常博智侯许昌为丞相 初 唐义侯陈武上帝姑 管陶公主嫖 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利言 以其女为太子妃 及其位妃为皇后 逗太主示公 求请无厌 尚患之 皇后交度 善宠而无子 予依前凡九千万 欲以求子 然足无之 后宠尽衰 皇太后为上约 辱心即位 大臣为福 先为明堂 太皇太后已怒 今又无长主 必众得罪 妇人姓亦月儿 以身甚之 尚乃于长主皇后 付稍加恩礼 尚服罢上 还 过尚子平阳公主 月欧者为子夫 子夫母慰傲 平阳公主家同也 主因奉送子夫入宫 恩宠日隆 陈皇后闻之 惠 及死者朔矣 尚欲怒 子夫同母 帝魏清 其父郑记 本平阳县历 即是侯家 与魏傲私通而生清 貌姓魏氏 清掌 为侯家祭奴 大掌公主直求清 欲杀之 其有祭郎公孙敖 与壮士篡取之 尚文 乃赵清 为建章建 世中 赏赐数日间 累千金 继而以子夫为夫人 清为太中大夫 下四月 有兴如日 夜初 初至茂陵邑 十大臣议者 多冤朝措之策 勿摧毅诸侯王 朔奏曝其过厄 吹毛求疵 吃服其臣 使政其君 朱侯王 朱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 東十月 带王灯 长沙王发 终身王盛 己川王明 来朝 尚至久 盛闻月生而泣 尚问其故 对替 悲者不可为累息 思者不可为叹息 今臣心结日久 每闻药妙之声 不知替气之横及也 臣得蒙肺腑为东帆 鼠又称兄 今群臣非有家福之亲 红毛之众 群居党义朋友相畏 使服宗室并阙 骨肉兵士 臣妾商之 据以历所亲闻 于是尚乃后诸侯之礼 省有司所奏诸侯事 家亲亲之恩言 河水溢于平原 大击人相识 秋七月 有兴备于西北 几川王明作杀忠父 废谦房陵 七国之败也 吴王子居王走敏月 远东欧杀其父 常劝敏月积东欧 敏月从之 发兵为东欧 东欧使人告急天子 天子问田坟 坟队曰 岳人相攻击 顾其长 又说反复 自秦时弃不属 不足以凡中国网救也 庄筑曰 特患力不能救 德不能负 成能何故弃之 且秦举咸阳而弃之 何但悦也 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 天子不救 尚安所诉 有何以子万国乎 尚曰 派位不足以计 吴辛吉位 不欲出虎福 发兵郡国 乃遣柱已劫 发兵会计 会计手欲聚法不畏发 柱乃斩一司马 寓意指 遂发兵浮海救东欧 未至 敏月引兵罢 东欧请举国内喜 乃西举其重来 处于江淮之间 九月丙子会 日有十支 上字初级位 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 但以不次之位 四方式多尚书言得诗 自炫欲者已签数 尚简拔其俊欲者宠用之 庄柱最先进 浩佑德无人诸买臣 赵人无丘寿王 蜀人司马相儒 平原东方朔 无人梅高 济南中军等 并在左右 美令与大臣辩论 中外相应以一礼之文 大臣朔屈言 然相儒特以慈父德性 朔高不跟迟论 好挥谐 尚以排忧续之 随朔赏赏 终不任以示也 朔亦观上颜色 时时直见 有所补义 誓岁 上誓为微行 北至迟阳 西至黄山 南列长阳 东游宜春 与左右能齐设者 齐珠殿门 常以夜出 自称平阳侯 但鸣入南山下 设鹿屎胡兔 持物合架之地 民皆毫乎骂力 互渡令欲执之 誓以剩余物乃得免 有常夜至伯骨 头逆履肃 就逆履主人求疆 主人翁曰 吾江 正有尿耳 且一上为奸道 据少年欲公之 主人欲赌上状茂而易之 指其翁曰 可非常人也 且又有悖 不可吐也 翁不听 欲印翁已久 醉而赴之 少年皆散走 欲乃杀鸡为食 以谢客 明日上归 赵玉 赐金千金 拜其夫为羽林郎 后乃思智更衣 从宣区以南十二所 夜投宿长阳五座等诸公 尚以道远劳苦 又为百姓所患 乃使太中大夫 吴秋寿王 居及阿城以南 周至以东 宜春以西 提封情母及其价值 于初以为上林院 属之南山 又召中尉左右内使 表属献草田 欲以偿护渡之民 寿王奏士 上大跃称善 时东方朔在旁 禁建曰 福南山天下之族也 汉兴去三河之地 至罢禅以西 都京卫之南 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 秦之所以鲁兮荣 兼山东者也 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才 百宫所取己 万民所养足也 又有京道离利桑麻逐渐之饶 土宜江鱼水多蛙鱼 贫者得以人己家族 无饥寒之忧 故封浩之间浩为土高 其驾母一金 今归以为愿 绝卑持水泽之力 而取民高于之地 上罚国家之用 下夺农丧之业 是其不可依也 上荆棘之林 广糊涂之愿 大虎狼之虚 坏人种木 发人世炉 令幼若怀土而思 其老气涕而悲 是其不可二也 赤而迎之 赤而迎之 既持东西 车雾南北 有深沟大渠 福一日之乐 不足以为无低之余 是其不可三也 福音作九世之功 而诸侯盼 凌王起彰华之台 而楚民散 秦兴阿旁之殿 而天下乱 奋土余臣 逆圣意 罪当万死 尚乃拜朔为太中大夫 己是忠 赐黄金百金 然遂起上林院 如兽王所奏 上又好自饥雄使 持主野兽 司马相如上书见曰 陈文勿有同类而殊能者 故历称污祸 结言庆祭 勇其奔育 陈之余 且以为人成有之 受益宜然 今陛下 浩陵祖险 射猛兽 促然欲异财之兽 害不存之地 范柱车之清晨 于不及还原 人不暇施桥 虽有污或旁蒙之计 不得用 枯木朽朱 尽为难矣 是胡跃起于谷下 而枪移皆枕也 岂不待哉 虽万全而无患 然本非天子之所宜尽也 且伏清道而后行 中路而驰 有时有贤觉之便 旷乎涉风草 常秋须 前有利寿之乐 而内无存便之意 其为害也不难以 福清万圣之众 不以为安 乐出万有一威之徒 以为余 臣妾为陛下不娶 盖明者远见于魏蒙 而智者必威于无形 或故多藏于隐威 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 故彼宴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此言虽小可以遇大 上善之 四年夏有风斥如雪 六月汉 秋九月 有星背于东北 逝岁南越王妥死 其孙文王狐狸 五年春 霸三珠钱 行半两钱 至五经博士 夏五月大黄 秋八月 广川慧王岳 清河哀王圣揭轰 吴后国除 六年春二月以为 辽东高庙灾 夏四月人子高原便殿火 赏速福五日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月鬼四 丞相昌眠 五安侯田坟为丞相 坟交尺至宅甲诸地 田园及高渝 士买郡 士买郡县物相主于道 多寿四方鹿位 其家金玉妇女狗马生月完好 不可生数 每入奏事 坐雨一日 所言皆听 贱人或其家制二千丹 全以主上 尚乃曰 君除力以进位 无异欲除力 常请考工地一宅 尚怒曰 君何不遂取武库 事后乃稍退 秋八月 有星辈于东方 常敬天 闽月王颖 星兵鸡南月编译 南月王守天子曰 不敢善星兵 使人上书告天子 于是天子多南月异 大魏发兵 遣大行王辉出豫章 大农令韩安国出会计 姬敏月 淮南王安上书见曰 陛下临天下 不得师会 天下赦然 人安其生 自已莫申不见兵阁 今文有司举兵将以诸月 陈安 且为陛下众之 月方外之地 简发文身之民也 不可以官代之国法度离也 自三代之圣 胡月不欲受征朔 非强物能福 威福能治也 以为不居之地 不牧之民 不足以凡中国也 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 月人相攻击者不可生数 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陈文月非有长锅一里也 处西谷之间 黄竹之中 席于水斗便于用舟 地深昧而多水险 中国之人 不知其士族而入其地 虽百不当其一 得其地不可俊献也 公之不可报取也 以地图查其山川要塞 相去不过寸数 而间读数百千里 贤祖临从福能尽拙 誓之若意行之甚难 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 戴白之老不见兵格 民得夫妇相守 父子相保 陛下之得也 月人名为藩臣 共咒之凤不输大内 一族之凤不己上士 自相攻击 而陛下发兵救之 是凡以中国而劳蛮蚁也 且月人余壮轻薄 父曰反复 其不用天子之法度 匪一日之机也 依不奉赵 举兵诸至 陈恐后兵格无时得西也 见者数年岁笔不登 民代卖绝坠子已皆衣食 赖陛下得择赈救之 得无转死勾贺 四年不登 五年父皇 民生未复 尽发兵行数千里 资一粮入月地 余轿而余领 脱舟而入水 行数百千里 加以身临丛足 水道上下击时 林中多腹蛇猛兽 下月属时 偶谢霍乱之病相随主也 怎为师兵接任 思伤者必重矣 前时南海王返 陛下先臣使将军 建计将兵积之 以其军降 处之上干 后复返 会天数多余 楼船足水居积兆 未战而及死者过半 亲老替气孤子提嚎 破家散叶 迎失千里之外 过海谷而归 悲哀之气数年不息 长老至今已为继 曾未入其地而获已至此矣 陛下得配天地 明向日月 恩至禽兽 则及草木 一人有饥寒 不忠其天年而死者 为之七创于心 谨方内无狗肺之景 而使陛下甲足死亡 曝露中原 瞻自山谷 边境之民为之早必雁开 朝不及夕 陈安窃为陛下重之 不惜南方地行者 多以月为人重兵墙 能难边城 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力 陈窃文之 与中国义 现已高山 人济绝 车道不通 天地所以隔外内也 其入中国 陛下灵水 灵水之山峭峻 飘时破洲 不可以大船在石梁下也 岳人欲为便 必先填鱼竿戒中 积时梁乃入 法财至传 边城守候场景 岳人有入法财者 折收补 焚其积聚 虽百岳乃边城河 且岳人免利博财不能陆战 又无车技功弩之用 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险 而中国之人不奈其水土也 陈文岳甲族不下数十万 所以入之五倍乃足 晚车奉降者不在其中 南方蜀师 尽下丹热 曝露水居 父舍赫生即衬多作 并为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 虽举越国而鲁之 不足以偿所亡 陈文道禄言 敏月王帝甲氏而杀之 甲已诸死 其民未有所属 陛下若欲来 内储之中国使众臣临存 师德垂赏以招致之 此必邪幼福老以归圣德 若陛下无所用之 则祭其绝世存其王国 见其王侯 亦为续月 此必伪至为藩臣 事公共职 陛下以方寸之印 障二之祖 朕府方外 不劳一族 不顿一己 而危得并行 今已兵入其地 此必阵恐 以有私 为予屠灭之也 必至兔逃 入山林险祖 背而去之 则复相群聚 留而守之 历岁经年 则士族疲倦 食粮罚绝 民苦兵士 盗贼必起 陈文长老言 秦之时 常使未屠虽积月 又使贱路 凿取通道 岳人逃入深山林从 不可得功 刘军囤守空地 曠日饮酒 士族劳眷 岳出积之 秦兵大败 乃发折树以备之 当此之时 外内骚动 皆不聊生 王陶相从 群为盗贼 于是山东之难始兴 兵者凶事 一方有疾四面皆耸 陈恐便故之声 奸邪之作 由此时也 陈文天子之兵 有争而无战 言莫敢叫也 如始月人 蒙侥幸 以逆执事之言行 思虞之族 有亦不备而归者 虽得岳王之首 臣游 妾为大汉修之 陛下以四海为敬 生民之鼠皆为臣妾 垂得慧以复禄之 使安生乐业 则责被万事传之子孙 亦之无穷 天下之安 由泰山而四围之也 以敌之地 何足以为一日之贤 而凡汉马之劳乎 诗云 王有允塞 徐方寄来 言王道甚大 而远方怀之也 陈安窃孔降丽之 以十万之师 为一史之刃也 事实 汉兵岁出 魏于岭 闽月王颖发兵俱贤 其帝余善 乃与相宗族谋月 王以善发兵 及南岳不请 故天子兵来诛 汉兵重强 即姓圣之 后来亦多 终灭国而止 今沙王以谢天子 天子听罢兵 故国玩 不听乃立战 不圣即王入海 皆曰 善 即葱沙王 时时奉其头至大行 大行曰 所谓来者诸王 今王头至谢罪 不战而远 立莫大焉 乃以便宜暗兵 告大农军 而时时奉王头 持报天子 赵霸两将兵 曰 赢等守恶 读 无诸孙 遥君丑 不遇谋言 乃是中郎将厉丑为月瑶王 奉 敏月仙祭祀 于善以沙影 威行于国 国民多数 国民多数 且自立为王 遥王不能治 上文之 为余善不足够 为余善不足复兴师 曰 余善 余善 朔于影谋乱 而后守诸影 师得不劳 因立余善为东月王 于瑶王并处 上师庄祝 上师庄祝 寓意南月 南月王胡 遁守约 天子乃未臣 兴兵讨闽月 思无以报德 前太子应其入宿位 为祝曰 国心被寇 使者行以 胡方日夜庄 入见天子 祝还 过淮南 尚又使祝 遇淮南王安 以讨月事 家达其意 安谢不及 祝既去南月 南月大臣 皆见其王月 汉兴兵朱颖 亦行以惊动南月 且先王西言 誓天子 欺无失礼 要知 不可以 越好语入见 则不得复归 亡国之事也 于是胡昌病 竟不入见 誓岁 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东海太守 濮阳极岸 为主角都位 使岸为业者 以言见淡 冬月相公 上始岸往事之 不至至无而还 报曰 岳人相公 顾其俗然 不足以辱天子之时 河内施火 燕烧千余家 上始岸往事之 还报曰 家人施火 乌比燕烧 不足优也 臣过河南 河南 河南贫人 商水汉万语家 或父子相识 臣仅已便宜 持节 发河南仓诉 以赈贫民 臣请归节 服缴致之罪 尚贤而适之 其在东海至官里民 好清静 则常始认之 则大致而已 不科晓 按多病 握规格内不出 遂于东海大致 称之 上文 照为主角都位 列于九卿 其智勿在无为 引大体 不居文法 按为人 兴惧少礼 面折 不能容忍之过 使天子 方昭文学儒者 尚曰 吾欲云云 按对曰 陛下内多欲 而外诗人意 奈何欲笑唐瑜之智乎 上漠然 怒 变色而罢愁 公卿皆为暗聚 上退 为左右曰 甚已极暗之壮也 群臣或蜀暗 暗曰 天子至公卿 护壁之臣 宁令 从于成义 献主于不义乎 且已在其位 纵爱身 奈如朝廷河 按多病 病且满三月 上常刺告者朔 终不欲 最后病 庄诸位请告 上曰 即暗何如仁载 诸曰 施暗任职居官 无以余人 然至其辅少主守成身间 招之不来 挥之不去 虽自卫奔欲 亦不能夺之矣 上曰 然 古有社稷之臣 智如暗 晋之矣 匈奴来请和亲 天子下其矣 大行王辉 焉人也 习胡誓 一曰 汉语匈奴和亲 率不过数岁 及父辈曰 不如误许 兴兵击之 韩安国曰 匈奴千喜鸟举难得而至 自上古不属为人 今汉行数千里 与之争利 则人马疲乏 卢以权至其弊 此微道也 不如和亲 群臣义者多赴安国 于是尚许和亲 圆光元年 冬十一月 初令郡国举孝联各一人 从董仲书之言也 未为李广为肖继将军 屯云忠 忠位成步时为车继将军 屯燕门 六月 霸 广宇成步时 据以鞭太守将兵 有名当时 广行无不武行阵 久善水草舍止 人人自辩 不积雕斗以自卫 幕府省约文书 然亦远斥厚 未尝遇害 成不实 正不屈 航武 迎阵 即雕斗 势力致君不致名 君不得休息 然亦未尝遇害 不实曰 李广君极简易 然鲁醋饭之 无以尽也 而其士族亦亦乐 贤乐未知死 我君虽烦扰 然鲁亦不得犯我 然匈奴 未李广之略 士族亦多乐 从李广 而苦成不实 陈光曰 亦曰 师出以律 匹赃凶 言致重 而不用法 无不凶也 李广之将 使人人自辩 以广之才 如此焉可也 然不可以违法 何则 其记者难也 况与之并食 而为将乎 福小人之情 乐于安寺 而昧于尽祸 比既以成不实为繁扰 而乐于从广 且将筹其上而不服 然则 简易之害 非图广军 无以尽路 只仓促而移也 故曰 兵士已严重 为将者亦银而移以 然则孝成不实 虽无功 又不败 孝离广 显不负王哉 下四月 摄天下 五月 照举行良 文学 上亲册之 秋七月 鬼位 日有十之 资质通鉴卷 卷 第十八 汉记时 世宗孝武皇帝 上之下 元光二年 东十月 上行姓庸 辞武至 李绍军 以辞造雀老方 见上 上尊之 绍军者 故身则侯赦人 逆其年 及其生长 其有以方便诸侯 无妻子 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 耿溃未知 常于金钱衣食 人皆以为不至生业而饶己 又不知其何所人 欲信 争事之 绍军善为巧发其重 常从五安侯饮 座中有九十余老人 绍军乃言 与其大父由赦处 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拾其处 一座进京 绍军言上曰 辞造则制物 制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 寿可义 蓬来先者可见 见之以风扇则不死 皇帝是也 臣常有海上 见安基生 似尘早大如瓜 安基生先者通蓬来中 何则见人 不何则隐 于是天子使亲慈造 遣方式入海 求蓬来安基生之数 而是化丹沙诸药记 为黄金矣 居久之 李绍军病死 天子已为化去 不死 而海上因其冠于之方式 多更来言神事矣 伯仁妙记奏辞太医 方曰 天神贵者太医 太医左曰五帝 于是天子立其祠 长安东南郊 燕门马一毫 聂一 因大行王辉言 匈奴出和亲 亲信鞭 可又以立志之 伏兵袭击 必破之道也 上赵问公卿 王辉曰 陈文全代之时 北有强湖之敌 内连中国之兵 然上得养老长幼 众树已时 苍领常时 匈奴不倾亲也 今以陛下之威 海内为一 然匈奴亲道不仪者 无他 以不孔之故耳 臣妾已为 姬之便 韩安国曰 臣闻高皇帝常围于平城 七日不时 即解为反胃而无愤怒之心 服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 不以己思怒上天下之功 故遣留静结和亲 至今为武势力 臣妾已为物积便 挥曰 不然 高帝身披肩直锐 行几十年 所以不报平城之愿者 非力不能 所以修天下之心也 今边境数经 士族伤死 中国汇车相望 此人人之所隐也 故曰 姬之便 安国曰 不然 臣闻用兵者 以保待机 政治以待其乱 定设以待其劳 故皆兵负重 法国徽城 常坐而易敌国 此圣人之兵也 今将卷甲轻举 身入长区 难以围攻 纵行则破邪 横行则终绝 吉则良法 徐则厚利 不至千里人马伐食 兵法曰 疑人祸也 臣故曰 悟极变 不然 臣今言姬之者 故非发而深入也 将顺因禅于之欲 幼而至之鞭 无选消继壮士 因福而处 以为之辈 审遮贤祖 以为其戒 无事已定 或迎其左 或迎其右 或当其前 或绝其后 禅于可勤 百拳必去 尚从辉矣 下六月 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 魏魏李广为萧继将军 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 大行王辉为将屯将军 太中大夫李熙为财官将军 将车骑财官三十余万 逆马义旁古中 曰禅于入马义纵兵 因使聂一为贱 王辱匈奴 为禅于曰 无能斩马义令成 以成祥 财物可尽得 禅于爱信 以为然而许之 聂一乃炸斩死罪求 玄其头马义成下 誓禅于使者为信 曰 马义掌力已死可及来 于是禅于川赛 将十万计入五周赛 卫至马义百余里 见处不也 而无人目者 怪之 乃宫廷得燕门卫时 欲杀之 卫时乃告禅于汉兵所居 禅于大经月 无故遗之 乃引兵还 出月 无得卫时天也 以卫时为天王 赛下传言禅于已去 汉兵追至赛 夺福吉 乃皆罢兵 王辉主别从代 出几胡资众 闻禅于还 兵多 亦不敢出 上怒辉 辉曰 时 约为入马一城 兵与禅于接 而臣激起资重 可得利 今禅于不智而还 臣以三万人重不敌 只取辱 故之还而斩 然完毕下誓三万人 于是下徽庭位 庭位当 徽斗脑当斩 徽行千金丞相坟 坟不敢言上 而言于太后曰 王辉 守为马一世 今不成而诛徽 侍为匈奴报仇也 上朝太后 太后以焚言告上 上曰 守为马一世者辉 故法天下兵数十万 从其言为此 且纵禅于不可得 徽所不积其资重 由颇可以为世大夫心 今不诛徽 无以谢天下 于是徽闻 乃自杀 自逝之后 匈奴绝和亲 功当禄塞 往往入道于汉边 不可生数 人上贪乐观世 逝汉财物 汉意观世不绝 以众其意 三年 春 河水喜 从顿秋东南流 下 五月丙子 傅觉蒲阳护子 祝聚也 通怀寺 范郡十六 天子使吉岸 正当时 发足十万色之 折腹坏 事实 田坟奉义时书 书居河北 河绝而难 则书无水灾 亦收多 梵言于上曰 江河之绝皆天势 未亦以人力抢色 色之未必应天 而忘弃用术者亦以为然 于是天子久之 不复是色也 初 孝景时 魏姬侯窦英为大将军 五安侯田坟乃为诸郎 事久贵起如子职 以儿坟日益贵姓为丞相 魏姬失事 宾客亦衰 独顾因向影音冠夫不去 应乃厚玉夫 相为隐重 其由如父子然 夫为人刚直 十九 诸有事在己之幼者 必灵之 硕因九五丞相 丞相乃奏案 冠夫家属 横颖川 民苦之 收戏夫及知属 皆得弃势罪 魏姬上书论旧冠夫 上令与五安东朝庭辩之 魏姬五安因互相抵结 上问朝臣 两人熟事 唯极案是魏姬 韩安国良以为事 正当时是魏姬 后不敢见 尚怒当时曰 吾并斩若蜀矣 即罢 起 入 上四太后 太后怒不识 曰 今我再也 而人皆及无地 令我百岁后 解鱼肉之乎 赏不得已 岁足贯夫 使有思暗至魏姬 得弃势罪 四年 冬十二月会 论杀魏姬与魏城 春 春 三月已冒 五安侯坟一轰 即淮南王安拜 上文坟寿安金 有不顺语 曰 使五安侯载者 足矣 下四月 云霜沙草 御史大夫 安国行丞相式 引 舵车 简 五月丁四 以平吉侯薛泽为丞相 安国并免 地震 摄天下 九月 以中卫张欧为御史大夫 韩安国吉欲 父为中卫 何坚王德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以金博招求四方善书 德书多 与汉朝等 事实 淮南王安一号书 所招至率多福变 县王所得书 皆古文 先秦旧书 采礼乐古事 稍稍增增及至五百余篇 批幅造赐 避于儒者 山东诸儒 多从之游 五年 东十月 何坚王来朝 献雅月 对三庸宫及赵册所问三十余事 其对 其对推倒数而言 得势之中 文曰指明 天子下太阅观 常存亦何坚王所献雅生 岁时已备数 然不长欲也 春正月 何坚王虹 中卫常立以文 曰 王身端行至 温人恭俭 赌敬爱下 明知身茶 惠于观寡 大行另奏 事法 聪明睿智曰献 事曰献王 颁故赞曰 习鲁哀公有言 寡人生于身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 未尝之忧 未尝之巨 信哉思言也 虽欲不威王 不可得已 事故古人以燕安为阵独 无德而富贵 为之不幸 汉兴 汉兴 汉兴至于孝平 诸侯王以白蜀 率多骄银师道 何则 沉溺放字之中 居士使然也 自凡人游戏于习俗 而况哀公之轮乎 浮为大雅 捉耳不群 何坚献王尽之矣 出 王辉之讨冬月也 使婆阳令唐蒙逢小南越 南越四蒙已属狗将 蒙问所从来 约 到西北 蒙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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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树里 出潘于城下 蒙归至长安 问属古人 古人曰 独鼠出狗将 多池妾出世夜郎 夜郎者 林脏科将 江广百余部 足以行传 南越也财物亦属夜郎 西至同师 然亦不能沉时也 蒙乃上书睡上约 南越王 黄乌左道 地东西万余里 名为外臣 十亿周竹也 今以长沙御章网 水道多绝 难行 窃闻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余万 浮传脏科将 出其不义 此智悦亦齐也 常以汉之强 巴蜀之柔 通夜郎道 为智利 慎义 尚许之 乃拜蒙为中郎将 将千人 十众万余人 从巴蜀左官入 遂见夜郎侯多同 蒙后次 欲以威德 约为智利 使其子为令 夜郎旁小义 皆谈汉增伯 以为汉道险 终不能有也 乃且听盟约 环报 尚以为贱为郡 发巴蜀族制道 自博道至脏科将 作者数万人 士族多悟故 有逃亡者 用军兴法诸其瞿帅 巴蜀民大惊恐 尚文之 使司马相如 则唐蒙等 因预告巴蜀民 以非尚议 相如环报 事实 穷卓之君长 闻难以与汉通 得赏赐多 多欲愿为内臣妾 请立彼难以 天子问相如 相如月 穷所染盲者禁属 道义亦通 秦时常通 为郡县 致汉兴而罢 今常复通 为致郡县 欲于难移 天子以为然 乃拜相如为中郎将 见节王史 及父使王然宇等圣传 因巴蜀吏 避物以路西夷 穷左染盲 私渔之君 皆请为内臣 除边关 关一赤 西至魅若水 南至脏科为教 通灵关道 乔孙水已通穷都 为致意都位 十余县 鼠鼠 天子大悦 赵发足万人至燕门祖险 秋七月 大风拔木 女巫楚福等 较陈皇后 辞济艳盛 携妇人魅道 誓绝 上使御使张汤穷智之 汤深敬党羽 相连集诸者三百余人 出福消守于世 以四 赐皇后策 收其喜寿 罢退 居长门宫 斗太主残聚 祈嗓谢上 上曰 皇后所为不轨于大义 不得不废 主当信道以自卫 勿受妄言以生贤聚 后虽费 供奉如法 长门无意上公也 出 上常至久 斗太主家 主见所性卖诸而懂眼 上次之衣冠 尊而不明 称为主人翁 使之试隐 由是董君贵宝贵 天下莫不闻 长从游戏北宫 持足平乐观 积居之会 绝狗马之足 赏大欢乐之 尚为斗太主制酒宣誓 使业者引纳董君 事实 中郎东方朔 碧己殿下 辟己而前约 董眼有斩罪三 安得入乎 上约 何谓也 朔约 引以仁臣 私侍公主 其罪一也 拜男女之话 而乱婚姻之礼 伤亡至 其罪二也 陛下赴于春秋 方姬思于六经 眼不尊经劝学 凡以弥丽为诱 奢侈为物 尽狗马之乐 及耳目之欲 是乃国家之大贼 人主之大欲 其罪三也 尚漠然不应 梁九约 无业以赦淫 厚而自改 朔约 福宣誓者 先帝之正处也 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 故淫乱之箭 其变为窜 是以树雕为银 而一牙作患 庆福死 而鲁国权 上约 善 有赵指 耕至九北宫 引董军 从东司马门入 赐烁黄金三十斤 董军之宠 由是日衰 事后 公主贵人 多于礼至矣 上以张汤为太中大夫 与赵宇共定诸律令 物在申闻 居首执之力 作见之法 立传向见思 用法一刻自此始 八月明 誓岁 征立民 有明当事之物 习先圣之术者 献赐叙实 令与祭邪 资川人 公孙红对策曰 晨闻上古姚舜之时 不贵绝赏而民劝善 不重刑罚而民不犯 公帅以正而欲民信也 末世贵绝 贵绝后赏而民不劝 身行重罚而坚不止 其上不正 欲民不信也 福后赏重刑 为足以劝善而尽非 必信而依矣 事故 因能认官 则分执志 去无用之言 则事情得 不作无用之器 则复连省 不夺民时 不防民力 则百姓复 有德者进 无德者退 则朝廷尊 有公者上 无公者下 则群臣群 罚当罪 则兼邪 赏当贤 则臣下劝 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 故民者 业之则不争 礼得则不愿 有礼则不报 爱之则亲尚 此有天下之吉者也 礼义者 民之所福也 而赏罚顺之 则民不犯禁矣 陈文之 弃同则从 生彼则应 今人主合得于上 百姓合合于下 故心合则弃合 弃合则行合 行合则生合 生合则天地之合应矣 故阴阳合 风雨时 甘露降 五谷灯 六处凡 家和兴 珠草生 山不同 则不合 此合之至也 使对者百余人 太常奏弘帝居下 侧奏 天子着弘队为第一 拜为博士 代召金马门 其人缘故 年九十余 亦以贤良征 公孙红 座目而事故 故曰 公孙子 悟正学以言 无屈学以阿事 诸如多几悔故者 故岁以老罢归 事实 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 千余里数转相降 数岁道不通 是疲恶 离蜀施死者慎重 西南夷又硕返 发兵兴击 废以巨万计而无功 上换之 肇使公孙红誓焉 环奏事 圣毁西南夷无所用 上不听 红美朝会 开尘其端 使人主自责 不肯面折停征 于是上查其行甚厚 辩论有余 习文法立誓 原誓已如数 大悦之 一岁中千至左内使 红造势 有不可不停辩 常与极岸请见 岸先发之 红推其后 天子长阅 所言皆听 以此日益亲贵 红常与公卿约役 至上前皆备其约已顺上旨 吉岸停结红约 其人多诈而无情时 时与臣等见此意 今皆备之 不忠 上问红 红谢约 辅知臣者已臣为忠 不知臣者已臣为不忠 上然红红 左右姓陈眉毁红 赏亦后遇之 六年 冬 初算商车 大司农正当时言 川未为渠 下至河 曹关东宿敬意 有可以盖 渠下民田万余请 春 照发足数万人穿渠 如当时策 三岁儿童 人已为辩 匈奴入上谷 杀掠利民 前车纪将军魏清出上谷 纪将军公孙敖出代 清车将军公孙赫出云中 萧纪将军黎广出燕门 各万纪 姬湖观世下 魏清至龙城 得湖首鲁七百人 公孙赫无所得 公孙敖为湖所败 亡七千纪 李广亦为虎所败 虎生得广 至两马间 落而成卧 行十余礼 广养死 赞藤而上虎而马上 夺其宫 编马难持 遂得托归汉 下傲广广力 当展 赎为庶人 为清赐绝观内侯 清虽出于奴鲁 燃善其舍 财力绝人 欲士大夫以礼 与士族有恩 众乐为用 有将帅才 故每出者有功 天下有此福尚之之人 下 大汉黄 六月 上行姓庸 秋 匈奴朔道边 于阳有慎 以魏魏韩安国为财官将军 屯于阳 元朔元年 冬十一月 赵曰 朕深赵直逝 兴连举孝 树姬成丰 少修盛序 福时事之意 必有忠信 三人并行 绝有我师 仅获至何俊而不见一人 是话不下揪 而畸形之君子 庸于上闻也 且尽贤受上赏 必贤蒙显露 故之道也 其亦二千诞不举者 罪 有思奏 不举孝 不举孝 当以不敬论 不察连 不生认也 当免 奏可 十二月 江都一王飞鸿 皇子俱生 魏夫人之子也 三月甲子 立魏夫人为皇后 赦天下 秋 匈奴二万纪入汉 杀辽西太守 略二千余人 为韩安国弊 又入渝阳燕门 各杀掠千余人 安国一东喜 屯北平 数月 病死 天子乃傅赵李广 败为右北平太守 匈奴号曰 汉之非将军 避之 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车际将军魏清 将三万计出燕门 将军李熙初代 清斩首鲁数千人 东备惠君 南旅等 共二十八万人降 为沧海郡 人途之费 逆于南夷 燕旗之间 密然骚动 适岁 鲁公王于 长沙定王发 揭轰 临资人 竹府衍 延安 无忠人徐乐 皆尚书言事 使 衍由其焉照 皆莫能厚遇 诸生相语排便不容 家贫 甲代无所得 乃昔入观 尚书却下 朝奏 穆照入 所言九世 其八世为律令 一世建伐匈奴 其词曰 司马法曰 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平 望战必危 扶怒者逆得也 兵者凶器也 争者莫节也 扶勿战胜 穷武士者 未有不悔者也 西秦皇帝并吞战国 勿胜不休 御功匈奴 李斯建曰 不可 扶匈奴 无成郭之居 伟姬之首 千喜鸟举 难得而治也 清兵深入 粮食必绝 种粮已行 众不及是 得其地 不足以为利也 得其民 不可调而守也 胜必杀之 非民父母也 米毕中国 快心匈奴 非长侧也 秦皇帝不听 遂使蒙田降兵攻湖 辟地千里 以河为境 帝故举则严鲁 不生五谷 然后法天下丁南 以守北河 曝兵陆施 时又余年 死者不可生数 终不能于河而北 士起人重不足 兵阁不备哉 其事不可也 又使天下飞除晚宿 其于东垂 狼牙覆海之郡 转疏北河 率三十中而至一旦 男子吉庚 不足于梁响 女子纺织 不足于帷幕 百姓米毕 孤寡老弱不能相养 道路死者相望 改天下施叛秦也 吉至高皇帝 定天下略地于边 闻匈奴距于带骨之外 而欲积之 欲使成尽建约 不可 服匈奴之性 受聚而鸟散 从之如薄影 今以陛下圣德公匈奴 臣妾威之 高帝不听 遂北至于带骨 国有平成之为 高皇帝 高皇帝 盖悔之慎 乃使刘靖 网结和亲之约 然后天下妄干戈之事 服匈奴 难得而至非一世也 行道千驱 所以为业也 天性固然 尚及于下殷州 顾服成都 勤奴续之 不属为人 服尚不观于下殷州之统 而下寻进士之师 此臣之所大忧 百姓之所疾苦也 延安尚书曰 仅天下人民 用才持米 车马依求公事 接近修事 调五声时有节足 杂五色时有文章 众五味方丈于前 以观欲天下 彼民之情 见美则愿之 使教民以耻也 耻而无解则不可善 民离本而妖莫矣 莫不可图得 故近身者不但为诈 待见者夸杀人以角夺 而事不知愧 是以犯法者重 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 使贫富不相要 以合其心 心制定则盗贼销 刑法少 阴阳和 万物凡也 西秦王一广心意 欲威海外 使蒙田降兵以北攻湖 又使未屠虽 降楼船之势以攻月 当事时 秦获北购于湖 南挂于月 宿兵于无用之地 进而不得退 行时余年 丁难披甲 丁女转书 苦不聊生 自经于倒数 死者相望 即秦皇帝崩 天下大盼 灭世绝四 穷兵之祸也 故周师之弱 秦师之强 不辩之幻也 谨逊兴西夷 朝夜郎 祥枪脖 略惠州 建成义 深入匈奴 繁其龙城 义者美之 此仁臣之力 匪天下之长策也 徐乐尚书也 陈闻天下之患 在于土崩 不再瓦解 故今一也 何谨土崩 秦之末世事也 陈设无亲圣之尊 持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 民族之后 乡区之欲 非有孔曾墨子之贤 逃诸依顿之父也 然其穷相奋极秦 天坦大呼 天下从风 此其故何也 由民困而主不续 下怨而尚不知 俗以乱而正不休 此三者 陈设之所以为资也 此之谨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 在乎土崩 何谨瓦解 无处其诏之兵是也 其国谋为大逆 好皆称万圣之君 代价数十万 为足以严其境内 才足以劝其市民 然不能西攘赤寸之地 而身为勤于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 非权倾于匹夫 而兵若于陈设也 当世之时 先帝之德未衰 而安土乐俗之民众 故诸侯无境外之助 此之未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再瓦解 此二体者安危之名要 贤主之所以留意而深查也 见者 观东五谷 朔不登 年岁未富 民多穷困 重之以边境之事 推述寻礼而观之 民已有不安其处者已 不安故意动 意动者土崩之事也 故贤主独观万化之源 明于安危之机 修之妙堂之上 而消未行之幻也 其要欺使天下 无土崩之事而移矣 书奏天子照见三人 未曰 功等皆安在 何相见之晚也 皆拜为郎中 竹府眼由亲姓 一岁中 凡四千 为中大夫 大臣为其口 陆位累千金 或为眼曰 太横矣 眼曰 无声部无鼎时 此即无鼎烹尔 二年 东 赐淮南王姬杖 无朝 竹府眼睡上约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 强弱之行易志 今诸侯获连城数时 地方千里 缓则交涉亦为淫乱 即则祖其强 而合纵以逆经师 以法割削之 则逆节蒙起 前日朝错事也 今诸侯子弟或实属 而敌似待吏 鱼虽骨肉 无耻地之风 则仁孝之道不宣 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帝侯之 彼人人喜得所愿 尚以得师 时分其国 不虚而稍若矣 尚从之 春正月 照曰 诸侯王获遇推思恩分子弟一者 令各条上 朕且临定其好名 于是 藩国始分 而子弟必侯矣 匈奴入上谷渔阳 杀掠利民千余人 遣魏清里兮出云中以兮至隆兮 即胡之楼帆 白羊王于河南 得胡首鲁数千 牛羊百余万 走白羊楼帆王 遂取河南地 赵风清为常平侯 清校尉苏建 张四公 皆有公 风建为平陵侯 四公为岸头侯 竹府眼言 河南地肥饶 外祖河 蒙田成之以诸匈奴 内省转书树草 广中国灭胡之本也 上下公清义 皆言不便 上静用眼计 立术方郡 使苏建兴十余万人 驻术方城 复善故秦时蒙田所为塞 因何为故 转曹甚远 自山东贤辈其劳 废数十百巨万 府库并须 汉意气 上古之斗辟县造阳地已宇湖 三月已亥会 日有十之 下 牧民洗术方十万口 竹府眼睡上约 帽灵出力 天下豪杰 并肩之家 乱众之民 皆可洗帽灵 内食京师 外消兼华 此所为不诛而害除 上从之 习郡国豪杰 及资三百万以上 于茂陵 指人郭谢 关东大侠也 亦在喜中 魏将军魏言 郭谢家贫 不忠喜 上约 谢不一 全智使将军魏言 此其家不贫 足喜谢家 谢平生 雅字杀人慎重 上文之 下力补至谢 所杀皆在赦前 只有如生 适时者作 客欲郭谢 声曰 谢 谢专以干犯功法 何谓贤 谢客文 杀此生 断其舌 利以此则谢 谢时不知杀者 杀者以绝末之为谁 利奏谢无罪 公孙红一曰 谢不一 为任侠行权 以牙字杀人 谢虽 谢虽扶之 此罪甚于谢杀之 当大逆无道 遂足郭谢 翻顾曰 翻顾曰 古者天子建国 诸侯立家 自清大夫 以至于庶人 各有等次 是以民服事及上 而下无济余 周氏即威 礼乐征法自诸侯出 还文之后 大夫侍权 陪臣执命 领仪置于战国 合纵连横 由氏列国公子 未有信灵 照有平原 其有梦长 除有春身 皆借王公之事 敬为游侠 积明苟道 无不宾礼 而照相于清 弃国捐军 以周穷骄为其之恶 信灵无忌 切服较命 陆将专师 以赴平原之吉 皆以取众诸侯 显明天下 扼腕而犹谈者 以四毫为称首 于是 被供死党之一成 守执奉上之一费矣 及至汉兴 尽网疏阔 为之匡改也 事故 代相陈希 从车谦圣 而无必怀南 皆招宾客以签署 外妻大臣 未及武安之属 敬逐于京师 不依游侠 聚梦割谢之徒 持物于炎驴 全行周遇 立折公侯 众树容其鸣记 记而目之 虽其陷于行辟 自语杀身成名 若记录求墓 死而不悔 故曾子曰 上师其道 民散久矣 非民主在上 誓之也好恶 其之以礼法 民何由之尽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 五霸三王之罪人也 而六国 五霸之罪人也 福四好者 有六国之罪人也 旷于锅谢之轮 以匹夫之戏 且杀生之权 其罪已不容于诸矣 观其温良犯爱 镇穷周极 千退不乏 亦皆有决意之姿 西护 不入于道德 苟放纵于墨流 杀身王宗 非不幸也 寻月论曰 事有三游 得之贼也 一于游侠 二约游说 三约游行 利器事 作威福 皆私交以利强于逝者 为之游侠 事便此 设诈谋 持足于天下 以邀时事者 为之游说 色取人 以和识号 连党类 利虚域 以为权利者 为之游行 此三者 乱之所游生也 商道害得 拜法获释 先王之所慎也 国有四民 各修其业 不由四民之业者 为之奸民 奸民不生 王道乃成 凡此三游之作 生于济世 周勤之末游甚焉 上不明 下不正 制度不利 刚计持废 以毁欲为荣辱 不合其真 以爱增为利害 不论其时 以喜怒为赏罚 不查其理 上下相貌 万事乖错 是以言论者 既伯厚而吐辞 选举者 夺亲书而举笔 善恶谬于众生 公罪乱于枉法 然则利不可以意求 害不可以倒毕也 是以君子犯理 小人犯法 奔走池城 跃直见度 适华废时 竟居实力 捡父兄之尊 而宠宾客之礼 博骨肉之恩 而赌朋友之爱 望修身之道 而求众人之欲 隔一时之夜 以公响咽之号 宝居盈于门庭 聘问交于道路 书记凡于公文 私物重于官室 于是留俗成 而正道坏矣 是以圣王在上 经国序民 正其制度 善恶要于公罪 而不淫于毁欲 听其言 而择其事 举其名 而指其识 故时 不应其生者 为之虚 情 不负其貌者 为之伪 毁欲施其真者 为之污 言是施其类者 为之亡 虚伪之行 不得赦 污网之词 不得行 有罪恶者 无侥幸 无罪过者 不忧据 请业无所行 祸禄无所用 西华文 去福辞 尽未辨 绝银制 放百家之纷乱 依圣人之制道 养之以仁慧 闻之以礼乐 则风俗定 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国 与父康王鸡间 夺第七为鸡 杀肥如令 颖人 颖人兄弟 尚书告之 竹府衍从中发其事 公卿请诸定国 尚许之 定国自杀 国除 其立王赐昌 亦与其子 既翁主通 竹府衍 遇纳其女 于其王 其既太后不许 衍应言于上约 其林赐十万户 士租千金 人重阴妇 聚于长安 非天子亲弟爱子 不得妄此 仅其王于亲属一书 又闻与其子乱 请制之 于是 帝拜衍为其相 解证其事 衍至其 即至王后供患者 此吉王 王聚 隐要自杀 衍少时 由其及阴赵 即贵 连拜阴其 赵王彭祖聚 尚书告竹府衍受诸侯金 以故诸侯子弟 多以得封者 即其王自杀 上闻 大怒 以为衍结其王 令自杀 乃征下力 衍福寿 诸侯金 实不结王 令自杀 上欲误诸 公孙红曰 其王自杀 无后 国储为郡入汉 竹府衍本守恶 陛下不诸言 无以谢天下 乃岁足竹府衍 张欧勉 上欲以廖侯孔赃为御史大夫 张词语 陈氏以京学为业 其为太长 典臣家业 与从帝侍中安国 刚记古训 时永垂来寺 上乃以赃为太长 其礼赐如三公 三年 东 匈奴君臣缠于死 其帝左 陆离王 依智邪 自立为缠于 攻破君臣缠于太子于丹 于丹 王祥汉 以公孙红为御史大夫 事实 方通西南夷 东至沧海 北驻朔方之郡 公孙红朔建 以为疲弊中国 以奉无用之地 愿罢之 天子使诸买臣等 难以至朔方之便 发实册 红不得一 红乃谢曰 山东彼人 不知其便若是 愿罢西南夷沧海 而专奉朔方 上乃许之 春 罢沧海郡 红为不批 食不虫肉 即暗曰 红未在三宫 俸禄甚多 然为不批 此乍也 上问红 红谢曰 有之 福九卿与陈善者无过暗 然今日停节红 承重红之病 福以三宫为不批 与小利无差 成事诈 欲以调明 如极暗言 且无极暗中 陛下安得闻此言 天子已为调明 天子已为谦让 欲以尊之 三月 赦天下 下 四月丙子 封匈奴太子于丹为赦安侯 数月而足 初 匈奴降者言 月之 故居敦煌其连间 为强国 匈奴莫读攻破之 老上禅于杀月之王 以其头为隐器 于众顿逃远去 愿匈奴 无语共击之 上目能通使月之者 汉中张谦以狼应目 出拢西 敬匈奴中 禅于得之 留谦十余岁 谦得见王 向月之息走 数十日至大渊 大渊闻汉之饶财 欲通不得 见谦 喜 未发倒意抵康居 转至大月之 大月之太子为王 既积大下 分其地而居之 地肥饶 少扣 疏无报乎之心 千留岁于 竟不能得月之要领 乃还 命南山 欲从枪中归 复为匈奴所得 留岁于 会医治邪逐于丹 匈奴国内乱 千乃与唐义士奴甘辅逃归 上拜千为太中大夫 甘辅为奉使君 千出行时百余人 去十三岁为二人得还 匈奴数万计入赛 傻带俊太守宫 即掠千余人 六月更午 皇太后崩 秋 霸西仪 独至南仪夜郎两县 一都位 稍令建为 自保旧 专利承硕方 匈奴诱入燕门 杀掠千余人 试岁 中大夫张汤为庭位 汤为人多诈 武智以御人 时尚方向文学 汤杨福木 试董仲书 公孙红等 以亲圣泥宽为奏宴愿 以古法义决一遇 所致 即上义所遇罪 于见识身货者 即上义所遇事 于见识清平者 上游试悦之 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游后 其造请诸公不必寒暑 是以汤虽闻身一计不专平 然得此生育 即按朔志则汤于上前曰 公为正卿 上不能包先帝之公业 下不能亦天下之邪心 安国父民使领语空虚 和空取高皇帝约束分更之为 而公以此无种矣 按时与汤论意 汤便常在纹身小科 按抗力手高不能驱 奋发 骂曰 天下为刀笔力不可以为公轻 果然 避汤也 令天下重足而立 侧目而适宜 四年 东上行性甘权 下 匈奴入带郡定乡上郡 各三万计 杀掠数千人 资质通鉴卷第十九 汉记十一 世宗孝武皇帝忠之上 元硕五年 东 十一月遗筹 薛泽勉 以公孙洪为丞相 封平金侯 丞相封侯 子洪史 时尚方兴工业 红于是开东阁以言闲人 欲参谋义 美朝尽奏事 因言国家便宜 尚一时左右文学之臣 与之论难 红常奏言 实贼郭奴 百利不赶钱 请尽民无得邪公奴便 上下其意 世中无丘寿王对阅 陈文古者作武兵 非以相害 以尽报讨邪也 勤奸天下 萧甲兵折锋刃 其后 民以幽除垂挺相踏击 犯法资重 盗贼不生 足以乱亡 故圣王勿教化而省进房 知其不足事也 李约 男子生 桑胡彭史已举之 明是有事也 大赦之礼 自天子降级数人 三代之道也 于闻圣王 何赦以名教义 未闻公使之为禁也 且所为禁者 为盗贼之以公夺也 公夺之罪死 然而不执者 大奸之于众诛故不避也 臣恐 邪人邪之而力不能止 良民以自卑而抵法尽 是善贼威而夺民就也 妾已为大不便 书奏 尚以难红 红屈拂言 红杏一记 外宽内深 朱长宇红有戏 无尽远 随阳与善 后竟报其过 董仲书为人廉指 以红为从余 红吉之 焦西王端焦字 硕犯法 所杀伤二千弹慎重 红乃见仲书为焦西相 仲书已并免 吉岸常悔如 面触红 红欲诸之以示 乃淫尚曰 佑内史戒不中 多贵臣 宗室 难治 非宿众臣不能认 请喜岸为佑内史 上从之 春 大汉 匈奴又贤王 朔侵扰朔方 天子令车记将军轻 将三万计出高阙 魏魏苏建为游姬将军 左内史李举为强弩将军 太仆公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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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清等兵出塞六七百里 夜至为幼贤王 幼贤王经夜逃 读与壮记数百池 溃为北去 得幼贤匹王十余人 众男女万五千余人 处数十百万 于是引兵而还 智塞 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 即军中拜魏清为大将军 诸将皆蜀淫 下四月以位 负义封卿八千七百户 封卿三子抗不宜当皆为列侯 清故谢约 陈姓得戴罪行间 来陛下神灵 君大劫 皆诸校尉立战之功也 陛下姓以一封陈卿 陈卿子在强宝中 未有勤劳 赏列地封为三侯 非臣戴罪行间 所以劝劝力战之一也 天子曰 我非望诸校尉公也 乃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何济侯 都尉寒岳为龙洛侯 公孙赫为南炮侯 李菜为乐安侯 校尉李硕为摄旨侯 赵步渝为随城侯 公孙孙敖为从平侯 李举李熙及校尉道如意 皆赐绝观内侯 于是清尊宠 于群臣无二 公卿以下皆悲奉之 读集案与抗礼 人祸税案曰 自天子与群臣下大将军 大将军尊重 君不可以不败 案曰 福以大将军 有一刻反不中耶 大将军文 欲贤案 朔请问国家朝廷所疑 欲案家于平日 大将军清虽贵 有时适中 赏据策而适之 丞相红宏 厌见 上祸时不惯 至如急案件 上不惯不见也 上长座五丈中 案前奏事 上不惯 望见案 避丈中 使人可其奏 其见净理如此 下六岳 照曰 盖文 岛民以礼 风之以乐 谨礼坏乐崩 震慎闽焉 其令理官劝学兴礼 已为天下先 于是丞相红等奏 请为博士官 致弟子五十人 赴其身 帝其高相 以捕郎中文学掌顾 即有秀才一等 即有秀才一等 则以明文 其不适学若下才 则罢之 又 利通一亿以上者 请皆选择以补幼之 尚从之 自此 公卿大夫 事 利 彬彬多文学之事矣 秋 匈奴万计入代 杀都尉朱英 略迁于人 初 淮南王安 好读书主文 喜立名誉 招致宾客方术之事数千人 其群臣宾客 夺江淮间清博士 常以立王千死 感激安 建元六年 惠兴献 获税王曰 先吴君时 惠兴出 长数尺 燃上流血千里 今惠兴静天 天下兵当大起 王心以为然 乃亦至宫占据 积金钱 郎中雷被 获罪于太子迁 时有赵 欲从君者 折一长安 被疾愿奋机匈奴 太子悟被于王 赤免之 欲已尽厚 世岁 被王之长安 上书自明 世下庭位至 宗继连王 公卿请逮捕至王 太子迁 毛令人亦未是一 持己居王旁 汉时有非侍者 即刺杀之 因发兵返 天子使中卫红即逊王 王室中卫颜色和 遂不发 公卿奏 安拥恶奋机匈奴者 革明赵当弃士 赵须二线 继而安自商曰 无行仁义反见削帝 耻之 于是违反谋益慎 安与恒山王赐相责望 礼节间不相能 恒山王闻 淮南王有反谋 孔为所并 一节宾客为反聚 已为淮南已息 欲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 恒山王后徐来 赠太子爽于王 欲废之而立其地孝 王求太子而佩孝以王印 领招至宾客 宾客来者 微知淮南恒山有匿迹 日夜从容劝之 王乃使校客 江都人 眉鹤晨禧坐崩车 断食 客天子喜 将相军立印 秋 恒山王当入朝 过淮南 淮南王乃宽地宇 除前系 约束返聚 恒山王即上书谢并 上赐书不朝 六年 六年 春二月 大将军清 出定乡 即匈奴 以何继侯公孙敖为中将军 太仆公孙敖为左将军 西侯赵信为前将军 魏魏苏建为右将军 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 左内使李举为强弩将军 贤属大将军 斩首数千级而还 修士马于定乡 云中 燕门 设天下 下四月 魏卿副将六将军 出定乡 鸡匈奴 斩首鲁万余人 右将军见 前将军信 并军三千余计 独逢缠于兵 与战一日余 汉兵且尽 信故胡小王 降汉 汉封为西侯 击败匈奴又知 遂将其余计可八百降匈奴 见晋王其军 脱身王 自归大将军 一郎周霸曰 自大将军出 未尝斩皮将 今见弃军 可斩 以明将军之威 君正红 长史安曰 不然 兵法 小敌之间 大敌之勤也 今见以数千当缠于数万 立战一日余 誓尽不敢有二心 自归 而斩之 誓后无反意也 不当斩 大将军曰 请幸得以肺腑戴罪行间 不患无威 而罢税我以明威 甚施臣意 且使臣直虽当斩将 以臣之尊宠 而不敢善诸于境外 而聚归天子 而聚归天子 天子自裁之 予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 不亦可忽 军力皆约 善 遂求见亦行在所 初 平阳县历 霍仲儒 己是平阳侯家 与清子卫绍尼斯通 生获去病 去病年十八 为世中 善其社 再从大将军基匈奴 为票谣校尉 与清济永八百 执弃大军数百里复利 斩补手鲁过当 于是天子曰 票谣校尉去病 斩手鲁二千余级 得相国当户 斩禅于大富行 吉若侯产 生补继父罗姑 比再冠军 封去病为冠军侯 上古太守好贤 似从大将军 补斩手鲁二千余级 封贤为重力侯 逝岁 施两将军 王熙侯 军功不多 故大将军不亦封 只赐千金 又将军建制 天子不诛 赎为庶人 蝉鱼记得西侯 以为自赐王 用其子弃之 与谋汉 信教蝉鱼一北掘墓 以右皮汉兵 腰疾而取之 无尽赛 蝉鱼从其祭 事实 汉比岁发十余万众几湖 斩卜首鲁之士 寿四黄金二十余万斤 而汉军驶马死者十余万 兵甲转曹之费 不预焉 于是大司农经用节 不足以奉战事 六月 赵令民得买绝 及赎禁故 免赃罪 至赏官 名曰五公绝 即十七万 繁值三十余万斤 诸买五公绝至千夫者 得先除为利 力道杂而多端 官职耗费矣 元寿元年 冬十月 上行姓庸 此五智 祸寿 一脚而足有五体 有思言 陛下肃之交四 上帝报祥 赐一脚寿 盖临云 于是以庆五智 智家一牛 以辽 九之 有思诱言 元已以天锐命 不已以一二数 一元曰箭 二元已长星曰光 金元已焦得一脚寿 曰寿云 于是吉北王 以为天子且封善 上书献泰山及其旁义 天子已他献常志 淮南王安 与宾客左五等 日夜为反谋 暗于地图 部署兵所从入 诸使者到长安来 为妄言 言尚无难 汉不至 吉喜 吉言 汉庭至有难 王怒 以为妄言 非也 王赵中郎五辈 与谋反噬 被曰 王安得此亡国之严护 臣见宫中生经级 路瞻一也 王怒 系五辈父母求之 三月 父赵问之 被曰 系勤为五道 穷奢及虐 百姓撕乱者 十家而六七 高皇帝 其于杭阵之中 立为天子 此所谓 倒霞后见 因秦之王而动辄也 金大王见高皇帝 得天下之意也 独不观 尽世之无储户 服吴王望四郡 国父民众既定谋成 举兵而息 然破于大梁 奔走而动 身死四绝者和 成逆天道而不知时也 方今大王之兵 众不能十分无储之一 天下安宁 万倍无储之时 大王不从臣之计 今见大王弃千胜之君 赐绝命之术 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 王替弃而起 王有镊子不害罪长 王福爱 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凶术 不害有子见 才高有气 常愿望太子 因使人告太子谋杀汉中卫氏 下庭未至 王患之 欲发 赴问五倍曰 公以为无兴兵 是也 非也 贝曰 非也 陈吻吴王悔之甚 愿望吴为吴王之所悔 王曰 吴何之反 汉将一日过成高者四十余人 今我觉成高之口 距三川之险 找山东之兵 举世如此 左吾 赵贤 诸娇如 皆以为时事九成 公读以为有或无福 何也 必如公言 不可侥幸耶 被曰 必不得已 备有余计 当今诸侯无一心 百姓无怨气 可委为丞相御史请书 喜郡国豪杰高资于朔方 一发贾族 及其会日 又委为赵玉书 歹诸依 待诸侯太子姓臣 如此则民愿诸侯聚 即使便是随而睡之 堂可侥幸时得医护 王曰 此可也 虽然 无以为不治若此 于是王乃作皇帝喜 丞相御史大夫 将军军力 中二千诞 及庞晋郡太守 都未印 汉氏结 御史人为得罪而惜 誓大将军 一日发兵 即刺杀大将军 且曰 汉廷大臣 独籍暗号执箭 守截死亦 难或以非 智如睡丞相红等 如发蒙镇落耳 王欲发国中兵 恐及相二千弹不听 王乃于五倍谋 先杀相二千弹 又欲令人一求道一 持与习从东方来 呼曰 南阅兵入戒 欲因已发兵 惠廷位逮捕淮南太子 淮南王文之 与太子谋 照相二千弹 欲杀而发兵 照相 相智 内使中卫皆不智 王念 独杀相无意也 即霸相 王犹豫即未决 太子即自警不输 五倍自义立 告语淮南王谋反宗记如此 立因补太子王后为王宫 尽求补王所 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 所得反惧以上 下公卿至其党羽 使宗正以福节至王 卫至淮南王安自警 杀王后图太子谦 诸所欲谋反者皆足 天子 天子以五倍雅慈多饮汉之美 欲误诸 廷位汤曰 被守卫王化反计 罪不可赦 乃诸贝 四中庄注 愈佳 苗愉黄南王相结交 則论异 王后禄未助 上博其醉欲勿诛 张汤征 以为 诸出入进门 覆心之辰 而外语诸侯交思如此 報诸 厚不可 aric 至 stamping 出 Consult 秀明 以导以诸出入进门 付心之辰 而外语诸侯交思如此 此 不诸欲不可扯 诸净弃世 nel início吃 vanished by 十万元最 Dylan Gordon 恒率さ nothinでも 昔山王胜书ene Guy guidance by 宴山王尚书ijian 请费太子爽,立其帝孝为太子。 爽文,即前所善白营知长安尚书,言,孝坐旁车断使,与王御者兼。 欲以拜孝,惠有司不所欲淮南王谋凡者,得臣喜于恒山王子孝家。 立何孝守逆喜,孝文,律先自告,除其罪。 即先自告所欲谋凡者,梅鹤臣喜等,公卿请逮捕恒山王致之,网自警死。 王后徐来太子爽即孝皆弃士,所欲谋凡者皆足。 凡淮南恒山二玉,所连引列侯二千旦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下四月,赦天下。 丁毛,立皇子聚为太子,年七岁。 五月以四会,日有十支。 匈奴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初,张千字月之环,聚为天子言西欲诸国风俗。 大渊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马。 马汉血,有成国士巫,如中国。 其东北则乌孙,东则榆田,榆田之西,则水皆溪流驻西海。 其东,水东流驻岩泽,岩泽前行地下。 其南则河源出岩,岩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匈奴右方,居岩泽以东,至陋西长城,南接枪,隔汉道岩。 乌孙康居岩菜大岳之,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 大夏在大渊西南,与大渊同俗。 陈在大夏时,见穷竹杖蜀部,问曰,安得此。 大夏国人曰,无古人往事之捐独。 捐独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 以千夺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 仅捐独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原意。 今使大夏,从羌中显,羌人物之。 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一镜又无寇。 天子既闻大渊及大夏安息之蜀,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若贵汉财物。 其北有大悦之康居之蜀,兵强,可以陆位设立朝野。 常德而以一蜀之,则广地万里,宠久亦,致书俗,微德便于四海,心然以千言为然。 乃令千因蜀建为,发建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出芒出燃,出喜出穷薄,只求捐独国,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必低左,南方必西,昆明。 昆明之蜀吾君长,善寇道,则杀掠汉史,终莫得通。 于是汉已求捐独道,使通滇国。 滇王当枪,为汉使者曰,汉属于我大。 即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已为一周主,不知汉广大。 使者还,因圣言滇大国,足是亲父,天子助一言,乃父是西南夷。 二年,冬十月,尚姓雍,慈五至。 三月乌银,平津县侯公孙洪洪,仁臣,以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 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获去并为票继将军,蒋万继出隆兮,鸡匈奴。 立武王国,转战六日,过燕之山千余礼,杀折兰王,斩颅侯王。 执魂爷王子及相国都尉,获守鲁八千九百余级,守修徒王祭天金仁。 照一封去并二千户。 下,去并赋予何继侯公孙敖,将数万计,拒出北地,一道。 卫尉张谦,郎中令李广,拒出右北平,一道。 广将四千计先行,可数百里,千将万计在后。 匈奴左贤王,将四万计为广,广均是皆恐。 广乃使其子敢读语数十计,持冠胡计,出其左右而还。 告广曰,胡鲁亦于尔,均是乃安。 广为元镇外相,胡及鸡之,使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时且尽。 广乃令氏持满无发,而广身自以大黄设其皮匠,杀树人。 胡鲁亦亦谢,会日暮,历世皆无人色,而广义气自如,亦治君。 军众皆伏其勇,明日复力战,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 会不忘侯军亦治,匈奴军乃解去。 汉军脾,福能追,罢归。 汉法,不忘侯刘迟后期,当死,蜀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而票继将军去并,身入二千余里,与何继侯师,不相得。 票继将军于居炎,过小月之,至齐连山。 得善还囚徒王,及相国都尉以众详者二千五百人。 斩首鲁三万二百级,或皮小王七十余人。 天子一方去并五千户。 封其皮匠有功者,应积司马赵破奴,为从票侯。 校尉高不时,为一贯侯。 校尉扑多为辉渠侯。 何继侯敖,作行流不与票继会,当展,赎为庶人。 事实,诸肃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票继。 票继所将长玄,然亦敢深入,常与壮继掀其大军。 军亦有天性,未常困绝也。 而诸肃将常流落不殴,由此票继日已亲贵,比大将军已。 匈奴入带燕门,杀掠数百人。 江都王建与其父义王所姓捉姬等,及女帝征臣间。 建由雷杯,天大风,建使狼二人乘小船入杯中。 船父两郎逆,攀船,乍陷乍末。 见林官大笑,领悟救,皆死。 凡杀不孤三十五人,专为淫虐。 自知最多孔诸。 与其后成光,共使月璧下神。 驻祖祖上,又闻淮南恒山阴谋,建一座兵器,可皇帝喜为反惧。 是发觉,有私请补朱,建自杀。 好成光等皆气势,国除。 焦东康王记轰。 秋,匈奴魂爷王降。 事实,禅于怒魂爷王修徒王, 举西方为汉所杀戮数万人, 欲赵诸之。 魂爷王与修徒王恐,谋降汉, 先前使向边境邀遮汉人,令报天子。 事实,大行礼稀将成和尚, 得魂爷王使,迟传以闻。 天子闻之,恐其以诈祥而席边, 乃令票祭将军将兵网迎之。 修徒王后悔,魂爷王杀之并其重。 票祭祭渡和,与魂爷王众相望。 魂爷王疲将见汉君, 而多不遇祥者,颇顿去。 票祭乃迟入,得与魂爷王相见。 斩其御王者八千人。 遂独遣魂爷王, 圣传亦至行在所。 尽将其重渡和, 祥者四万余人, 号称十万。 既至长安, 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俱万。 封魂爷王万户, 为踏阴侯。 封其疲王, 忽独你等四人, 皆为列侯。 一封票祭千七百户。 魂爷之降也, 既发车二万圣已赢之。 县官无前, 从民是马, 民或逆马, 马不拒, 上怒欲斩长安令。 又内使吉案曰, 长安令无罪, 独斩尘案, 民乃肯出马。 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汉, 汉许以献赐赚之, 何斥令天下骚动, 疲蔽中国而已是遗敌之人乎。 上莫然, 即魂爷之, 古人与侍者作当死五百余人, 案情渐渐高门, 约, 扶匈奴供当路赛绝和亲, 中国兴兵诸之, 死伤者不可生计, 而废以巨万百数。 臣于以为陛下得湖人, 皆以为奴婢, 以赐从君死侍者家, 所掳获因与之, 以谢天下之苦, 色百姓之心。 今纵不能, 魂爷率数万之众来详, 须抚库赏赐, 发良民饰养, 辟若奉骄子, 于民安之誓买长安中物, 而文历省以为, 拦出财物于边关乎。 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 以谢天下, 又以威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 是所谓避其业而伤其知者也, 臣妾为陛下不娶也。 上漠然不许, 曰, 吾九不闻极案之言, 今又赴望发矣。 据请之, 乃分喜详者便五郡故在外, 而皆在河南, 因其故俗为五蜀国。 而金城河西, 西并南山至严则, 空无匈奴, 匈奴使有后者道而西矣。 修徒王太子秘笛与母燕之, 帝伦拒莫入关, 输黄门养马, 九只, 帝游燕, 剑马, 后宫满册。 秘笛等数十人, 牵马过殿下, 莫不切事, 只秘笛独不敢。 秘笛长八尺二寸, 容貌甚严, 马又肥好, 尚义而问之, 据以本状对, 尚其言, 即日赐汤木衣冠, 拜为马剑, 千世中驸马都尉, 光露大夫。 秘笛既亲近, 未尝有过失, 赏慎信爱之, 赏赐累千金, 出则参胜, 入世左右。 贵其多妾怨曰, 陛下望得以胡儿, 反贵众之。 上文, 玉后焉, 以修徒做金人, 为祭天主, 故赐密笛性金事。 三年, 春, 有兴备于东方, 下五月, 赦天下。 淮南王之谋凡也, 焦东康王纪威文其事, 思作战守备, 即立至淮南市, 辞出之, 继母王夫人, 即皇太后之女帝也, 于上最亲, 亦自伤, 发病而死, 不敢滞后。 上文而连之, 立其长子贤为焦东王, 又封其所爱邵子庆为陆安王, 网顾恒山王帝。 秋, 匈奴入右北平定乡, 各数万计杀掠千余人。 山东大水, 民多击乏, 天子遣识者, 须郡国仓快, 以赈贫民, 游不足, 幼木豪富利民, 能假代贫民者, 以明文, 尚不能相救。 乃喜贫民于官以西, 即冲朔方以南, 新秦中七十余万口, 衣食皆养己现官, 数岁夹于产业, 使者分布护之, 观盖相望, 其肺以异计, 不可生数。 汉记得魂仪王帝, 隆西北地上郡一勺胡寇, 照捡三郡数族之伴, 以宽天下之遥。 上将讨昆明, 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 乃座昆明池以席水战。 事实, 法纪一言, 利多费勉, 兵阁朔洞, 民多买富及五大夫, 蒸发之事亦显。 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利, 不欲者出马, 已故利弄法, 接折令伐及上林, 穿昆明池, 誓岁得神马于沃挖水中。 上方立岳府, 使司马向儒等造为师父, 以患者李延年为邪律都位, 配二千弹印。 贤刺出师, 以和八音之调。 师多尔雅之文, 通一经之事不能读知其词, 必集会五经家, 相与共讲习读之, 乃能通知其义。 即得神马赐以为歌。 即暗曰, 反王者作悦, 上以成祖宗, 下以化赵民。 谨陛下得马, 师以为歌, 携于宗庙, 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阴也。 上莫然不悦。 上昭言士大夫, 常如不足, 然性严峻, 群臣虽诉所爱信者, 或小有犯法, 或欺网, 折岸诸之, 无所宽假。 即按鉴曰, 陛下求贤慎劳, 未尽其用, 折以杀之。 以有限之士, 自无以之诛, 臣恐天下贤财将尽。 陛下谁与共为智乎。 暗言之慎怒, 上孝儿欲之曰, 何事无才, 唤人不能识之耳, 苟能识之何患无人。 服所谓财者, 有有用之器也。 有财而不肯尽用, 与无财同, 不杀何失。 暗曰, 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 而心有以为非。 愿陛下自今改之, 无以臣为余而不知理也。 上顾群臣曰, 暗自言为偏僻则不可, 自言为鱼, 岂不信然乎。 四年, 东, 有思言, 现观用度太空, 而富商大谷, 也助主言, 财获累万金, 不佐国家之吉。 请庚前造臂以善用, 而催浮吟并肩之徒。 事实, 禁愿有白鹿, 而少妇多银兮, 乃以白鹿皮方尺, 原以早会为皮壁, 值四十万。 王侯宗氏朝晋聘想, 必以皮壁见壁, 然后得行。 又造银兮为白金三品, 大者元之, 其文龙值三千, 赐方之, 其文马值五百, 小者妥之, 其文龟值三百。 令县官, 销半两钱, 耕筑三珠钱, 盗筑珠金钱, 罪皆死。 而利民之盗筑白金者, 不可生数。 于是以东郭咸阳, 孔锦为大农城, 领盐铁士, 桑红阳以计算用事, 咸阳其之大主盐, 锦南阳大野, 皆致生累千金。 红阳洛阳古人子, 以心计, 年十三世中, 三人严厉, 誓夕秋毫矣。 赵浸民赶私柱铁器主言者, 递左指, 莫入其器物。 公卿又请令诸古人莫作, 各以其物自粘, 率民钱二千而宜算, 即民有摇车若传, 五丈以上者皆有算。 逆不自粘, 粘不息, 树边一岁, 莫入民钱。 有能告者, 以其半必知。 其法大抵出张汤。 汤每朝奏事, 与国家用。 日宴天子忘食, 丞相充位, 天下事皆绝于汤。 百姓骚动, 不安其声, 贤旨愿汤。 初, 河南人补士, 朔请书才县官已驻边。 天子时时问世, 与官乎。 是曰, 臣少田墓, 不惜示患, 不愿也。 使者问曰, 家其有冤, 欲言是乎。 是曰, 禅生与人无纷争, 欲人贫者待之, 不善者教之。 所居人皆从事, 是何故见冤于人, 无所欲言也。 使者曰, 苟如此, 此何欲而然。 是曰, 天子诸匈奴, 予以为贤者以死结于边, 有财者以书为, 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上游是贤之, 与尊贤以逢百姓, 乃赵败事为中郎, 决左树掌, 赐田实请, 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 为己又着事为其太父。 春, 春, 有兴背于东北, 下, 有长兴出于西北。 上游诸诸匈将一曰, 西侯赵信, 为禅于化祭, 常以为汉兵不能肚目清流 今大发士族 其事必得所欲 乃速马十万 令大将军轻 票计将军去并 各将五万计 私负从马负四万匹 步兵转折种军后有数十万人 而敢力战深入之势 皆属票计 票计是为出定香 当禅于 不禄严禅于东 乃刚令票计出代郡 令大将军出定香 郎中令李广硕自请行 天子以为老拂许 梁九乃许之 以为前将军 太仆公孙赫为左将军 主角都尉赵义基为右将军 平阳侯曹乡为后将军 接属大将军 赵信为谗于谋月 汉兵既游 汉兵既渡渡 人马匹 匈奴可坐收卢尔 乃西远北其资重 以精兵带目北 大将军既出塞 不禄之禅于所居 乃自以精兵走之 而令前将军广并于右将军军 出东道 东道回远而水草少 广自请曰 臣步为前将军 今大将军乃喜令臣出东道 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 今乃亦得当蝉鱼 臣愿居前 先死蝉鱼 大将军亦因寿上戒 以为 黎广老 竖姬 无令当蝉鱼 恐不得所欲 而公孙敖 新师侯 大将军亦遇使敖 亦聚当蝉鱼 故喜前将军广 广知之 故自辞于大将军 大将军不听 广不屑而起行 亦甚愈怒 大将军出塞千余礼 度目 见缠于兵阵而待 于是大将军令五缸车自还为营 而纵五千计往当匈奴 匈奴义纵可万计 会日且入 大风起 杀力击面 两军不相见 汉义纵左右翼绕蝉鱼 蝉鱼是汉兵多 而驶马上强 自夺战不能如汉兵 蝉鱼碎成六罗 壮计可数百 直冒汉为西北迟去 时已婚 汉匈奴相分拿 杀伤大当 汉军左孝补鲁言 蝉鱼未婚而去 汉军发清济夜追之 大将军军因随其后 匈奴兵亦散走 池鸣 行二百余礼 不得缠余 补斩首鲁万九千吉 遂至田延山赵信城 得匈奴激宿四军 留一日 稀烧其成余宿而归 前将军广与右将军 一击军五岛或失道 后大将军 不及缠余战 大将军隐环过目难 乃遇二将军 大将军使长使 则问广一击失道状 即则广之幕府对部 广曰 诸孝位无罪 乃我自失道 无今自上部至幕府 广为其麾下约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 仅幸从大将军出街缠余兵 而大将军习广部 行回远而又迷失道 岂非天在 且广年六十余矣 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 遂引刀自警 广为人连 得赏赐 则分其麾下 隐时与世共之 为二千弹四十余年 家无余才 缘必善舍 夺步忠不发 将冰 罚觉之处见水 士族不尽隐 广不尽水 士族不尽时 广不尝识 是以此爱乐为用 即死 一君皆枯 百姓文之 知与不知 无老壮 皆为垂涕 而又将军 独下吏 当死 赎为庶人 缠鱼之顿走 其兵 往往与汉兵 相乱 而随缠鱼 缠鱼 久不与其 大众相得 其又陆离王 已为缠鱼死 乃自立为缠鱼 十余日 真缠鱼 复得其重 而又陆离王 乃去其缠鱼号 票继将军 既兵车重 与大将军军等 而无脾将 西以离杆等为大孝 当脾将 初代右北平 二千余里 绝大墓 直左方兵 或屯头王 韩王等三人 将军 相国当户 都尉八十三人 封狼居须山 善于孤眼 登临汉海 鲁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 天子以五千八百户 一封票继将军 又封其所部 又北平太守 陆伯德等四人 为列侯 从票侯破奴等 二人一封 孝未敢 为官内侯 十亿 君立足 为官赏赐甚多 而大将军 不得一封 君立足 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初赛 赛月官 及司马 凡十四万匹 而妇入赛者 不满三万匹 乃亦至大司马 为大将军 票继将军 皆为大司马 定令 令票继将军 置路于大将军等 自逝之后 大将军轻日退 而票继日益跪 大将军雇人门下誓 多去试票继 折得官军 为人安不肯 票继将军为人 少言不懈 有气赶往 天子常欲教之 孙无兵法 对曰 故方略和儒尔 不致学古兵法 天子为置地 令票继示之 对曰 匈奴未灭 无一家为也 由此尚义重爱之 然少贵不省事 其从君 天子未遣太官 及数十胜 即还 重车 于气凉肉 而誓有鸡者 其在塞外 足法梁 或不能自阵 而票继 上川玉踏居 事多此类 大将军为人人 喜事退让 以和柔 自媚于上 两人至操如此 事实 汉所杀戮匈奴 和八九万 而汉氏族悟故 亦数万 事后匈奴远顿 而牧南吴王亭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 至邻居 往往通渠 至田关 立足五六万人 少蚕食匈奴以北 然亦以马首 不负大出 及匈奴以 匈奴用赵信计 前使于汉 好辞请和亲 天子下其意 或言和亲 或言遂臣之 丞相掌使人场曰 匈奴心破困 以可使为外臣 朝请于边 汉氏人场于蝉鱼 蝉鱼大怒 留之不浅 事实 博士狄山亦 以为和亲辩 上亦问张汤 汤曰 此鱼如无知 狄山曰 尘故鱼 鱼中 若玉使大夫汤 乃榨中 于是上作色曰 无时生居一郡 能无时鲁入道乎 曰 不能 曰 居一线 对曰 不能 赴曰 居一帐间 山自夺便穷且下利 曰 能 于是上浅山成帐 至粤鱼 匈奴 斩山头而去 自事之后 群臣震慑 五感五汤者 誓岁 急按作罚免 以定乡太守 一纵为右内使 和内太守 王温书为中位 先是 宁成为官都位 立民出入官者 好曰 宁见如虎 无止 宁成之怒 急义纵为南阳太守 至官 宁成 侧行送迎 至郡 碎岸凝视 破碎其家 南阳立民 众族一纪 后席定乡太守 出至 延定乡狱中 重罪 轻戏二百余人 及宾客昆地 私入室 亦二百余人 亦捕 拘约 为死罪解脱 适日 接报杀四百余人 其后 郡中不寒而栗 适时 赵宇张汤 以身客为九卿 然其至上 伏法而行 纵专以 应激为至 王温书 使为广平都位 则郡中好感 网历十余人 以为爪牙 皆把其因重罪 而纵使 都盗贼 快其意 所欲得 此人虽有百罪 伏法 即有必因其事遗之 亦灭宗 以其故 其诏之交盗贼 不敢进广平 广平升为 道不时宜 谦和内太守 以九月至 令郡巨马五十匹为益 补郡中豪华 相连坐 千余家 上书请 大者至足 小者乃死 家进 莫入长赃 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 事论报 至流血十余里 河内 皆怪其奏 以为神速 今十二月 郡中无声 无感夜行 也无犬肺之道 其颇不得 失之 庞郡国 追求 慧春 温书顿足探曰 皆护 领冬月 一展一跃 足无事矣 天子闻之 皆以为能 故 卓为 中二千诞 其人 邵翁 以鬼神方 见上 尚有所姓 王夫人足 邵翁 以方 夜至鬼 如王夫人之貌 天子自围中 望见焉 于是 乃拜邵翁为 文成将军 赏赐甚多 以克里礼之 文成又劝上 做肝拳功 忠为台士 化天地太一诸鬼神 而至祭聚 以至天神 居遂于 其方一衰 神不智 乃为博书 以犯牛 阳不知 言曰 死牛腹中有奇 杀士得书 书言甚怪 天子拾其守书 问其人 果是伟书 于是 诸文成将军 而隐之 资质通箭 卷第二十 汉记十二 世宗孝武皇帝 中之下 袁寿五年 春 三月甲午 丞相李菜 坐到孝景元 阮帝 藏其中 当下历 自杀 霸三诸钱 更注五诸钱 于是 民多道住钱 处地由慎 上 以为怀阳 处地之交 乃照拜 吉岸 为怀阳太守 岸 福谢 不受印 照朔强语 然后奉照 岸 未上契约 臣自以为田沟壳 不复见陛下 不亦陛下 复收用之 臣常有狗马病 立不能任郡士 臣愿为中郎 出入尽踏 不过时宜 臣之愿也 上曰 君伯怀阳也 无今赵君已 故怀阳利民不相得 无图得君之重 沃而治之 岸祭辞行 过大行礼西曰 岸器竹居郡 不得欲朝廷异议 欲使大夫汤 致足以俱见 诈足以是非 无巧宁之语 辩数之词 非肯正位天下言 专讹主义 主义所不欲 因而悔之 主义所欲 因而欲之 好兴事 无文法 内怀诈以欲主心 外邪贼利 亦为威众 功列九卿 不早延至 功与之巨 受其路矣 喜味汤 终不敢言 即汤拜 上帝惜罪 石岸 石岸 以诸侯相志 居怀阳 十岁而足 赵喜 兼华 利民于边 下四月以卯 以太子少父 五强侯 庄清敌 为丞相 天子 天子病定 胡慎 无依无所不治 不欲 有水发根 言上郡有污 病而鬼神下之 上赵志 辞之甘全 疾病 使人问神君 神君言语 天子无忧病 病少欲 抢与我会甘全 于是病欲 遂其性甘全 病良矣 至久受功 神君非可得见 闻其言 言与人阴等 时去时来 来则风肃然 居士为中 神君所言 上是人寿 书其言 命之曰化法 其所语 世俗之所知也 无绝书者 而天子心读习 其事密 事莫知也 时尚促起 性甘全 过幼内始界中 道多不治 尚怒 上怒曰 义纵以我为不复 行此道乎 闲之 六年 东十月 玉水 无冰 尚记下 名前令 而遵补事 百姓 终莫分 才左宪观 于是 杨可 告名前 纵矣 义纵 以为此 乱民 不立补其为可使者 天子以纵为废格举事 弃纵事 郎中令礼感 愿大将军之恨其父 乃激伤大将军 大将军逆会之 居无何 敢从上拥 至甘全攻略 票计将军去并射杀杆 去并十方贵姓 上卫会 云路处杀之 下四月已四 妙力皇子红为齐王 但为燕王 虚为广陵王 出座告册 自造白金五诸钱后 立民之作盗注金钱 死者数十万人 其不发觉者 不可生计 天下大抵无虑 皆注金钱矣 犯者重 礼不能尽诛 六月 赵浅博士 楚大徐炎等六人 分寻郡国 举兼并之徒 即首相为利 有罪者 秋九月 冠军景桓侯 获去并轰 天子慎道之 为种 向其连山 出 获众如 利弊归家 取父生子光 去并既壮大 乃自知父为货仲儒 会为票计将军 积匈奴 道出河东 潜力迎仲儒而见之 大魏买田宅奴婢而去 即还 因降光 西至长安 任以为郎 稍千至奉车都位 光露大夫 适岁大农令 炎翼珠 初 亦以连职 烧千至九卿 尚语张汤 祭造白鹿皮壁 万亦 亦曰 金王侯朝贺 以仓臂 执数千 而以皮贱 反四十万 本末不相衬 天子不悦 张汤又与 义有戏 即人有告义 以他事 下张汤致义 义与客语 出令下 有不变者 义不应 微反纯 汤奏当 亦九卿 见令不变 不入盐 而富匪 论死 自逝之后 有富匪之法笔 而公卿大夫 多产于取荣矣 圆顶圆年 下五月 射天下 几东王彭黎 交汉 昏幕 与其奴 亡命少年 数十人 行票杀人 取财物 以为号 所杀发掘者 百余人 作废 洗上拥 二年 冬十一月 张汤 有罪自杀 出 欲使忠诚 李文 与汤有戏 汤所厚立 鲁叶居 因使人 上便 告文监事 事下汤制 论杀之 汤心之 叶居为之 上问 便是 宗记 安起 汤阳经约 此代文顾人愿之 叶居并 汤亲 位之 魔族 赵王 宿愿汤 上书告 汤大臣 难于 立魔族 以 欲为 大监 事下 庭位 叶居并死 事连 其地 地系 岛观 汤 亦 至 他 求岛观 见 叶居 地 欲 因 为之 而 阳 不行 叶居地 扶之 愿汤 使人 上书 告汤与 叶居 谋 共辩 告礼文 事下 简宣 宣长 与汤 有戏 即得此事 穷敬其事 畏奏也 会 人有 道发 孝文元 一前 丞相 清敌朝 与汤 约巨蟹 至前 汤 毒 不屑 上师 御史 按丞相 汤 御智其文 丞相 见之 丞相 换之 丞相 长使 朱 买臣 王朝 编通 解雇 九卿 二千 淡 事 换 绝在 汤前 汤 硕 那行 丞相 事 知三长使 宿贵 故灵 折 常使 欲之 三长使 皆怨恨 欲死之 乃与 丞相 谋 实力 不按 古人 填信等 约 汤且 欲奏 请 信 折 先 知之 居物 致 付 与 汤 分 之 誓 词 颇文 上 问 汤 约 无所 为 故人 折 先 知 之 亦 居其 物 事 类 有 以无 谋 告 之 者 汤 不屑 又 阳 经 曰 故 已 有 简 宣 亦奏 夜居 等事 天子 以汤 怀炸 面漆 使赵 与 窃 则 汤 汤 乃 为 书 谢 音 曰 献臣 者 三 长 十 也 遂 自 杀 汤 既 死 家产 值 不过 五百 斤 昆 帝 诸子 予 后 葬 汤 汤 母 曰 汤 为 天子 大臣 披 汤 恶 岩 而死 和后 葬 乎 再 以牛车 有官 无果 天子 闻之 乃 近 暗珠 三掌 使 十二月 仁臣 长相 轻敌 下狱 自杀 春 起 柏梁台 坐 长路盘 高 二十丈 大 七 围 以 同围之 上有 仙人掌 以 成路 或 玉泻 引之 云 可以 长生 公 世之秀 自此 日盛 二月 以太子 太父 赵州 为 丞相 三月 新亥 以太子 太父 石庆 为 玉使 大夫 大玉 雪 下 大水 关东 饿死者 已 千数 世岁 孔锦 为大农令 而桑红阳 为大农 忠成 烧制 军书 以通 货物 白金 烧 建 民不保 用 竟废之 于是 西晋 郡国 无筑 前 专令 上林 三官 筑 前 令天下 匪 三官 前 不得行 而民之 筑 筑 亦少 既其 费 不能 相当 为 真 公 大 监 乃 道 为之 魂野王 既 祥汉 汉兵 机 逐 匈奴 于 墓 北 自言 则 以东 空 无 匈 奴 西 遇 道 可通 于是 张迁 建言 乌孙王 昆末 本为匈奴臣 后兵 烧墙 不肯 覆朝 式匈奴 匈奴 功不胜 而远之 仅缠于 心困于汉 而 故魂野 地空 无人 满 以 俗炼 故地 又 贪汉 财物 仅成 以此时 后 必 陆 乌孙 昭 昭 以 亦 东 居 故魂爷 之地 与汉 结 昆 帝 其事 宜听 听 则是 断 匈奴 幼 辟也 寄连 乌孙 自其 西 大夏 之 鼠 皆可 招来 而为 外臣 天子 以为然 拜 千 为 中 郎 将 将 三百人 马 各 二匹 牛羊 以 万 数 及金碧 薄 执 数千 巨万 多 持 劫 父 使 道可 辩 潜 之 他 旁国 千 济 至 乌孙 昆 墨 见 千 礼 洁 甚 聚 千 欲 至 曰 乌孙 能 东 居 故 地 择 汉 浅 公 主 为 夫人 皆 为 兄弟 共 俱 匈 匈 匈 不足 破也 乌孙自已远汉 为之其大小 素服属匈奴日久 且又进之 其大臣皆为匈奴 不欲以喜 千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领 因分浅赴时使大渊康居大月之大夏安息捐毒于田及诸旁国 乌孙 乌孙发意道送千环 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千报谢 因令亏汉大小 誓岁千环道拜为大行 后岁于 千所前使通大夏之属者解破与其人聚来 于是西域使通于汉矣 西域凡三十六国 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 东西六千余里 南北千余里 东则接汉玉门阳关 西则现以葱岭 河有两园 一出葱岭 一出余田 河流东筑沿泽 沿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 从善善傍南山北 巡河西行至刹车为南道 南道西于葱岭 则出大跃之安息 自车师前王亭随北山巡河西行至书乐 为北道 北道西于葱岭 则出大渊康居 掩菜烟 故皆一属匈奴 匈奴西边日竹王 至同仆都位 使领西域 常居燕齐 微须 未离间 赴税诸国 取赴己燕 乌孙王既不肯东还 汉乃于魂夷王故地 至九泉郡 少发喜民 以充实之 后又分至五威郡 以绝匈奴 与枪通之道 天子得冤汉血马 爱之 名曰天马 使者相忘于道 以求之 诸使外国 一倍大者数百 少者百于人 人所积操 大仿不忘猴时 其后一席而衰少阴 汉率一岁中 使多者十余 少者五六倍 远者八九岁 尽者数岁而返 三年 冬 喜寒谷关于心安 春 正月物子 阳陵圆火 夏四月 玉宝 关东 关东郡国 十余鸡 人相识 常山县王顺兰 子博四 坐县王并不适疾 即居丧五礼废 喜房陵 后月宇 天子更封县王子平 为真定王 以常山为郡 于是五月 皆在天子之邦义 喜代王义为清禾王 世岁 匈奴依智携禅于死 子乌为禅于利 四年 东十月 上行性拥 此五至 赵曰 今上帝赈亲交 而后土无似 则礼不达也 其令有私意 立后土祠 于则中圆秋 上岁自下阳 东姓梵阴 事时 天子始寻郡国 何东守不义行智 不伴 自杀 十一月甲子 立后土祠 于梵阴水上 上钦望拜 如上帝礼 礼弼 行性行阳 还 至洛阳 奉周后姬家 为周子南军 春二月 中山静王圣轰 岳城侯丁义 建方氏鸾大 云与文成将军同师 上方毁诸文成 得鸾大大跃 大先是焦东康王 为人常美严 多方略 而敢为大言 处之不宜 大言曰 陈长往来海中 见安妻县门之属 故以陈为贱 不信陈 又以为康王诸侯尔 不足与方 陈之诗曰 黄金可成 而和觉可色 不死之药可得 仙人可质也 然陈恐笑文成 则方氏皆严口 污感言方哉 上约 上约 文成 使马甘死耳 子常能修其方 我何爱乎 大约 陈诗非有求仁 仁者求之 陈下 陈下 必欲智智 则贵其使者 另为亲属 以克里代之 乃可 诗通言于神人 于是 尚使宴小方 斗其 其自相触击 事实 尚方忧和觉 而黄金不救 乃拜大为 武力将军 又拜为 天室将军 帝室将军 大通将军 下 四月以寺 封大为乐通侯 十亿二千户 赐贾帝同千人 胜于赤车马 为账弃物 以冲其家 又以为长公主弃之 积金十万金 天子亲如武力之地 使者存问公己 相逐于道 自太主将相以下 解至九其家 现位之 天子又刻御印 曰天道将军 使使一语一 夜立白毛上 武力将军 亦一语一 立白毛上 受印 以示不沉 大剑数月 配六印 贵震天下 于是海上 因其之间 莫不亿万 自言有尽方 能神仙已 六月 凡因乌锦 得大顶于 未随后 土营旁 何东太守 以闻 天子 使艳问 乌得顶 无奸诈 乃以礼词 迎顶 至甘泉 从上行 见之 宗庙 及上帝 藏于甘泉宫 群臣 皆 上授贺 秋 立常山县王子 商为四水王 初 调侯周亚夫为丞相 赵羽为丞相使 府中皆称其联平 然亚夫夫任 约 吉之 予无害 然闻深 不可以 居大府 吉予为少府 比九卿 为酷吉 至晚节 立物为严峻 而予 更明 宽平 中卫隐其 素以赶斩 罚注明 即为中卫 立民 亦凋敝 逝岁 其作不生认 抵罪 尚乃 父以王温书 为中卫 赵羽为庭位 后四年 予以老 便为 燕相 事实 立志皆以 惨客 乡上 读 左内使 泥宽 劝农业 缓刑罚 礼御送 物在 得人心 择用人后事 推情与下 不求名声 立民 大信爱之 收租税时 财阔侠 与民 相假代 已故 租多不入 后有 君发 左内使 以 付租客店 当免 民文当免 皆恐失之 大家牛车 小家担负 输租 强主不绝 客更以罪 尚由此 欲其宽 初 南越文王 遣其子应其 入宿位 在长安 娶 邯郸 旧氏女 生子兴 文王 云其立 乃藏其心 五弟喜 尚书 请立 旧氏女为后 兴为四 汉硕使使者 风欲 应其入朝 应其上乐 善杀生自自 聚入见妖 用汉法 笔内诸侯 故称病 遂不入见 应其轰 事曰明王 太子兴代曆 其母为太后 太后自魏为英 其基石 常与霸灵人 安国 少纪通 逝岁 尚使安国 少纪 王玉王 王太后 已入朝 比内诸侯 令便是 见大夫 忠君等 宣其词 永世 魏臣等 辅其诀 魏魏陆伯德 降兵 屯贵阳 待使者 南越王年少 太后 中国人 安国少纪王 赋予私通 国人 颇支支 多不负太后 太后 恐乱起 异欲 异欲以汉威 朔劝王 及群臣 求内属 即因使者 上书 请彼 内诸侯 三岁一朝 除边关 于是天子 许之 赐其 丞相 吕家 银印 及内使 中卫 太父印 于得 自制 除其 故 情 亦行 用汉法 比内诸侯 使者 皆留 赈府之 上行 姓庸 且交 或曰 五帝 太医之 左也 一例 太医 而上 亲交 上 仪 未定 其人 公孙 清曰 今年得宝鼎 其东 新寺 朔诞 冬至 与皇帝 时等 清有 杂书 曰 皇帝得 宝鼎 是最 己有 朔诞 冬至 凡三百八十年 皇帝 先登 于天 因 毕人 奏之 上 大 岳 赵问 清 对 曰 受 此 书 深 功 深功 曰 汉兴 赴当 皇帝 之时 汉之 圣者 在 高祖 之孙 且 曾孙 也 保 顶出 而 与 神通 皇帝 皆 万 陵 明 庭 明 庭者 甘 全 也 皇帝 才 守 山 同 筑顶 于 京 山 下 顶 继 成 有 龙 垂 忽然 下 迎 皇帝 皇帝 上其隆 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聚登天 于是天子曰 接护 常德如皇帝 无事去妻子如托席儿 拜卿为郎 使东后神于太世 五年 五年 东 十月 上 此五智 于庸 遂于拢 西登 空 铜 拢 西手 以 行网 簇 天子 从关 不得时 惶恐 自杀 于是 上 北出 萧 关 从 数万 计 列 新秦 中 以 乐 编 兵 而归 先秦中或千里无庭教 于是诸北地太守以下 尚又姓甘全 礼太依慈谈 所用词句如雍一智而有佳音 五地坛还居旗下四方地 为坠四群神从者及北斗云 十一月 新四朔 冬至 魅爽 天子使交拜太医 朝朝日 西西月择一 其词 烈火满坛 坛旁 烹吹聚 有丝云 慈上有光 有云 昼有黄气 上驻天 太史令谈 慈观宽书等 请三岁天子一交见 赵从之 南岳王 王太后 赤智行装 众资为入朝聚 其向吕家 年长矣 向三王 宗族 宗族是患为掌力者 七十余人 南晋上王女 女晋驾王子弟宗氏 即苍无秦王有怜 其居国中慎重 得重心 欲于王 王之上书 朔见智王 王福听 有判心 朔昌病 不见汉使者 使者皆助一家 誓未能诸 王 王太后 一孔家等 心事发 欲借汉使者权 谋诸家等 乃至酒 请使者 大臣皆誓作饮 家地为将 将族居宫外 酒行 太后 为家约 南越内属 国之利也 而相君苦不变者 何也 以激怒使者 使者 胡以相障 遂莫敢发 家见耳目飞逝 集起而出 太后怒 欲聪家以毛 王指太后 家遂出 借其帝兵 旧舍 称病 不肯见王 及使者 因与大臣谋作乱 王肃无意诸家 家知之 已故数月不发 天子文家不听命 王 王太后 孤若不能治 使者 妾无绝 又以为 王 王太后 以富汉 独屡 家为乱 不足以兴兵 欲使 庄参 以二千人 王使 参曰 以豪网 数人足矣 以无网 二千人 无足以为也 此不可 天子 罢参 夹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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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北向 寒千秋 奋约 以区区之月 又有 王 王太后应 独向 吕家 为害 愿得 勇士三百人 必 斩家 以报 于是天子 遣千秋 与王太后帝 纠乐 将二千人 往 入月境 吕家 等 乃遂返 下令 国中约 王年少 太后 中国人 也 又与使者 乱 专欲 内属 尽持 先王 宝器 入县 天子 以自媚 多从人 行 至长安 鲁迈 以为 同仆 取自托 一时之力 无故 肇事设计 为万事 律计之意 乃与其地 将族 公沙王 王太后 及汉使者 遣人告 苍吾秦王 及其 朱俊县 立 明王 长男 岳妻子 竹阳侯 建德 为王 而 韩千秋 兵入 破树 小义 其后 岳开直到几时 位置 颇余 四十里 岳以兵 积千秋等 遂灭之 使人 寒风 汉使者 节 至赛上 好为 曼辞 谢罪 发兵 守 要害处 春 三月 人 五 天子 文 南月 返 约 韩千秋 虽无功 义 军风之冠 封其子延年 为成安侯 舅乐子 为王太后 守院属汉 封其子广德 为龙抗侯 夏四月 赦天下 丁丑会 日有十之 秋 遣福波将军 陆伯德 出贵阳 下黄水 楼船将军 杨蒲 出豫章 下真水 归一月侯岩 为歌船将军 出零零 下李水 甲为夏赖将军 下苍武 接降罪人 江淮以南 楼船十万人 越迟一侯仪 别降巴蜀罪人 发夜郎兵 下脏科江 贤惠魄鱼 其相部 是尚书 请父子 与其席传者 枉死难越 天子下诏 包美事 自觉 观内侯 金六十金 填十请 布告天下 天下莫应 事实 列侯以白蜀 皆莫求 从军积月 会九月长咒 祭宗庙 列侯以令 现金助祭 少福省金 金有清 及色恶者 上金令 何以不敬 夺绝者 百六人 心思 丞相赵州 坐之列侯 骤金清 下狱 自杀 秉申 以御史大夫 实庆为丞相 封穆秋侯 实国家多士 桑红阳等 智利 王温书之署 俊法 而尼宽等 推文学 皆为九卿 耕尽用事 事不观 绝于丞相 丞相庆 纯锦而已 武力将军 庄智行 东入海 求其师 继而不敢入海 知太山词 上师人随艳 时无所见 武力望颜 见其师 其方 尽多不受 坐乌网 腰斩 乐成侯 以弃士 西枪众 十万人返 与匈奴通使 功顾安 为福喊 匈奴入五园 杀太守 六年 东 发足十万人 遣将军李西 郎中令徐自为 争西枪 平之 楼船将军 杨璞入月地 显现巡峡 破石门 错月峰 以数万人 带福波将军 陆伯德 折至俱进 楼船居前 至颇余 南粤王建德 向李家承守 楼船居东南面 浮波居西北面 会幕 楼船功拜月人 纵火烧成 浮波为营 遣使者 招降者 赐印寿 赴纵令相招 楼船立功烧笛 屈而入浮波营中 离诞城中皆祥 建德家 以夜王入海 浮波遣人追之 校尉司马苏洪 得建德 月郎都基 得家 歌船下赖将军兵 即迟一侯所发 夜郎兵位下 南粤以平矣 遂以其地为南海 苍吾 玉林 河浦 交植九珍 日南诸牙 丹尔九郡 诗环 上一封福波 封楼船为江梁侯 苏洪为海长侯 都基为林蔡侯 及月祥将 苍吾王赵光等四人 皆为侯 公孙卿后神河南 公孙卿后神河南 言见仙人祭高士成上 春 天子亲信高士成事祭 问清 德吾孝文成五历乎 清月 先者非有求人主 人主者求智 其道非宽甲 神不来 言神事如鱼弹 既以岁月 乃可置也 赏信之 于是郡国各除道 善致公冠 名山神祠 以望兴焉 塞南越 慈泰一 后土 使用越武 十亿侯发南仪兵 寓以激南越 居兰军 恐远行旁国 陆取老弱 乃与其重反 杀使者 及建为太守 汉乃发巴蜀罪人 当机南越者 巴孝魏 前中狼将 郭昌 魏广 将而积之 诸居兰 及穷军 左侯 遂平南仪为 脏科郡 叶狼侯 始以南越 南越已灭 叶狼遂入朝 尚已为叶狼王 染芒 接阵孔 请臣致力 乃以穷都为越西郡 左都为沈黎郡 染芒为问山郡 广汉西白马为五都郡 初 东越王于善上书 请以族八千人 从楼船几旅家 兵至接阳 以海风波为解 步行 持两端 因始难越 即汉破婆余 不至 阳脯上书 愿便引兵几东越 尚已士族 劳眷 不许 令诸孝屯豫 豫章梅岭以待命 于善闻楼船请诸之 汉兵临静 乃遂返 发兵据汉道 号将军邹历等 为吞汉将军 入白沙武林 梅岭 沙汉三孝位 适时 汉使大农张成 故山州喉齿 将臀 伏感姬 却就便处 皆作魏诺珠 于善自称武帝 上誉 父使杨仆将 为其伐贤劳 以书斥择之曰 将军之功 独有先破石门 巡霞 非有斩将 千骑之时也 乌足以焦人哉 前破婆余 补降者以为鲁 决死人以为祸 是一过也 师见得吕家 得以冬月为源 是二过也 士族鲁路连岁 将军不念其勤劳 而请圣传行赛 因用归家 怀银黄 垂三祖 花香里 是三过也 师其内顾 以道恶为解 是四过也 问军数刀架 而阳不知 邪为甘君 是五过也 受赵不智兰池 明日又不对 家令将军之力 问之不对 令之不从 其罪何如 推此心在外 江海之间 可得信乎 仅东越深入 将军能率众 以眼过否 仆恍惯恐对约 远近死赎罪 上乃遣横海将军 韩月出勾章 浮海从东方网 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 中尉王温书出梅岭 以岳侯为歌传下赖将军 出若爷白沙 以及冬越 不忘侯既以通西域尊贵 其历事征上书 言外国奇怪厉害求使 天子为其绝远 非人所乐望 听其言 与杰 慕立民 无问所从来 为具备人众浅之 以广其道 来还 不能无亲道弊物 即使失职 天子为其习之 折腹暗至重罪 以激怒令赎 腹求使 使端无穷 而轻犯法 其立足 亦折腹 胜推外国所有 严大者与杰 严小者为父 故望淫无形之徒 皆争孝之 其使皆贫人子 思县观积物 与见世 以思其力 外国亦验汉使 人人有言轻重 夺汉兵远不能治 而尽其食物 以苦汉使 汉使罚绝 鸡苑至乡攻击 而楼兰车师 小国当空道 攻劫汉使王辉等 游慎 而匈奴骑兵 又时遮击之 使者争言西域 皆有诚意 兵若一击 于是天子潜 扶居将军 公孙赫将万五千计 出九元二千余里 至扶居井而还 匈和将军 赵破奴将万余计 出灵居数千里 至匈和水而还 以赤逐匈奴 不使遮汉使 皆不见匈奴一人 乃分五威九泉地 至张叶敦煌郡 喜民已识之 誓岁 其向补士为御使大夫 誓既在位 乃言 郡国多不便县官 作严铁器 苦恶嫁贵 或抢令民买之 而传有算 伤者少 物贵 上游士不悦不适 出 司马相如病且死 有遗书 颂公德言福瑞 劝上封泰山 上赶其言 慧得宝鼎 上乃与公卿诸生 亦封善 封善用悉矿诀 莫知其疑 而诸方氏又言 封善者何不死之名也 皇帝已上 封善皆知怪物 与神通 秦皇帝不得上封 陛下必欲上 稍上即无封语 遂上封语 上游士乃令诸如 彩尚书 周官王志之文 草封善仪 数年不成 封以问 左内使尼宽 宽曰 封泰山 善良府 招姓考瑞 帝王至圣节也 然想见之意 不住于京 尘已为 封善告成 何趋于天地神奇 为圣主所由 制定其当 匪群臣之所能列 今将举大事 悠游数年 使群臣得人人自尽 终莫能成 为天子见中和之吉 兼总调冠 今生而御震之 以顺成天庆 垂万世之机 尚乃自制仪 颇彩如树以闻之 尚为封善瓷器 以示群儒 或曰 不与古同 于是尽罢诸儒不用 尚又以古者 先镇兵侍旅 然后封善 元丰元年 东十月 夏兆曰 南越东欧 贤浮其孤 西满北夷 颇未吉木 朕将寻边垂 公秉武节 至十二部将军 亲率师隐 乃行 自云阳 北历上郡 西河 武园 出长城 北登禅于台 至朔方 临北河 遣使者郭吉 告禅于曰 南越王头 已悬于汉 北阙 今缠于能战 天子自降带边 不能 即南面 而缠于汉 河图远走 往逆于墓北 寒苦 无水草之地 无为也 与足 而缠于大怒 力展 主客见者 而留郭吉 千知北海上 然匈奴一折 终不敢出 尚乃还 即皇帝种桥山 士兵虚如 尚曰 无闻皇帝不死 仅仅有种 何也 公孙青月 皇帝已先上天 群臣私慕葬其衣冠 上探月 吾后升天 群臣亦当葬无衣冠 于东灵户 乃还甘全 类辞太医 类辞太医 尚以补士不习文章 贬至为太子太父 以泥宽 代为御史大夫 汉兵入冬月境 冬月速发兵巨贤 使训北将军守武林 楼传将军族 前唐元忠谷 斩训北将军 故月眼侯吾阳 以其亿七百人 反攻月军于汉阳 月建成侯敖 与瑶王居谷杀于善 以其众详 上封中谷为玉尼侯 阳为卯石侯 居谷为东城侯 敖为开陵侯 又封横海将军月 为暗道侯 横海校尾福为辽英侯 冬月降将多军为吴熙侯 尚以敏帝贤祖 朔反复 终为后世换 乃赵诸将 西齐敏 喜于江淮之间 遂须其地 春正月 上行性高逝 礼记中月太逝 从官载山下闻 若有言万岁者三 赵词官 加赃太事词 谨无法其草木 以山下户三百 为之奉义 上岁东寻海上 行礼此八神 其人之上书 言神怪奇方者 已万数 乃一发传 令言海中神山者 数千人 求蓬来神人 公孙卿迟结常先行 后明山至东来 言 夜见大人 长树杖 旧之则不见 奇迹甚大 累秦寿云 群臣有言 见一老父牵狗 言 无欲见巨公 以乎不见 赏既见大计 未信 即群臣又言老父 则大意为仙人也 肃流海上 与方氏转车及见使 求神仙 仁已签署 下四月 还至凤高 礼此地主于梁府 以某 令世中儒者 疲变近身 射牛行事 封泰山下东方 如交辞太一之礼 封广 丈二尺 高九尺 旗下有御碟书 书密 礼必 天子独语世中 奉车都尉 或子侯上泰山 亦有风 其事接近 明日下阴道 秉晨 善泰山下指 东北肃然山 如记后土里 天子皆亲拜见 依上皇 而尽用月焰 江淮间 毛三脊为神脊 五色土一砸风 其风善词 夜若有光 智有白云出风中 天子 从善环 从善环做明堂 群臣更上寿 送功德 赵约 赵约 朕以渺身成至尊 经经眼 唯德 菲薄 不明于礼乐 故用是八神 早天地 旷世 筑见景象 谢然如有闻 赵约 朕于怪物 欲止不敢 遂登封泰山 至于梁府 然后生善 肃然自心 嫁于士大夫庚史 其以十月为 元丰元年 行所寻至 伯凤高 舌丘 丽城 梁府 民田租 不付 解代除之 无出金年算 此天下民 绝一级 又以五载一寻寿 用是泰山 令诸侯各至底 泰山下 天子既以封泰山 无封语 而方氏 更严彭来诸神 若将可得 于是上心然 树姬玉之 赴东至海 上望言 尚欲自浮海 求蓬来 群臣见 莫能指 东方朔曰 浮仙者 得之自然 不必造求 若其有道 不忧不得 若其无道 虽至蓬来 见仙人 亦无异也 臣愿陛下 帝环宫静处 已须之 神人将自治 尚乃指 会奉车 或子侯报病 一日死 子侯 去病子也 尚甚道之 乃遂去 并海上 北至极时 寻自辽西 立北边 至九园 五月乃至甘全 凡周行 万八千里云 先是 桑红阳 为智宿都位 领大农 尽管天下盐铁 红阳做 平准之法 令远方 各以其物 如一时商骨 所转范者 为父 而相灌输 至平准于经师 都寿天下卫书 大农诸官 尽隆天下之货物 贵即卖之 见则买之 欲使富商大股 无所谋大利 而万物不得腾涌 至是 天子寻寿俊献 所过赏赐 用博百余万匹 钱金以巨万计 皆取足大农 弘扬又请立 得入宿补官 及罪人赎罪 山东 曹宿 亦岁六百万旦 一岁之中 太仓 甘泉仓满 鞭鱼谷 诸物 君书 薄五百万匹 民不义父 而天下用饶 于是 红阳 赐绝左树掌 黄金 再摆金烟 适时小汉 上令官求雨 补士言曰 县官当十足一税而已 仅弘阳另立 坐式列四 饭物求利 烹弘阳 天乃雨 秋 有星背于东景 后十余日 有星背于三台 望弃王朔言 后独见镇兴出如瓜 实请赋入 有思接约 陛下见汉家风善 天骑报得星云 齐怀王洪洪 吴子国除 资质通建卷第二十一 汉记十三 世宗孝武皇帝夏之上 元丰二年 冬十月 上行姓雍 慈武至 还助慈太医 以拜得星 春正月 公孙清言 见神人东来山 若云遇见天子 天子于是 兴高士成 拜清为中大夫 遂至东来 素留之 数日无所见 见大人寄云 父浅方士求神怪 采知药 以签署 十岁汉 天子既出无名 乃倒万里沙 下四月 还 过辞泰山 初 何觉护子 后二十余岁不复色 两储之地 由被其害 世岁 上师吉人 郭昌二清 发足数万人 色护子和绝 天子自泰山环 自临绝合 陈白马 玉璧于和 令群臣从官 自将军以下 接复兴 足田绝合 筑公其上 名曰 宣房宫 岛河北行二渠 富与旧地 而两储之地富宁 无水灾 上环长安 出令岳屋 辞上帝白鬼 而用鸡捕 公孙清言 先人好楼居 于是上令长安 坐飞连 桂冠 甘泉 坐益寿 盐寿冠 使清 持节 摄聚 而后 神人 又坐 通天经台 至 慈聚 旗下 更至 甘泉 前殿 一广 诸 公式 出 全焉之势 常略属 珍藩朝鲜 为智利 驻障赛 勤灭焉 疏辽东外教 汉兴 为其远南守 复修辽东 故赛 致配水为戒 属焉 焉王卢婉返 入匈奴 焉人未满 亡命 聚挡 千余人 追济 蛮夷 而东走出塞 渡 沛水 居秦 故空地上 下障 烧 一鼠 针番 朝鲜 蛮夷 即因 亡命者 望之 都 亡 贤 会 校会 高后时 天下 出定 辽东 太守 及 约满 为外臣 宝塞外 蛮夷 无始 道鞭 诸蛮夷军 欲入见天子 勿得 禁止 已故 满得以兵威财物 亲详 其旁 小义 针番 临臀 积来 腐蜀 仿数千里 传子 至孙 幼渠 所幼汉 亡人 滋多 又 未尝 入见 陈国 欲 尚书 见天子 又 雍恶 不通 誓岁 汉史 涉河 幼渝 幼渠 终 不肯 奉赵 何 去 至 戒 上 临 佩 水 史欲刺杀宋河者朝鲜皮王长 集度 持入赛 遂归报天子曰 杀朝鲜将 尚未其名美 集不结 拜和为辽东东部都位 朝鲜院河 发兵席功 杀河 六月 甘泉坊中产之九经 尚未知赦天下 尚以汉为忧 公孙清曰 皇帝时 封则天汉 甘封三年 尚乃夏诏曰 天汉 亦 甘封乎 秋 坐明堂于问上 赏目天下死罪为兵 前楼船将军杨朴 从其扶渤海 左将军寻至出辽东 以讨朝鲜 出 上士王然瑜 以月破及诸南夷兵威 欲滇王入朝 滇王者其中数万人 其旁东北有劳身弥墨 解同姓相障 魏肯听 劳身弥墨 朔侵犯使者立足 于是尚浅将军郭昌 中郎将魏广 发巴蜀兵 击灭劳身弥墨 以兵临滇 滇王举国降 请致力入朝 于是 以为义州郡 似滇王王印 副长其民 事实 汉密两月平西南夷 至出郡时期 且以其故俗制 无赴税 南洋汉中 以网郡 各以地比 几出郡立足 奉时 避雾 转车 马背聚 而出郡时时 小反 杀利 汉发南方立足 网诸之 见遂万余人 废皆养己大农 大农以军书 调盐铁祝父 故能善之 然兵所过 现未以资己 无法而已 不敢言善妇法矣 是岁 以御使中城 南洋渡州为庭位 州外宽 内身刺骨 其至大仿张汤 十赵玉亦多 二千诞戏者 心故相应 不减百余人 庭位一岁至千余张 张大者 连带正案数百 小者数十人 远者数千 近者数百里惠玉 庭位及中都官 赵玉代至六七万人 力所增加十万余人 三年 东十二月 雷 玉宝 大如码头 尚浅将军赵破奴 及车师 破奴与清记七百余先制 鲁楼兰王 碎破车师 因举兵威 以困乌孙大渊之数 春征月假身 封破奴为浊野侯 王辉左破奴积楼兰 封辉为浩侯 于是九拳列亭杖 至玉门矣 出座绝底戏 鱼龙蔓延之数 汉兵入朝鲜境 朝鲜王右渠发兵巨贤 楼船将军将其兵七千人 先制王贤 右渠成首 窥知楼船军少 及出城击楼船 楼船军拜散 顿山中十余日 稍求退散族 复聚 左将军及朝鲜 配水西军未能破 天子为两将未有力 乃使卫山 引兵威往御右渠 右渠见使者 顿首谢 愿祥 孔两将炸沙尘 今见信节 请复祥 遣太子入谢 献马五千匹 即溃军粮 人重万鱼 持兵 方度配水 使者及左将军 以其为便 为太子 以福祥 以令人无持兵 太子亦以使者 左将军炸沙之 遂不度配水 赴隐归 山环抱天子 天子朱山 左将军破配水上军 乃前至城下 围其西北 楼船亦晚会 居城南 右渠遂监守城 数月未能下 左将军所将燕带族 多敬汉 楼船 楼船将其族 以偿败王困辱 族皆恐 将心残 其为右渠 长池和解 左将军及机智 朝鲜大臣 乃因见使人 思约祥楼船 往来言 尚未肯绝 左将军 朔与楼船七战 楼船欲救其约 不会 左将军 义使人 求见戏 降下朝鲜 朝鲜不肯 心赴楼船 已故两将不相能 左将军心意楼船 前有失君罪 今与朝鲜思善 而又不降 以其有反计 未敢发 天子 以两将为成乖义 兵久不绝 使济南太守 公孙岁 往正之 有便宜得以从事 岁至 左将军曰 朝鲜当下 久之不下者 楼船朔期不会 据以速所意告 曰 仅如此不取 空为大害 岁亦以为然 乃以捷赵楼船将军 入左将军营祭市 即命左将军麾下 执楼船将军 并其军 以报天子 天子 朱岁 左将军 已并两军 即 及及朝鲜 朝鲜向路人 向韩阴 尼西向参 将军王甲相语谋曰 使御降楼船 楼船金直 独坐将军并将 战一级 恐不能与战 王又不肯降 阴甲路人 接王降汉 路人到死 下 尼西参 使人杀朝鲜 王又渠来降 王显常 位下 故又渠之大臣 常己又反 赴公立 左将军使 又渠子 常 降向路人之子 最告遇其民 朱常己 以故随定朝鲜 为乐浪临屯 玄兔 真潘四郡 封参为护青侯 因为敌居侯 甲为平州侯 常为姬侯 最以赴死颇有功 为涅阳侯 左将军征制 坐征公相及乖计 弃势 楼船将军 一座兵至列口 当代左将军 善先纵 师王多 当诸 赎为庶人 班固曰 玄兔乐浪 本姬子所封 西姬子居朝鲜 较其民以礼役 田蚕之座 为民设尽八条 香沙 以当时长沙 香商 以谷长 香道者 男末入为其家奴 女为弊 欲自赎者 人五十万 虽免为民 俗有修之 嫁娶无所受 是以其民忠不相道 无门户之弊 妇人真信不淫辟 其田野饮食以边斗 都一波仿效力 往往以悲弃食 竟出取利于辽东 利见民无必赃 即古人王者 夜则为道 俗烧一搏 金鱼饭尽尽多 只六十余条 可贵在 人贤之话也 然东夷天性柔顺 溢于三方之外 故孔子道 道步行 舍浮浮于海 欲居九宜 游宜也浮 秋七月 郊西渔王端轰 五都低返 分喜九泉 四年 东十月 上行姓雍 此五至 通回中道 遂北出消关 立独路明泽 自带而还 姓河东 春三月 此后土 设坟因下阳中都 此罪已下 下大汉 匈奴自未获杜牧以来 惜父为寇 远袭北方 修养驶马 袭涉猎 朔时史于汉 好词甘言求请和亲 汉时北地人王屋等 窥匈奴 屋从其俗 去节入穷庐 禅于爱之 养许甘言 为浅其太子入汉为志 汉时阳信于匈奴 信不肯从其俗 禅于曰 故替汉常前汪主 及赃序食物有品 以和亲 而匈奴亦不扰兵 今乃欲反骨 令吴太子为志 吴姬以 信既归 汉又使王屋王 而禅于父禅以干颜 予多得汉财物 戴卫王屋曰 吴玉入汉见天子面 相约为兄弟 王屋归报汉 汉未禅于筑底于长安 匈奴曰 非得汉贵人使 五不语长语 匈奴使其贵人治汉 并汉语要预遇之 不幸而死 汉使陆冲国 配二千诞印寿王使 因诵其丧 后葬 值数千金 曰 此汉贵人也 禅于以为 汉杀无贵使者 乃留陆冲国不归 诸所言者 禅于特空带王屋 书无意入汉 及遣太子 于是匈奴硕士 骑兵侵犯汉边 乃拜郭昌伟 拔胡将军 及卓野侯 屯硕方以东 背胡 五年 东 上南巡寿 至于圣堂 望似于顺于久仪 登前天柱山 自寻阳福江 亲涉交江中 获之 逐炉千里 驳踪阳而出 遂北至狼牙 并海 所过里辞其名山大川 春三月 还至泰山 增丰 甲子 始似上帝于明堂 配以高祖 隐朝诸侯王 列侯 受郡国祭 下四月 设天下 所兴献 无出今年租赋 还 兴甘权 交太制 长平列侯 未清空 其种 向庐山 上 济壤雀 胡越 开地赤镜 乃至 交止 朔方之州 即 济幽 并眼 徐清 阳经 寓意 两等州 凡十三部 皆至 赐史 阴 上 以明辰 文武 御进 乃下诏曰 盖有非常之功 必带非常之人 故马或奔驰 而至千里 是或有 富俗之累 而立功名 辅负 辅 负饭驾之马 拓持之事 亦在 欲之而已 其令周 郡 查 利民 有 茂财 一等 可为 将相 即使 绝国者 六年 东 上 行性 回中 春 梁 作守 守 山 山 公 三月 行性 河东 雌后土 设 凡 因 殊死 以下 汉记通西南仪开武郡 遇帝阶已前通大下 遂前使十余辈出此出郡 皆避昆明为所杀夺避雾 于是天子设经师王命令从军 遣跋湖将军郭昌将以击之 斩首数十万 后妇前使竟不得通 秋 大汉 黄 乌孙使者见汉广大 归报其国 其国乃亦众汉 匈奴闻乌孙与汉通 怒 欲姬之 有其旁大渊月之之属皆是汉 乌孙于是孔 时使愿得上汉公主为昆帝 天子于群臣义许之 乌孙以千匹马网聘汉女 汉以江都王建女系军为公主 往建乌孙 赠送圣圣 乌孙王昆墨已为幼夫人 匈奴奴义前女 公主自治宫室居 岁时依再与昆墨会 至酒饮食 昆墨年老 言语不通 公主悲愁思归 天子闻而连之 建岁前使者以为账锦绣 己未焉 昆墨曰 我老 欲使其孙残娶上公主 公主不听 上书言状 天子报约 从其国俗 欲与乌孙共灭湖 残取遂弃公主 昆墨死 残取代吏 为昆迷 事实 汉使昔于聪领 抵安息 安息发使 以大鸟卵及离轩善绣人 陷于汉 集诸小国 欢钱 大义 车师 乌迷 苏谢之属 皆随汉使 献见天子 天子大悦 西国使 更来更去 天子 美巡寿海上 西从外国客 大都 多人则过之 散财博 以赏赐 后聚已饶几支 以懒事 汉赴后颜 大绝底 出奇系 诸怪物 夺聚观者 行赏赐 酒池肉林 令外国客 便观 名仓库 护腐藏之鸡 减汉之广大 轻害之 大渊左右多葡萄 可以为酒 多木序 添马 试之 汉时采齐时以来 天子种之于离宫别灌旁 急望 然西域已进匈奴 常为匈奴使 待之过于汉使焉 试岁 匈奴乌为缠于死 子乌师奴隶 年少 好而缠于 自此之后 缠于亦西北喜 左方兵直云中 右方兵直九泉敦黄郡 太初元年 冬十月 上行姓泰山 十一月甲子朔诞 冬至 祠上帝于明堂 冬至海上 考入海 及方式求神者莫艳 然一浅 即遇之 已有 柏梁台灾 十二月甲午朔 上清善高里 祠厚土 临渤海 将以望 祠蓬来之暑 即至书严严 春上环 以柏梁灾 故朝诸侯受祭于甘泉 甘泉作诸侯底 岳人勇之曰 岳俗 有火灾覆起屋 必已大 用圣福之 于是作建章宫 度为千门万户 其东则凤雀 高二十余障 其西则堂中 数十里虎障 其北至大池 建台高二十余障 命约太叶池 中有蓬来方丈 盈州湖粮 向海中神山 鲑鱼之曙 其南有玉堂闭门 大鸟之曙 立神明台 井干楼 度五十丈 碾道相煮焉 大中大夫公孙卿 胡遂 太史令司马迁等焉 立即坏费 已改征朔 上召倪宽与博士次等共议 以为一用下正 下五月 召清岁千等 共造汉太初历 以正月为岁首 色上黄 数用五 定官明 邪音律 定宗庙百官之仪 以为典长 垂之后世云 匈奴 匈奴儿蝉鱼好杀伐 国人不安 又有天灾 处多死 左大都尉使人建告汉曰 我欲杀蝉鱼降汉 汉远 急兵来迎我 我急发 尚乃 上乃遣 因于将军公孙敖 驻塞外寿祥城以应之 秋八月 尚行性安定 汉使 汉使入西域者言 冤有善马 载二师城 逆不肯与汉使 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之 冤王 与其群臣谋曰 汉去我远 而沿水中朔败 出其北有湖寇 出其南伐水草 又且往往而决意 伐食者多 汉使数百人违背来 而常伐食 死者过半 是安能至大君乎 无奈我何 二师马 冤宝马也 遂不肯与汉使 汉使怒 妄言 垂金马而去 冤贵人怒曰 汉使至轻我 遣汉使去 令其东边豫城王遮宫 杀汉使取其财物 于是天子大怒 诸常使冤 姚定汉等言 冤兵若 常以汉兵不过三千人 强弩射之 可进卢矣 天子常使卓野侯 以七百计 卢楼兰王 以定汉等言为然 而欲侯宠击李氏 乃拜李夫人兄 广丽为二师将军 发蜀国六千计 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 以往罚冤 妻至二师城取善马 顾号二师将军 赵使成为军政 顾号侯王辉使导军 而李齿为校尉 致军事 陈光曰 五帝欲侯宠击李氏 而使广丽将兵罚冤 其意意为非有功不侯 不欲赴高地之约也 福军旅大事 国之安危 民之死生戏言 苟为不择贤余而受之 欲侥幸直齿之功 借以为名而思其所爱 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欲也 然则五帝有鉴于封国 无鉴于智将 为之能守先帝之约 臣约过矣 中卫王温书作为奸吏 罪当族自杀 使两帝及两婚家 亦各自作他罪而足 光禄勋徐自为语 背负古有三足 而王温书最至同时而五足乎 关东黄大起 非西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雾身 暮秋田侯时庆轰 润月丁丑 以太仆公孙贺为丞相 封葛益侯 时朝廷多事 都则大臣 自公孙弘后 丞相必坐誓死 时庆虽以谨得忠 然朔辈遣 贺引拜为丞相 不受应受 顿手替气不肯起 上来起去 贺不得已拜出约 我从事带矣 我从事带矣 三月上行姓河东 辞后土 下五月 即利民马补车记马 秋黄 二师将军之西也 既过盐水 当到小国各成首 不肯几时 公之不能下 下者得时 不下者数日则去 彼至玉成 使智者不过数千 皆姬皮 公玉成 玉成大破之 所杀伤甚重 二师将军与李尺 赵氏成等计 至玉成尚不能举 况至其王都护 引兵而还 至敦煌 事不过十一二 时时尚书言 道远乏时 且士族不换战而换鸡 人少 不足以拔冤 愿且罢兵 一发而复网 天子闻之 大怒 时时遮玉门月 君有赶入者 遮斩之 二师孔 因流敦煌 上游以寿祥城 去匈奴远 遣郡姬将军 赵破奴 将二万余计 出朔方西北 二千余里 七至郡姬山 而还 卓野侯 既至七 左大都尉 欲发而绝 禅于朱之 发左方兵 姬卓野侯 卓野侯行补首鲁 得数千人 还 位置寿祥城四百里 匈奴兵八万计为之 着野侯 夜自出囚水 匈奴见 补生德着野侯 因吉吉其君 君力为王将而诛 莫相劝归者 君遂莫于匈奴 而禅于大喜 因遣骑兵 公寿祥城 不能下 乃扣入边而去 东十二月 泥宽足 三年春正月 焦东太守 严广为玉使大夫 上东寻海上 考神仙之暑 皆无宴 令祠官 离东泰山 下四月 还 修丰泰山 扇时驴 匈奴儿缠于死 子年少 匈奴 立其继父 又贤王 勾离湖为缠鱼 上前光禄勋 徐自为 出武援赛数百里 援者千余里 驻城障列亭 西北至卢渠 而使游姬将军 韩月 长平侯 卫抗 屯其旁 使强弩都尉 陆伯德 驻银泽上 秋 匈奴大入定乡云中 杀掠数千人 拜数二千弹而去 行破坏光路所住 长列亭杖 又使幼贤王 入九泉张叶 掠数千人 会君证人文激旧 尽赴师所得而去 试岁 虽阳侯张昌 作为太常伐祠 国储 出 高祖封功臣为列侯 百四十有三人 使兵阁之余 大成明都 民人散亡 户口可得而数 才十二三 大侯不过万家 小者五六百户 其封爵之誓约 使黄河如带 泰山若历 国以永存 原及苗义 深以丹书之信 众以白马之盟 即高后时 尽插地列侯位赐 藏诸宗庙 富在有私 代文景四五世间 留民既归 户口一息 列侯大者 至三四万户 小国自辈 富后如之 资孙孙交易多敌法进 陨身失国 至世建侯才四人 网一扫密烟 汉既亡浊野之兵 公卿义者 皆怨罢冤军 专利公胡 天子夜出兵诸冤 冤小国而不能下 则大夏之属 见清汉 而冤善马 决不来 乌孙伦台 亦苦汉事 为外国孝 乃暗言罚冤 由不变者 邓光等 社囚徒 发恶少年 及边际 岁于而出 敦煌者六万人 富思从者 不欲 牛十万 马三万匹 驴 妥妥 以万数 击粮兵弩 甚社 天下骚动 转乡奉罚冤 五十余校尉 冤城中五景 及城外流水 于是潜水宫 洗其城下水 空已学其城 亦发数甲族 十八万九泉 张叶北 致居炎修徒 屯兵已为九泉 而发天下利 有罪者 亡命者 亡命者 及坠续古人 故有势疾 父母大父母 有势疾者 凡七科 折为兵 及再辈 己二师 转车人徒 相连主 而拜洗马者 二人为职 驱马效尉 被破冤 则取其擅马云 于是二师后 复刑 兵多 所至小国 莫不赢 初时几军 至轮台 轮台不下 攻树日 图之 自此而息 平行至渊城 兵盗者三万 冤兵迎击汉兵 汉兵射败之 冤兵走入 保其城 二师御功 御城城 恐流行 而令冤 一声炸 乃先至冤 掘其水源 遗之 则冤 故以忧困 为其城 攻之四十余日 冤贵人谋曰 王五寡 逆善马 杀汉使 今沙王 而出善马 汉兵已解 即不解 乃立战而死 未完也 冤贵人皆以为然 供沙王 其外城坏 鲁冤贵人 勇将兼迷 远大孔 走入城中 持王五寡头 潜人使二师 约约 汉无功我 我进出善马 自所取 而挤汉军时 即不听 我进杀善马 康居之旧又且至 至 我居内 康居 居外 与汉军战 熟记之 何从 事实 康居 后世汉兵上圣 不敢进 二师 闻渊城中 心得汉人 之穿井 而其内 时尚多 既以为 来诸守恶者 无寡 无寡头 已至 如此不许 则坚守 而康居 后汉兵 皮来救渊 破汉兵 必以 乃许渊之约 渊乃出其马 令汉自责之 而多出十 四汉军 汉军取其善马 数十匹 中马以下 聘母三千余匹 而立渊贵人 只顾时 遇汉善者 明媚菜 为渊王 与蒙 而罢兵 出 二师起敦煌西 分为庶君 从南北到 校尉王身生 将千余人 别至玉城 玉城王 击灭之 庶人托王 走二师 二师 令搜宿都尉 上官杰 往攻玉城 玉城王 往走康居 杰追至康居 汤居 闻汉已破冤 出玉城王 与劫 劫令 四济士 副首 亦二师 上规济士 赵帝 孔师 玉城王 拔剑 鸡斩 其手 追及二师 四年 春 二师将军 来至 京师 二师 所过 小国闻冤破 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 见天子 因为至焉 均还 入马千余匹 后行 均非伐时 战死不慎多 而降利滩 不爱足 亲谋之 以此物故者重 天子 为万里而伐 不露其过 乃下诏 封李广丽 为海西侯 封赵帝 为新智侯 以上官杰 为少府 君官吏 为九卿者 三人 诸侯 向郡守 二千担 百余人 千担以下 千余人 奋行者 观过其望 以折过行 皆处其牢 士族赐 值四万钱 匈奴闻二师 争大冤 欲遮之 二师兵胜 不敢当 即遣记 因楼兰 后汉史 后过者 欲绝悟通 时汉 君政人文 将兵 屯 欲门关 不得 声口 知状以文 上赵文 辩道引兵 补楼兰王 将意却不择 王队曰 小国在大国间 不良数 无以自安 愿喜国 入居汉地 上执其言 遣归国 亦因史 后思匈奴 匈奴自事 不慎 亲信楼兰 自大冤破后 西域证据 汉史 入西域者 亦得值 于是自敦煌西 至言泽 往往启庭 而轮台 渠离 皆有田足 数百人 致使者 效尉领护 以己使 外国者 后岁于 冤贵人 以为 媚菜 善于 使我国 御徒 乃相予 杀媚菜 立吴寡 昆帝 禅封 为冤 王 而遣其子 入世于汉 汉因 时时 录赐 以 朕辅之 禅封 于汉 约 遂献 天马 二匹 秋 起 明光 宫 上 行 行 回 中 匈奴 勾离 湖 禅于 死 匈奴 立其地 左大都位 居堤侯 为禅 于 天子 欲因 伐渊之 威 遂困 胡 乃 下诏 曰 高皇帝 一阵 平成 之忧 高后时 禅于 书 绝悖逆 喜 其香 功 赴 九世 之仇 春秋 大之 居堤侯 禅于 出力 恐 汉 习之 乃 曰 我 儿子 安 敢 望汉 汉 天子 汉 天子 我 藏人 行也 隐进归汉史之不祥者路冲国等时时来现 天汉元年 春 正月 上行性甘泉 交太制 三月 行性河东 辞厚土 汉 上 上家匈奴 禅于 之义 前中郎将苏武送匈奴史留在汉者因后路禅于达其善意 吾宇 吾宇 腹中郎将张胜及贾力常惠等聚既致匈匈奴致臂未禅于 禅于一焦非汉所望也 汉钩王与长水渔长等及卫律所降降者因香与谋及禅于母燕之归汉 为律者 富顾长水湖人 律善邪律都位李延年 延年见延律始于匈奴 始还 闻延年加收 遂王祥匈奴 禅于爱之 于谋国事 立为丁陵王 于常在汉时 素与父张胜相知 思厚圣曰 闻汉天子慎怨未律 常能为汉俯弩射杀之 无母帝在汉 幸蒙其赏赐 张胜许之 以货物与长 后跃于 禅于出列 独燕之子弟在 于常等七十余人愈发 其一人夜王告之 禅于子弟发兵宇战 沟王等皆死 于常生德 禅于使 为律制其事 张胜文之 张胜文之 孔潜于发 以状欲武 五约 是如此 此必及我 见犯乃死 众复国 欲自杀 圣会共旨之 于常国隐张胜 禅于怒 赵诸贵人义 欲杀汉使者 左一致资语 吉谋禅于 何以附加 宜皆详之 禅于使为律 赵武受辞 武卫会等 曲解辱命 虽生 何面目以归汉 引佩刀自赐 魏律经 自报持武 持照一 凿地为侃 至晕火 赴武其上 倒其背 以出血 武弃绝 半日复兮 慧等哭 于归迎 禅于壮其节 朝夕遣人 后问武 而收戏张胜 武异欲 禅于时时小武 欲详之 会论于常 欲因此时详武 剑斩于常矣 律曰 汉使张胜 谋杀禅于进尘 当死 禅于目详者赦罪 举剑欲击之 圣请详 律为武约 父有罪 当相作 武约 本无谋 又非亲属 何谓相作 父举见你之 武不动 律曰 苏军 律前父汉归匈奴 姓蒙大恩 赐号称王 雍众数万 马处弥山 富贵如此 苏军今日详 明日复然 空以身高草野 谁富知之 武不应 律替 律曰 君因我详 于君为兄弟 仅不听无计 后虽与父见我 尚可得户 武骂律曰 辱为人臣子 不顾恩义 叛主被亲 为降虏于蛮夷 何以辱为鉴 且缠于信辱 使绝人死生 不平心持政 反欲斗两主 观祸拜 南越沙汉使者 徒为九郡 冤枉沙汉使者 头选北阙 朝鲜沙汉使者 即使诸灭 读匈奴为耳 若知我不详明 御令两国相攻 匈奴之祸 从我时矣 律之武终不可携 白禅于 禅于御意御详之 乃幽武至大教中 绝不饮食 天欲雪 武卧 涅雪 与沾毛并验之 数日不死 匈奴以为神 乃习武北海上无人处 使目低 曰 低辱乃得归 别其官署常会等 各智他所 各智他所 天欲白毛 下大汉 五月射天下 发折树屯五元 卓野侯赵破奴自匈奴王归 世岁 济南太守王清 为御史大夫 二年春 上行性东海 还性回中 下五月 遣二师将军广力 以三万计出九权 即又贤王于天山 德湖首鲁万余吉而还 匈奴大为二师将军 汉军乏食数日 死伤者多 贾司马 隆西赵冲国 与壮士百余人 溃为宪阵 二师引兵随之 遂得解 汉冰误故十六期 冲国 身披二十余窗 二师奏壮 赵征冲国 亦行在所 第亲见 是其窗 皆探之 败为中郎 汉副使因与将军敖出西河 强弩都尉陆伯德 会捉土山 无所得 出 李广有孙灵 为世中 善其社 爱人下世 帝已为有广之风 拜祭都尉 使将丹阳楚人五千人 教舍九权张业 以背狐 即二师姬匈奴 上赵陵 欲使为二师将 资重 陵叩头自请约 臣所将屯边者 皆经厨永世 其财 即经厨永世其才剑客也 厉恶虎 赦命重 愿得自当一对 到蓝鱼山南 以分蝉鱼兵 无令专项二师军 上约 将物相属耶 无发君多 无济于辱 灵队 无所事迹 臣愿以手击中 步兵五千人 设蝉鱼亭 上壮而许之 因赵陆伯德 将兵半道营陵军 伯德亦修为陵后聚 奏言 方秋 匈奴马肥 未可宇战 愿流陵至春聚出 上怒 以陵悔不欲出 而叫伯德上书 乃赵伯德 引兵击匈奴于西河 赵陵以九月发 出遮鲁杖 至东郡基山南 龙乐水上 徘徊观鲁 及无所见 还 抵寿祥城修士 陵渝市将其 步足五千人 出居言 北行三十日 至郡基山指营 举徒所过山川地形 使徽下纪 陈步月还以闻 步月照见 道灵将帅 得势死利 赏慎月 拜步月为郎 灵至郡基山 与蝉鱼相植 既可三万为灵君 君居两山间 以大车为营 灵引誓出营外围阵 前行持几顿 后行持弓弩 鲁见汉军少 直前就营 灵搏战弓之 千弩俱发 应闲而倒 鲁还走上山 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蝉鱼大惊 照左右帝兵八万余计弓灵 灵且战且隐难行 数日抵山谷中 连战 士族众矢商 三窗者载年 两窗者降车 一窗者持兵战 赴战首三千余级 隐兵东南 寻故龙城道行 四五日 抵大则家伟中 鲁从上风纵火 灵意令军中纵火已自救 南行至山下 蝉鱼在南山上 使其子降计击灵 灵军步道树木间 覆杀数千人 因发连弩尘蝉鱼 蝉鱼下走 逝日补德鲁言 蝉鱼曰 此汉精兵 机之不能下 日夜隐无难尽赛 得吾有伏兵呼 诸当户君长 接言 蝉鱼自降数万计 击汉数千人不能灭 后吾已复始鞭臣 令汉意清匈奴 赴栗战山谷间 赏四五十里 得平地不能破 乃还 事时 灵军一级 匈奴既多 战一日数十和 赴伤杀鲁二千余人 鲁不利欲去 会灵军后管赶 为校尉所辱 王翔匈奴 据言 灵军无后救 涉时且尽 读将军麾下 及校尉 成安侯 韩延年 各八百人为前行 以黄与白为制 当使经济 涉之 即破译 禅于德感 大喜 史记并攻汉军 即呼曰 李灵 韩延年 促祥 岁遮道 及功灵 灵居谷中 路在山上 四面舍 史如雨下 汉军 汉军难行 位置低汉山 一日五十万室接近 即汽车去 世上三千余人 土斩车扶而持之 君力持持刀入峡谷 禅于遮其后 长鱼下垒时 士族多死 不得行 婚后 灵便依独步出营 直左右 无随我 丈夫依去禅于耳 良久灵还 太夕曰 兵败 死矣 于是进展惊奇 及珍宝埋地中 灵探曰 复得数十使 足以脱矣 今无兵复战 天明 坐寿复矣 各鸟寿散 有有得托 归报天子者 令军士 仁持二生背 一片兵 期至遮戳战者相待 夜半时 击鼓起誓 鼓不明 灵与寒颜年 聚上马 壮士从者 十余人 鲁迹数千追之 寒颜年战死 灵月 无面目 报陛下 遂降 军人分散 脱智赛者 四百余人 灵拜处 去赛百余礼 边赛以闻 尚预灵死战 后闻灵祥 赏怒慎 责问陈不悦 不悦自杀 群臣皆罪灵 尚已问太史令司马迁 迁圣言 灵 世亲孝 与世信 常奋不顾身 以训国家之急 其宿所续姬也 有国事之风 今举世衣不幸 全躯保妻子之臣 随而眉灭其短 诚可痛也 且灵堤不足 不满五千 身柔荣马之地 亦数万之师 鲁旧死扶伤不暇 西举隐功之民 共功为之 转道千里 是尽道穷 是张空圈 茂白刃 北手争死敌 得人之死利 虽古名将不过也 身虽献败 然其所摧败 亦足扑于天下 彼之不死 一遇得荡 以报汗也 上一千为乌网 欲举二师 为灵游睡 下千辅行 九知 上悔灵无救 曰 灵当发出赛 乃 乃赵强弩都位 令营军 作御赵制 得令老将生奸诈 乃前使 烙赐灵渝军 得托者 尚以法治愈下 好遵用酷吏 而郡国二千旦为智者 大抵多酷暴 立民意清犯法 东方盗贼资起 大群至数千人 攻成义 取酷兵 是死罪 妇辱郡太守 都位 杀二千旦 小群以白属 略露相离者 不可生属 道路不通 上十时 玉矢中成 丞相长矢都知 福能尽 乃使光禄大夫 范坤 吉顾九卿张德等 以秀衣 持截虎福 发兵以兴机 斩首大郡 获之万余吉 即以法诸通行 饮食当连坐者 诸郡慎者数千人 数岁 乃颇得其取帅 散足师王 父聚党祖山川者 往往而群居 无可奈何 于是做禅命法 约群道起不发觉 发觉而补福满贫者 二千旦以下至小吏 主者皆死 其后小吏未诸 虽有道不敢发 恐不能得 做客雷辅 辅意使其不言 故道贼尽多 故道贼尽多 上下相为逆 以文词必发焉 事实 报圣之为直指使者 所诸杀二千旦以下游多 威震周郡 至渤海 文郡人郡不宜贤 情与相见 不宜容貌尊严 一官慎尾 圣之席旅起迎 登堂坐定 不宜据地曰 切福海滨 闻报公子旧矣 今乃成言皆词 凡为力 太刚则折 太柔则废 微行 师之以恩 然后 树公扬明 永中天路 圣之申纳其戒 即环 表见不宜 上照拜不宜 为青州刺事 济南王贺 亦为秀衣玉士 逐补 魏郡群道 多所纵舍 以奉使不趁免 叛曰 无闻活千人 子孙有风 无所活者万余人 后世其兴护 世岁 以匈奴降者 戒和王 长免为开灵侯 将楼兰国兵 及车师 匈奴遣又贤王 将数万计就之 汉兵不利 隐去 资质通鉴 卷第二十二 汉记十四 世宗孝武皇帝 夏之夏 天汉三年 春二月 王清有罪自杀 以执金吴渡舟 为御使大夫 初雀九姑 三月 上行姓泰山 修风 四明堂 阴寿祭 还 慈长山 亦玄玉 方氏之后似神人 入海求蓬来者 终吴有宴 而公孙卿 由以大人计为解 天子亦代宴方氏之怪于予矣 然由鸡迷不绝 寄遇其真 自此之后 方氏言神词者弥重 然其孝可独矣 夏四月 大汉 涉天下 秋 匈奴入燕门 太守作为诺弃士 四年 春正月 朝诸侯王于甘泉宫 法天下七科哲 及勇敢士 遣二师将军李广丽 将计六万 步兵七万出朔方 强弩都尉陆伯德 将万余人与二师会 游姬将军韩岳 将步兵三万人出五元 阴渝将军公孙敖 将计万 步兵三万人出燕门 匈奴闻之 习远其磊众 于渔无水北 而禅渝 以兵十万带水南 与二师接战 二师解而隐归 与禅渝连斗时余日 游姬无所得 因渝与左贤王战 不利 隐归 时尚浅熬 深入匈奴 迎李陵 熬军无功还 音曰 不得生口 言李陵 叫禅渝为兵 以备汉军 故臣无所得 尚于世足灵家 继而闻之 乃汉将降匈奴者李旭 非灵也 灵使人刺杀旭 大燕之欲杀灵 缠于逆之北方 大燕之死 乃还 缠于以女弃灵 立为幼孝王 与卫律皆贵用事 卫律常在禅于左右 邻居外 有大事乃入役 下四月 立皇子伯为昌义王 太史元年 春正月 公孙敖坐七围巫谷腰斩 喜郡国豪杰于茂陵 下六月 赦天下 逝岁 匈奴居堤侯谷于死 有梁子 长为左贤王 次为左大将 左贤王位置 贵人以为有病 刚立左大将为蝉于 左贤王闻之 不敢进 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 而让未淹 左贤王此以病 左大将不听 未曰 即不幸死 传之于我 左贤王许之 遂立 为葫芦孤蝉于 以左大将为左贤王 数年病死 其子心心禅不得待 更以为日竹王 禅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 二年 春正月 尚行姓回忠 杜周族 光露大夫 报圣之为御史大夫 秋 汉 赵忠大夫 白宫 奏川渠引荆水 首起谷口 尾入丽阳 驻魏中 茂二百里 改填四千五百余请 因名曰白渠 民得其饶 三年 春正月 上行姓甘泉宫 二月 姓东海 获赤燕 姓狼牙 礼日成山 当知福 福大海而还 适岁 皇子福灵生 福灵母 曰河间赵节鱼 居勾异宫 任身十四月而生 上曰 闻西姚十四月而生 今勾异亦然 乃命其所生门 曰姚母门 陈光曰 为人君者 动静举措不可不慎 发于中必行于外 天下无不知之 当事时也 皇后太子皆无恙 而命勾异之门 曰姚母 非明也 是以奸人 逆探上意 知其其爱少子 欲以为四 岁有为皇后太子之心 足成巫骨之祸 悲伏 赵人将冲为水恒都位 出 冲为赵敬宿王客 得罪于太子丹 王陶 亦却告赵太子因事 太子作废 上赵冲入见 冲荣帽魁暗 背拂清迷 上旗之 予予正事 大悦 由氏由宠 拜为直指 秀依使者 使督察贵 其尽臣 于耻者 冲举和 无所必 上亦为中职 所言皆重义 常从上甘权 逢太子家使 乘车马行迟道中 冲以主力 太子闻之 使人谢冲曰 非爱车马 乘不欲令上闻之 以教斥无诉者 为将军宽之 冲不听 遂白奏 上曰 人臣当如是意 大见信用 威震惊师 四年 春三月 上行姓泰山 人武 似高祖于明堂 以配上帝 因受祭 鬼位 似孝景皇帝于明堂 假身 修风 秉须善时驴 下四月 姓不羁 五月 环 姓建章宫 赦天下 东 十月 假银会 日有十支 十二月 上行姓雍 此武至 西至安定 北地 争和元年 争和元年 春争月 上还 姓建章宫 三月 赵敬肃王 彭祖轰 彭祖取江都义王 所姓闹鸡 声南 好闹子 石闹鸡胸为汉患者 上赵问 闹子何如 对曰 为人多欲 上曰 多欲不宜军国子民 问吴史侯昌 曰 吴旧吴玉 上曰 如是可以 前使者 立昌为赵王 下大汉 上居建章宫 建议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 以其一人命收之 男子捐剑走 逐之俘获 上怒 斩门后 东十一月 发三府济世大搜上林 必长安城门锁 十一日乃解 乌骨拾起 长相公孙贺夫人均如 魏皇后子也 贺游世有宠 贺子净生 代父为太仆 娇奢不奉法 善用北军钱千九百万 发掘下狱 事时照补杨陵大侠 他诸安氏慎吉 贺自请逐补安氏以赎敬生罪 尚许之 后果得安氏 安氏孝曰 成相货及宗矣 遂从狱中上书 告敬生与杨时公主私通 尚且尚甘权 史乌当迟到买偶人 住祖上有恶言 二年春正月下贺渔 暗宴父子死渔中家族 以卓俊太守刘屈毛为成相 封彭侯 屈毛中山静王子也 下四月大封发屋折目 润月朱义公主杨时公主及皇后弟子 长平侯抗皆坐乌骨珠 尚行姓甘权 初 尚年二十九乃生历太子 慎爱之 己长姓人数温锦 尚行其才能少不累己 而所姓王夫人生子红 李姬生子旦旭 李夫人生子伯 皇后太子宠尽衰 常有不自安之意 尚觉知 为大将军清曰 汉家庶世草创 假似宜亲临中国 朕不变更制度 后世无法 不出师征伐 天下不安 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 是习王秦之计也 太子敦重好敬 必能安天下 不使朕忧 欲求守闻之主 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闻皇后与太子 有不安之意 其有之也 可以亦小之 大将军顿手谢 皇后闻之 托三请罪 太子美见征伐四仪 上孝约 无当其劳 以义未辱 不义可乎 上美行性 常以后世 父太子 宫内父皇后 有所平决 还白旗罪 上亿无益 有时不行也 上用法言 多认身克力 太子宽厚 多所平反 虽得百姓心 而用法大臣 皆不悦 皇后恐久获罪 每戒太子 以留取上亿 不应善有所纵舍 上文之 是太子 而非皇后 群臣宽厚长者 皆赴太子 而身库用法者 皆悔之 邪臣多党语 故太子欲少而悔多 为清轰 臣下无妇外家为拒 竟欲购太子 上亿诸子书 皇后 昔得见 太子 长夜皇后 一日乃出 皇门苏文 告上曰 太子 与 宫人戏 上亿太子 宫人 满二百人 太子 后知之 心贤文 文与小 皇门 长荣 王碧等 常 威似 太子过 折增加白志 皇后 切齿 使太子 白诸文等 太子曰 帝 物为过 何为文等 上聪明 不信邪宁 不足优也 上长小不平 使长荣 赵太子 容颜 太子有喜色 上莫然 即太子智 尚察其貌 有替气处 而养语笑 尚怪之 更威问 知其情 乃诸容 皇后 亦擅自防贤 必贤疑 虽酒无宠 尚被礼欲 事实 方氏 及诸神乌 多具精师 帅皆左道 获重 便幻无所不为 女巫往来宫中 教美人度饿 美巫折埋 牧人祭祀之 因妒忌 因妒忌慧力 更相告捷 以为助祖上 无道 尚怒 所杀后宫 引己大臣 死者数百人 尚心 既以为夷 长昼寝 猛牧人 数千 持杖 欲击上 尚经物 因事体不平 遂苦 忽忽 不善望 将冲自已 与太子 及魏氏有戏 见上年老 孔宴嫁后 为太子所诛 因事为奸 言上集穗 载巫谷 于是尚以冲为使者 致巫谷欲 冲降胡乌 决地求偶人 补谷及叶祠 是鬼 染巫 另有处 折收补 验至 烧铁 钱拙 抢福之 民转乡 乌以乌骨 利折 何以为大逆无道 自京师三府 连吉郡国 坐而死者 前后数万人 事实 上春秋高 以左右 解尾骨 驻祖 有与无 有与无 莫敢送其冤者 冲 冲济之上意 因胡乌谈何言 宫中有骨气 不除之 尚中不差 尚乃使冲入宫 至尚中 坏玉座 绝地求骨 又使暗道侯寒月 御使张贡 皇门苏文等著冲 冲先至后宫 西姓夫人 以赐及皇后太子宫 决地纵横 太子皇后无腹失床处 冲云 于太子宫得牧人犹多 又有博书 所言不道 当奏文 太子聚问少妇时德 德据为师父并诸 因为太子曰 前丞相父子 两公主及魏氏 皆作此 仅巫与使者 绝地得征宴 不知巫智之耶 将食游耶 无以自明 可脚以劫 收补充等细域 穷至其奸诈 且尚及再甘全 皇后及嘉丽 请问皆不报 尚存亡未可知 而奸臣如此 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太子曰 无仁子安得善诛 不如归谢 幸得无罪 太子 太子将枉之甘全 而江冲持太子圣吉 太子既不知所出 遂从石得计 秋七月 仁武 太子使客诈为使者 收补充等 按道侯月 以使者有诈 不肯受诏 客格杀月 太子自临斩冲 骂曰 赵鲁 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也 乃富乱无父子也 又至胡乌上林中 太子使摄人无居 时节夜入魏央宫殿 长丘门 因长玉以华 聚白皇后 发中旧车 在摄氏 出武库兵 发长乐宫魏族 长安扰乱 言太子返 苏文蹦走 得王规甘权 说太子无状 上曰 太子必拒 又奋冲等 故有此便 乃时使赵太子 使者不敢进 归报云 太子凡以成 欲斩臣 臣逃归 上大怒 丞相屈毛文便 挺身头 王其应寿 使长使 承及致以文 上问 丞相何为 对曰 丞相秘之 未敢发兵 上怒曰 是极极如此 何为秘也 丞相无周公之风已 周公不诸管菜乎 乃次丞相 喜书 曰 不斩反者 自有赏罚 以牛车为鲁 无皆短兵 多杀伤势重 兼必成门 无令反者得出 太子宣言 告令百官云 帝在甘泉 病困 已有变 奸臣欲作乱 尚于是从甘泉来 姓承熙建张公 照发三府进宪兵 部中二千弹以下 丞相兼将之 太子一遣使者 较至设长安中 督官囚徒 命少傅时德 及宾客张光等分将 使长安囚如侯 持节发长水 及宣区胡迹 皆以装会 侍郎马通使长安 因追捕如侯 告胡人曰 皆有诈 勿听也 岁展如侯 引记入长安 又发急诏事 已与大红炉商秋成 初 汉杰纯斥 以太子持斥杰 故更为黄毛家上 已相别 太子力车北军南门外 照护北军使者仁安 与杰令发兵 安拜寿杰 入门 入门 门不出 太子引兵去 驱四世人 凡数万众 至常乐西雀下 逢丞相军 合战五日 死者数万人 血流入沟中 民间接云太子返 已故众不负太子 丞相 丞相父兵尽多 庚吟太子兵败 南奔赴岸城门 私直田人部闭城门 已为太子父子之亲 不欲及之 太子由氏得出王 丞相 丞相欲斩人 欲使大夫报圣之 为丞相曰 私直立二千诞 当先请 奈何善斩之 丞相逝人 上文尔大怒 下吏则问御使大夫曰 私直纵凡者 丞相斩之 法也 大夫何以善止之 圣之惶恐自杀 赵遣宗正流长 执今无流感 奉策收皇后喜寿 后自杀 上以为仁安老历 见兵士起 欲做官成败 见圣者何从之 有两心 与田人结妖斩 上以马通或如侯 长安男子景见 从通或时德 商丘成立战或张光 方通为众和侯 见为德侯 成为杜侯 诸太子宾客 常出入宫门 接坐诸 其随太子发兵 以返法族 立士劫掠者 接喜敦煌郡 以太子在外 使致屯兵 长安诸城门 赏怒慎 群下幽据 不知所出 胡官三老茂上书曰 臣闻父者游天 母者游地 子游万物也 故天平地安 物乃茂成 父此母爱 子乃孝顺 今皇太子 为汉誓嗜 成万事之业 提祖宗之重 亲则皇帝之宗子也 将冲 不一之人 吕炎之历尘尔 陛下显而用之 显至尊之命 以破促皇太子 造势奸诈 群邪错谬 是以亲戚之路 隔色而不通 太子尽则不得见上 退则困于乱臣 读冤疾而无告 不忍愤愤之心 岂而杀冲 恐惧不逃 子道复兵 以救难自免耳 臣妾以为无邪心 诗曰 盈盈轻盈止于藩 凯替君子无信谗言 谗言网及 焦乱四国 王者将冲 谗杀赵太子 天下莫不闻 陛下不省察 身过太子 发圣怒 举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降 智者不敢言 便是不敢睡 臣妾痛之 为陛下宽心 为义 少察所亲 无患太子之妃 击霸假兵 无令太子九王 臣不生全权 出一旦之命 戴罪 建章功下 疏奏 天子感悟 然上未敢显言 赦之也 太子王 东智胡 藏匿全究里 主人嘉贫 常卖剧 以己太子 太子有故人在胡 闻其复善 使人呼之而发觉 八月心骇 立围捕太子 太子自夺不得托 即入世聚户自经 山阳男子 张富昌为族 族踏开户 新安令时 李寿 驱抱解太子 主人公 遂格斗死 皇孙二人 并皆遇害 上继商太子 乃封李寿 为渔侯 张富昌 为提侯 初 尚为太子 立伯望苑 使通宾客 从其所好 故宾客 多以异端尽者 陈光曰 古之明王 教养太子 为之则方正 敦良之事 以为保父 师友 使朝夕 与之有处 左右前后 无非正人 出入起居 无非正道 然有有 淫放邪辟 而陷于 祸败者焉 今来使太子 自通宾客 从其所好 福正直男亲 产于一合 此故 忠人之常情 宜太子 之不忠也 鬼害 地震 九月 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立赵敬肃王 小子眼为平肝王 匈奴入上古五元 杀略利民 三年春正月 上行性拥 至安定北地 匈奴入五元九泉 杀两都尉 三月 三月 前李广丽将七万人出五元 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 马通将四万计出九泉 集匈奴 下五月 下五月 射天下 匈奴禅于闻汉兵大出 西喜其资重北底至居水 左贤王屈其人民 渡渡于五水六七百里 居兜贤山 禅于自将精兵渡孤居水 商丘成军制 追邪境 无所见 还 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计追汉军 转战九日 至普努水 鲁不利 还去 马通军至天山 匈奴使大将 远渠将二万余计 邀汉兵 建汉兵墙 引去 通无所得失 事实 汉孔车师 遮马通军 遣开陵侯 长免 将楼兰 魏黎 威须等六国兵 共为车师 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二师将军出赛 匈奴使右大都尉 与魏律将五千计 妖姬汉军 于夫阳沟山峡 二师击破之 城上追北至范夫人城 匈奴奔走 莫敢拒敌 初 二师之初也 丞相刘屈毛为祖道 送至魏桥 广丽曰 愿君侯早请昌义王为太子 如立为帝 君侯常和幽护 屈毛许诺 昌义王者 二师将军 女帝 李夫人子也 二师女为屈毛子妻 故共欲立言 会内者令 郭阳告 丞相夫人 丞相夫人驻祖上 及与二师共导辞 欲令昌义王为帝 暗宴 罪至大逆不道 六月 赵在曲毛除车已训 腰斩东市 妻子消守华阳队 二师妻子一收 二师闻之 幽聚 其愿胡亚夫 以避罪从君 睡二师曰 夫人世家皆在历 若还 不称义 事与御会 至居以北 可负得见户 二师游是胡怡 深入妖宫 遂北至至居水上 卢已去 二师前护军将二万计 渡至居之水 逢左贤王 左大将将二万计 与汉兵合战一日 汉军杀左大将 卢死伤甚重 君长使与绝归都尉 挥取侯谋曰曰 将军怀一心 与威众求功 恐必败 谋供执二师 二师闻之 斩长使 引兵还至燕燃山 禅于之汉军劳眷 自降五万计 遮击二师 想杀伤甚重 也欠汉军前 身树齿 从厚及积之 君大乱 二师岁祥 禅于素知其汉大将 以女弃之 尊宠在魏律上 宗族岁灭 邱黄 九月 故城府令公孙勇 与克胡倩等谋反 欠诺称光禄大夫 严始都盗贼 淮阳太守田广明觉知 发兵补斩烟 公孙勇亦秀衣 乘四马车致鱼 与首位为不害等诸之 封不害等四人为侯 立民以巫谷相告言者 暗艳多不识 上坡之太子惶恐无他意 会高禽郎田千秋上即便 宋太子冤约 子弄富兵罪当吃 天子之子过物杀人 当何罪灾 陈长茂一白头翁叫陈炎 尚乃大感悟 赵见千秋 谓约 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 宫独明其不然 此高庙神灵始宫教我 宫当遂未无辅佐 历拜千秋为大鸿炉 而足灭江冲家 焚苏文于横桥上 即全究礼家兵任于太子者 初为北地太守后族 尚连太子无辜 乃座私子宫 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 天下闻而悲之 四年春正月 上行性东来临大海 欲浮海求神山 群臣见上福厅 而大风汇明海水费涌 上流十余日 不得御楼船 乃还 二月丁有 雍现无云 如雷者三 云十二 黑如一 三月 上更于据定 还姓泰山 修风 更吟 似于明堂 鬼四 善时旅 见群臣 尚乃言曰 朕即位以来 所为狂辈 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 自今是有伤害百姓 米费天下者 习霸之 田千秋月 方氏言神仙者慎重 而无险功 臣请解霸赤浅之 尚曰 大红炉言事也 于是西霸诸方氏后神人者 事后赏每对群臣自叹 向时余霍 为方氏所欺 天下岂有仙人 尽妖望耳 节时服药 差可少病而已 下六月 还姓甘全 丁四 以大红炉填千秋为丞相 仿富民侯 千秋无他才能 又无伐月功劳 特以一言勿意 数月取宰相 封侯 是未尝有也 然为人敦厚有志 居未自称 予于前后述功 先是搜宿都尉桑洪阳 与丞相御史奏言 轮台东有盖田五千情以上 可遣屯田足 致孝位三人分户 一众五谷 张业九泉 遣记加司马为赤后 牧民壮见赶席者一田索 一砍盖田 稍住列亭 连城而息 以威西国 赴乌孙 上乃下诏 身尘既往之悔约 前有思奏 欲一民赴三十 驻边用 是重困老若孤独也 而今又请 遣足田轮台 轮台西渔车师千余里 前开陵侯 挤车师时 虽胜祥其王 以辽远伐时 道死者赏数千人 谷者轻大夫欲谋 参以师规 不及不行 乃者以驸马书 便是丞相 御史二千诞 朱大夫郎 为文学者 乃至郡 蜀国都位等 皆以鲁自负其马 不祥甚灾 或以为 欲以献强 福部族者 是人有余 公车方式 太史至兴 忘弃 及太部归师 皆以为 即匈奴必破 实不可再得也 又曰 北伐行江 与府山必客 卦 诸将二师最疾 故阵亲发二师下府山 照之必无深入 今计谋挂照 皆反谬 众和侯得 鲁后者 乃言 驸马者 匈奴祖 君士也 匈奴常言 汉极大 然不耐饥渴 师一郎 走千阳 乃者二师拜 君士死略离散 悲痛 常在振心 今又请 远田轮台 愈起亭碎 是扰牢天下 非所以忧民也 朕不忍闻 大鸿鲁等 又亦欲目囚徒 送匈奴使者 明封侯之赏 以报愤 此五霸所福为也 且匈奴得汉详者 常提夜搜索 问以所闻 其得行其技乎 当今物在 尽科报 指善赴 立本农 修马赴令 已不缺 无法五倍而已 郡国二千诞 各上尽触马 方略 补边状 与计队 由氏不复出君 而封田千秋为 富民侯 以名修夕 私父养民也 又以赵过为 搜宿都位 过能为带田 其耕云田气 皆有便巧 以交民 用力少而得谷多 民皆便之 陈光语 天下信未尝无事也 五帝好四夷之功 而永锐青死之势 充满朝廷 辟图广帝 无不如意 即后西民重农 而赵过之仇 教民耕耘 民意背其力 此义君之身 趣好疏别 而适则应之 成时五帝 兼三王之量 以兴商周之志 其无三代之尘乎 秋 八月心有慧 日有十之 为律害二师之宠 慧匈奴禅于母 焉之病 律赤胡乌言 先禅于怒约 胡顾时辞兵 常言得二师已赦 何故不用 于是收二师 二师骂约 我死必灭匈奴 遂徒二师已辞 后元元年 春 正月 赏行性肝权 教太制 遂性安定 昌义哀王薄轰 二月 赦天下 下六月 商丘城 做驻祖自杀 初 世中仆叶马和罗与江冲相善 即魏太子起兵 和罗地通以力战封众和侯 后上一灭冲宗族党羽 和罗兄弟聚集 遂谋违逆 世中驸马都尉金蜜迪 世其志意有非常 心遗之 因独察其动静 与聚上下 和罗亦绝蜜迪意 已故久不得发 世时上行性临光宫 蜜迪小及卧庐 和罗与通及小地安城 缴至夜出 共杀使者 发兵 明诞 尚未起 和罗无何从外入 蜜迪奏策 心动 立入 坐内护下 须于 和罗绣白刃 从东乡上 见蜜迪 色变 走躯卧内 欲入 行处宝色 将 蜜迪得报和罗 因传语 马和罗反 上京起 左右拔刃欲阁之 上恐并重蜜迪 只误阁 蜜迪头和罗殿下 得秦妇之 穷智皆福孤 秋七月地震 燕王诞自已次帝当为太子 尚书求入宿位 尚怒 展其史与北阙 又作藏匿王命 薛良乡安赐文安三县 尚犹是物诞 但便会博学 其地广陵王须有永利 而皆动作无法度 多过失 故尚皆不利 十勾异夫人之子 福灵 年数岁 形体壮大 多智 尚其爱之 心欲利焉 以其年智母少 犹欲久之 欲以大臣府之 查群臣为凤车都尉光露大夫霍光 忠厚可认大事 赏乃使皇门 化周公赴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后数日 帝谴责勾益夫人 夫人托三耳叩头 帝曰 饮池去送夜亭玉 夫人还顾 帝曰 促行 辱不得活 足赐死 请知 帝贤居 问左右曰 外人言云合 左右对曰 人言 且利其子 何去其母乎 帝曰 然 是非耳曹愚人之所知也 亡古国家所以乱 由主少母状也 女主独居交简 淫乱自自 莫能尽也 辱不闻履厚也 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 春正月 上朝诸侯王于甘泉宫 二月 行姓周至五座宫 上并读 霍光替气问曰 如有不惠 谁当四者 上曰 君未遇前话一曰 立邵子 君行周宫之事 广顿手让曰 臣不如金密笛 密笛一曰 臣外国人不如光 且是匈奴轻汉矣 以丑 赵立福岭为皇太子 十年八岁 丙吟 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 密笛为车记将军 太仆上官杰为左将军 受遗证 辅扶哨主 又以搜宿都尉桑洪阳为御史大夫 接拜卧内床下 广出入尽踏踏二十余年 出则放车 入室左右 小心谨慎 未尝有过 为人沉静祥审 每出入下殿门 只尽有长处 郎仆叶切实是之 不失尽 不失尺寸 密笛在上左右 目不武士者数十年 赐出宫女不敢进 赏欲纳其女后宫不肯 其赌肾如此 赏游其意之 密笛长子为帝弄儿 帝肾爱之 其后弄儿壮大 不紧 自殿下与工人戏 密笛事件之 悟其淫乱 遂杀弄儿 上闻之 大怒 密笛顿手谢 俱言所以杀弄儿壮 上肾哀 未知气 以而心静密笛 上官节 使以财力得性 唯未央旧令 上肠体不安 即欲 见马 马多寿 上大怒曰 令以我不负见马耶 欲下力 节顿手曰 晨闻上体不安 日夜幽聚 已成不在马 颜未足 弃树行下 上已为爱己 由氏亲近为氏中 稍亲至太仆 三人皆上诉索爱信者 故特举之 受以后事 丁某 帝帝帮于五座宫 入宾未央宫前殿 帝聪明能断 善用人 行法无所假代 龙律公主子 招平君 上帝女宇安公主 龙律主病困 以金千金 钱千万 为招平君 欲赎死罪 上许之 龙律主族 招平君日交 醉杀主妇 细欲 平位以公主子上请 左右人人未言 前又入属 陛下许之 上约 吾帝老 有氏义子 死已逐我 于是为之垂涕 叹息良久 约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 用帝雇 而无先帝之法 无何面目 入高妙乎 有下父万民 乃可其奏 哀不能自止 左右尽悲 带照东方朔 前上寿 约 陈文圣王为正 常不必愁愁 诸不择骨肉 书约 不偏不挡 王道荡荡 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难也 陛下行之 天下兴慎 陈朔奉伤 昧死 再败 上万寿 上出怒朔 既而善之 以朔为中郎 班固 在约 汉城百王之弊 高祖 波乱反正 文景 勿在养民 至于 几古 李文之事 有多缺言 校武出力 拓然罢处百家 表彰六经 遂愁子海内 举其俊茂 与之立功 兴太学 修交寺 改征朔 顶立术 携音律 作诗乐 见风扇 李百神 少周后 号令文章 焕然可恕 好似得尊红叶 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 不改文景之功俭 以济思民 随诗书所称 何有佳音 陈光曰 校武穷奢极欲 凡行众脸 内耻公事 外事似疑 信或神怪 寻游无度 使百姓疲蔽 岂为盗贼 其所以溢于秦始皇者 无己以 然秦已知王 汉已知兴者 校武能遵新王之道 知所同守 守忠职之言 误人欺蔽 好闲不倦 诸赏言明 晚而改过 故托得人 此其所以有 亡秦之师 而免亡秦之祸乎 悟臣 太子及皇帝位 弟子 恶意公主 公养省忠 祸光 金蜜堤 上官节 共领上书士 光辅幼主 正自己出 天下 享闻其风采 殿中常有怪 一夜群臣相经 光照上辅喜狼 欲收取喜 狼不肯受 光欲夺之 狼暗渐曰 尘头可得 喜不可得也 光慎易之 明日 赵曾此狼制二等 众树莫不多光 三月假晨 藏孝武皇帝于茂陵 夏六月 赦天下 秋七月 有兴背于东方 极北王宽 作禽兽刑自杀 冬 匈奴入朔方 杀掠利民 发军屯西河 左将军节 行北边 资质通鉴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 孝昭皇帝上 十元元年 下 一周已二十四亿 三万余人皆返 前水恒都尉 吕破湖 牧立民 即发建为蜀郡 奔命网机 大破之 秋七月 涉天下 大雨 至于十月 未桥掘 五帝出崩 赐诸侯王喜书 阴王诞得书 不肯哭 曰 喜书风小 经诗已有变 浅姓陈寿西长 孙纵之 王儒等之长安 以问礼仪为名 因赐后朝廷事 即有赵 包赐诞 前三十万 一封万三千户 但怒曰 我当为帝 何次也 遂与宗室 终身哀王子长 其孝王孙泽等 结谋 乍言 以五帝时受诏 得直立事 修五倍 倍非常 郎中长枕 未但曰 大王失职 独可起而锁 不可作而得也 大王一起 国中虽女子 皆奋必随大王 但给予择谋 为奸书 言 少帝非五弟子 大臣所共立 天下一共法之 使人转行郡国 以摇动百姓 择谋归发兵临资 傻青州刺史 郡不宜 但招来郡国奸人 赴脸铜铁做假兵 朔岳其车记财官族 发民大猎以蒋事马 须击日 郎中寒一等朔见诞 但杀一等凡十五人 会平侯城之则等谋 以告郡不宜 八月 不宜收补则等以文 天子浅大红炉常治 连引阴王 有赵 以阴王至亲 物质 而则等皆福诸 前郡不宜 为经赵尹 不宜为经赵尹 李民静其微信 每行献路求图还 其母折问不宜 有所平凡 活己何人 即不宜多 有所平凡 母喜笑意于他时 或无所出 母怒为不实 故不宜为利 言而不惭 九月秉子 杜敬侯金蜜哄 出 五帝病 有遗诏 方金蜜蜜为度侯 上官杰为安阳侯 霍光为薄露侯 皆以前不凡者 马和罗等攻风 蜜蜜以地哨 不受风 光等亦不感受 即蜜蜜病困 光白风 蜜蜜握受应受 一日轰 蜜蜜梁子赏见巨事中 与帝略同年 共卧起 赏为凤车 见驸马都尉 即赏四侯 配两兽 赏为霍将军曰 今是兄弟两人 不可使 拒两兽业 对曰 赏字四父为侯尔 上孝曰 侯不在 我与将军呼 对曰 先帝之曰 有功乃得封侯 遂旨 润月 潜顾廷位王平等五人 持节行郡国 据贤粮 问民疾苦 冤失职者 东无兵 二年 春正月 奉大将军光 为伯禄侯 左将军节 为安阳侯 霍睡霍光月 将军不见诸吕之士乎 除依隐周公之位 摄政善权 而被宗室 不予公职 是以天下不信 足至于灭亡 仅将军当圣位 帝春秋父 以纳宗室 又多与大臣共事 反诸吕道 如事则可以免唤 光燃之 乃则宗室可用者 遂拜楚元王孙辟将 及宗室刘长乐 皆为光禄大夫 辟将守长乐畏畏 三月 遣使者 镇带贫民 五种使者 秋八月 赵曰 往年灾害多 今年残卖伤 所镇带种时 勿收债 五令民出 今年填租 出 五地征伐匈奴 深入穷追 二十余年 匈奴马处 运重堕毒 脾疾苦之 常有欲和亲意 未能得 葫芦孤蝉鱼 有一亩地 为左大都尉 贤 国人向之 母燕之 恐蝉鱼不立子 而立左大都尉也 乃思使杀之 左大都尉 同母凶愿 遂不肯附会蝉鱼亭 誓岁 禅于病且死 为诸贵人 我子少不能治国 立地又陆离王 即禅于死 魏律等与专取燕之谋 逆其丧 较禅于令 更立子左陆离王 为虎眼低禅于 左新王 右陆离王愿望 帅其众欲难归汉 恐不能自治 即邪卢鲁图王 欲语西祥乌孙 鲁图王告之禅于 使人厌问 右陆离王不服 反以其罪罪鲁图王 国人皆冤之 于是二王去居其所 不复肯会龙城 匈奴使衰 三年春二月 有兴备于西北 东十一月仁晨朔 日有十志 初 霍光与上官节 相亲善 光美修目初 结常代光 入绝世 光女为节子安妻 生女年福五岁 安玉阴光 那只宫中 光以为上右 不听 各长公主 思尽此刻 何间丁外人 安肃语外人善 睡外人曰 安子容貌端正 常因长主时 得入围后 以臣父子在朝 而有交房之众 常知在于族下 汉家故事 常以列侯上主 足下何忧不封侯户 外人喜 言于长主 长主以为然 照照安女为节鱼 安为继都位 四年春三月假银 立皇后上官室 设天下 西南仪孤增 业余复返 前水行都位 吕辟胡 将益州兵击之 辟胡不尽 满仪遂杀益州太守 常盛与辟胡战 市战及逆死者 四千余人 东 前大鸿鲁田广明击之 庭位李仲 作故纵死罪弃事 适岁 上官安为车记将军 五年春正月 追尊帝外祖赵府为顺城侯 顺城侯 由子军须 四千二百万 奴婢地宅 以充实言 诸昆帝各以亲书受赏赐 无在位者 有男子乘黄毒车 一北阙 自卫魏太子 公车以闻 赵氏公卿将军 中二千旦 砸十事 长安中立民聚官者数万人 又将军勒兵阔下 已备飞长 丞相御史 中二千旦智者 并莫敢发言 经赵尹不宜厚道 赤从力收赴 或曰 是非未可知 且安知 不宜曰 诸君何患于魏太子 悉快溃为命出奔 折聚而不纳 春秋逝之 魏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及死 今来自义 此罪人也 遂送诏遇 天子与大将军霍光 文尔家之曰 公卿大臣 当用有经术 名于大义者 由是不宜名声 重于朝廷 在位者 皆自已不及也 庭位 宴至何人 竟得奸诈 本下阳人 姓成名方岁居胡 以补氏为氏 有故太子设人 常从方岁补 未曰 此状茂 甚四位太子 方岁心立其言 既得以富贵 做乌往不道 腰斩 下六月 封上官安为桑乐侯 按日以交银 受赐殿中 对宾客言 与我续银 大乐 见其服饰 使人归 玉字烧雾 子病死 养儿骂天 其完备如此 霸丹尔真潘郡 秋 大红鲁广名 君政王平 及义州 斩首补鲁三万余人 或畜产五万余头 建大夫杜延年 见国家成五帝奢侈 失旅之后 朔为大将军光言 年岁彼不登 流民未尽还 一修孝文实证 事已简约宽和 顺天心 岳民意 年岁一应 光纳其言 延年 故玉史大夫 周之子也 六年春二月 赵有司问郡国 所举贤良文学 民所疾苦 教化之药 接对 愿霸盐铁九雀 君书官 无与天下争利 事已简洁 然后教化可兴 桑红扬难 以为 此国家大业 所以致四夷 安边足用之本 不可废也 于是盐铁之意起焉 初 苏武寄喜北海上 领食不至 绝野蜀去草食而食之 掌汉节目羊 卧起操池 节毛进落 武在汉 与李灵 据为适中 灵祥匈奴 不敢求武 九之 禅鱼使灵至海上 为武至九设月 因为武约 禅鱼文灵鱼子清素后 故使来睡足下 虚心欲相待 终不得归汉 空自苦 无人之地 信义 安所献乎 足下兄弟二人 前阶坐视自杀 来时 太夫人已不幸 子清妇年少 闻已更嫁已 独有女帝二人 两女一男 今妇十余年 存亡不可知 人生如朝露 何久自苦如此 灵世详时 呼呼如狂 自痛腹汗 家以老母系宝宫 子清不欲详 何以过灵 且陛下春秋高 法令无常 大臣无罪 遗灭者数十佳 安危不可知 子清尚妇谁未护 五曰 五父子无功德 皆为陛下所成就 位列将 绝通侯 兄弟亲近 长愿干脑涂地 今得杀身自孝 随夫月汤祸 呈干乐之 陈氏 陈氏君 由子氏父也 子未复死 无所恨 愿 悟父再言 灵于五引数日 父曰 子清 一听灵言 五曰 自奋 一死久矣 王必欲响舞 请避今日之欢 笑死于琴 灵见其至成 窥然探月 皆护 义事 灵于魏力之罪 上通于天 引气下 沾金 与武绝去 自武牛羊 树石头 后灵 复至北海上 欲武 以武帝崩 武南相 豪哭藕血 但惜令 树月 即虎眼低缠余力 目焉之不正 国内乖离 常恐汉兵习之 于是魏律 魏缠余谋 与汉和亲 汉史智 求苏武等 匈奴鬼言无死 后汉史复至匈奴 常惠 思见汉史 教使者 未缠余 言 天子 设上林中 得宴 足有戏伯书 言武等 在某则中 使者大喜 如惠语 以让缠余 缠余 是左右而惊 谢汉史曰 武等实在 乃归武 即马虹等 马虹者 前赴光禄大夫 王忠史西国 为匈奴所遮 终战死 马虹生德 亦不肯降 故匈奴归此二人 予以通善意 于是李灵志九 贺武约 今足下还归 扬名于匈奴 攻险于汉士 虽古竹伯所载 丹青所化 何以过自轻 灵虽奴妾 令汉施灵罪 全其老母 使得奋大辱之机制 术几乎曹科之盟 此灵素兴之所不妄也 收足灵驾 为士大路 灵上父何顾乎 以以 灵子青之无心耳 灵气下树行 因余武绝 禅于赵惠武官署 前已详及悟故 凡随武还者九人 既至经师 赵武奉仪太劳 也武帝元庙 拜为典鼠国 至中二千诞 四千二百万 宫田二寝 宅一区 武留匈奴 凡十九岁 时已强壮出 即还 须发尽白 霍光上官节 与李灵素善 浅灵故人 隆西人力正等三人 拒至匈奴招之 灵月 归一耳 丈夫不能再入 遂死于匈奴 下 汉 汉 秋七月 霸雀孤官 从贤良文学之一也 武帝之末海内虚号户口减半 霍光之食物之药青瑶伯父与民修夕 致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烧富文景之夜言 赵义沟听侯吴波率其一军长人民 及凡者有功 立以为高厅王 赐田广明 绝关内侯 原奉原年 春 武都低人返 浅执金武 马士剑 龙俄侯 寒增 大鸿鲁田广明 将三府 太长途 皆免行 击之 下六月 涉天下 秋七月 已亥惠 日有十之 继 八月 改元 上官杰父子 继尊 上德 长公主 欲为丁外人 求封侯 霍光不许 又为外人 求光露大夫 欲令得召见 又不许 长主 大以示愿光 而即安 朔为外人 求观觉 福能德 一残 又杰七父 所幸冲国 为太一见 拦入殿中 下欲当死 冬月且尽 谷主 谷主 辱马二十匹 赎罪 乃得 简死论 于是 杰安父子 深怨光 而重得 谷主 自先帝时 杰已为九卿 位在 光佑 即父子 并为将军 皇后 亲安女 光 乃其 外祖 而顾 专制 朝市 尤氏 与光 争权 燕王 但自以 弟兄 不得力 常怀 愿望 即御史 大夫 桑弘 阳 建造 九雀 盐铁 为国 兴力 拔其 功 欲为 子弟 得 关 亦 愿 恨光 于是 阁主 杰安 弘阳 皆与 淡 通谋 但 前 孙 纵 之等 前后 十余 备 多姬 金 宝 走马 陆魏 阁主 杰 弘阳 等 杰等 又 诈令人 为 阴 王 尚书 言 光 出 都一郎 宇林 道上 昌臂 太 观 先至 又引 苏武史 匈奴二十年 不祥 乃为 典蜀国 大将军 掌石场 无功 为 搜宿都位 又 善调 亦 幕府 校位 光 专权 自自 已有 非常 臣 但 愿归 福喜 入宿位 查 兼臣 便 后 思光 出 幕日 奏之 节 予从 红中下其事 红阳当与诸大臣共职退光 书奏 地不肯下 明诞 光闻之 指画室中不入 上问 大将军安在 左将军节对约 以阴王告其罪 故不敢入 有赵 赵大将军 光 光入 免官 顿首谢 上约 将军 官 赞之事说乍也 将军 无罪 光 约 陛下 何以 知之 上约 将军 知广名 都廊 近尔 调校尉 以来 未能 时日 燕 王 何以 得 知之 且将军为妃 不须校尉 事实 帝年十四 尚书 左右 皆经 而尚书者果王 不知甚及 皆等聚 白上 小事不足遂 尚不听 后 结党语 有赠光者 尚者 怒约 大将军忠臣 先帝所逐以 辅振身 敢有悔者 坐之 自是杰等 不敢赴言 李德玉论曰 人君之德 莫大于致名 名以赵监 则摆邪不能避 避 汉昭帝是也 周成王 有残得以 高祖闻景 俱不如也 成王闻管蔡流言 遂是周公 狼拔而东 汉高闻 陈平 趣味被处 欲舍负新臣 汉闻 获记部 十九难尽 罢归 故宫郡 以贾生 善权分乱 负书贤士 景帝 信诸 朝措 兵解 岁路三宫 所谓 执狐疑之心 来禅贼之口 使昭帝 得一吕之作 则成康 不足谋矣 节等 谋令长公主 至酒请光 伏兵 格杀之 因废帝 盈利燕王 为天子 但至一书 往来相报 许立 结为王 外连 外连郡国豪杰 已签署 但 以欲 向平 平曰 大王前与 刘泽 结谋 是未成 而发觉者 以刘泽 速夸 好 亲领也 平文 左将军 速清义 车记 将军 少儿交 陈孔 其如刘泽石 不能成 又孔 既成 反大王也 但月 前日 一男子 一雀 自卫 故太子 长安中民 屈向之 正宣 不可止 大将军 孔 出兵 陈志 以自备耳 我帝长子 天下所信 何忧见反 后卫群臣 阁主报言 独患大将军 与右将军王莽 谨右将军 悟故 丞相病 姓势必成 争不久 令群臣 结庄 安右谋 又因王志 而诸之 因废地 而历劫 或曰 当如皇后和 安曰 竹迷之狗 当故兔耶 且用皇后为尊 一旦人主 亦有所疑 虽欲为家人 亦不可得 此百事之一时也 会阁主摄人 赴 稻田使者 烟仓之其谋 以告大司农 养场 厂肃谨 未事 不敢言 乃宜并卧 已告 建大夫杜延年 延年已闻 九月 赵丞相部中二千诞 主补孙宗之 及吉安 弘扬 外人等 并宗族 西诸之 阁主自杀 阴王诞文之 赵 赵相评曰 事败遂发兵呼 评曰 左将军已死 百姓皆知之 不可发也 王幽门 致久于群臣 非切别 慧天子已喜书让诞 但已受自绞死 后夫人 随旦自杀者 二十余人 天子嘉恩 设王太子 建为庶人 赐旦 氏 约辣王 皇后已年少 不欲谋 亦 霍光外孙 顾得 不废 废五 又扶封王心 为御史大夫 东十月 封杜延年 为建平侯 燕仓为宜城侯 故丞相 征氏人公 不得结 为一阳侯 丞相 少使 王山寿 又安入府 为商历侯 久之 文学己因未相对策 以为 日者阴王为无道 寒义出身抢剑 为王所杀 亦无彼甘之亲 而倒彼甘之劫 以贤赏其子 以示天下 名为仁臣之义 乃卓义子严寿 为建大夫 大将军光 以朝无旧臣 光禄勋 征安氏 自先帝时 为上书令 智行纯赌 乃白用安氏 为右将军 兼光禄勋 以自赴言 安氏 故玉史大夫 汤之子也 光佑 以杜延年 有中节 卓为太仆 幼曹 己事中 光磁刑法言 延年 常辅之以宽 立民上书 延便宜 折下延年 凭楚 附奏 可观世者 置为宪令 或丞相 御史 除用满岁 以状文 或抵其罪法 试岁匈奴 发左右部二万计 为四队 并入边为寇 汉兵追之 斩首 霍鲁九千人 升得 欧托王 汉 无所失亡 匈奴 见 欧托王 在汉 孔 以为道 击之 及西北远 去 不敢 南竹水草 发人民屯殴托 二年下四月 上自建章宫 喜魏秧宫 六月 赦天下 逝岁 匈奴父前九千计 屯寿祥城 已被汉 北桥 余无水 令可渡 已被奔走 欲求和亲 而恐汉不听 故不肯心言 常识左右 封汉使者 燃其亲道一息 欲汉使 欲后 欲以建制和亲 汉亦积弥之 三年 三年春 春正月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 上林有柳树枯江自起生 有虫石其夜成文 曰 公孙病已立 福节令 鲁国虽弘上书 言 大石自立将柳复起 当有匹树为天子者 哭树复生 顾沸之家公孙氏 当复兴呼 汉家成谣之后 有传国之运 当求贤人善地位 退自封百里 以顺天命 鸿坐舍妖言 获众扶诸 匈奴禅于使 黎乌王窥鞭 言九全张叶兵异弱 出兵适机 既可复得其地 时汉先得详者 闻其器 天子照边警备 后无己 右贤王黎乌王四千计分三队 入日乐乌兰攀河 张叶太守蜀国都尉 发兵机 大破支 得托者数百人 蜀国义渠王射杀黎乌王 赐黄金二百金 马二百匹 因封为黎乌王 自事后匈奴不敢入张叶 焉戈之乱 三红养子千王 过父顾立 侯史无 后千补德 伏法 会社 侯史无 自出戏语 庭卫王平 少府徐人 杂志反事 皆以为 桑千做父谋反 而侯史无赃之 非逆反者 乃逆为随者也 即以设令 除无罪 后世欲史智时 以桑千通经术 知父谋反而不见证 与反者身无益 侯史无 故三百弹力 守逆迁 不与数人逆随从者等 无不得赦 造请复制 何庭为少府纵反者 少府徐人 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 故千秋朔位好史无言 恐大将军光不听 千秋 即召中二千弹 博士会攻车门 亦问无法 义者知大将军旨 皆执无为不道 明日千秋风尚众议 光于是以千秋 善照中二千弹以下 外内一言 遂下廷位平 少府人欲 朝廷皆恐丞相作之 太朴杜延年 太朴杜延年 奏祭光曰 立纵罪人 有常法 谨庚底 无为不道 空于法身 又 丞相 丞相 丞相素无所手持 而为好言于相 尽其素行也 至善照中二千弹 甚无状 延年 予以为 丞相 久顾及 先帝用事 非有大顾 不可弃也 见者 民颇言 欲深 利为 俊底 今 丞相 所义 又 欲 事也 如是 以及 丞相 恐不合众心 群下 喧华 庶人 思义 流言 四步 延年 妾众 将军 施此名 于天下也 光以 廷位 少府 弄法 轻重 足 下之 欲 下四月 人 自杀 平与 左平义 贾胡胜 皆 腰斩 而不 以及 丞相 忠 与 相 敬 延年 论义 持平 和 和 朝廷 皆 此类也 东 辽东 乌 环 返 出 莫 独破 东湖 东湖 于众 散 宝 乌 环 即 鲜卑 山 为二 族 世亦属匈奴 五帝 击破 匈奴 左地 依喜 乌环于 上谷 于阳 右北平 辽东 塞外 为汉 侦查 匈奴 动静 智乎 乌环 校尉 兼领之 使不得 与 匈奴 交通 智 世 不重 建墙 遂返 先是 匈奴 三千余 计入五园 杀掠数千人 后 数万计 难 棒 赛 列 行攻 赛外 停障 掠取 利民 去 事实 汉边郡 烽火 厚望 精明 匈奴 为边寇 者 少利 西 复 犯赛 汉 复得 匈奴 降者 言 乌环 常发仙禅于种 匈奴怨之 方发二万计 及乌环 霍光 欲发兵 妖击之 以问 护军都位 赵冲国 冲国 以为 乌环 见术犯赛 仅匈奴 击之 于汉辩 又匈奴 西寇道 北边 姓 无事 蛮以 自相攻击 而发兵 妖之 招寇 声势 非 济也 广耕问 中郎将 范明友 明友言可激 于是拜明友 为渡辽将军 将二万计 出辽东 匈奴闻 汉兵志 隐去 出 光界 明友 兵不空出 即后匈奴 遂及乌环 乌环 乌环 使心重匈奴兵 明友 季后匈奴 因成乌环 臂 机之 斩首六千余级 或三王首 匈奴 游士孔 不能复出兵 四年 四年春正月丁骇 帝家园符 假须 父民定侯田千秋轰 时正是一绝大将军光 千秋居成相位 仅后自首而已 下五月丁丑 孝文庙正殿火 上级群臣接宿福 法中二千弹 将五孝坐至 六日成 太常级庙令成郎历 结合大不敬 会设 太常 辽阳侯德 免为庶人 六月 涉天下 初 乌米前太子赖丹 为至于秋辞 二师 积大冤还 将赖丹 入至京师 霍光用桑红阳前义 以赖丹为校尉 将军填轮台 秋辞贵人 本孤义为其亡曰 赖丹本陈属吾国 仅配汉印寿来 破吾国而田 必为害 亡即杀赖丹 而尚书泄汉 楼兰王死 匈奴先闻之 遣其质子安归归 得立为王 汉前使赵新王 另入朝 王辞不至 楼兰国醉在东垂 进汉当白龙堆 伐水草 场主发倒 赴水担粮送迎汉使 又硕为立足所扣 成义不便与汉通 后父为匈奴反贱 硕遮杀汉使 其地未图其详汉 据言状 郡马间北地赴戒子使大渊 赵因令则楼兰秋辞 戒子至楼兰秋辞 则其王皆谢福 戒子从大渊还到秋辞 会匈奴使从乌孙还 再秋辞 戒子因帅其力士 供诸展匈奴使者 还奏事 照拜戒子为钟郎 千平乐见 戒子为大将军霍光曰 楼兰秋辞述反复 而不诛 无所诚意 戒子过秋辞时 其王尽旧人 欲得也 愿往赐之 以威士诸国 大将军曰 秋辞道远 且厌之于楼兰 于是白浅之 戒子与士族聚姬金币 扬言以赐外国为名 致楼兰 楼兰王亦不亲戒子 戒子扬隐去 致其西戒 使义未曰 汉使者持黄金锦绣 行赐诸国 王不来受 我去知西国矣 集出金币以示意 亦还报王 王贪汉恶 来见使者 戒子与坐隐 臣勿示之 饮酒皆醉 戒子为王曰 天子使我私报王 王启 随戒子入帐中禀语 壮士二人从后赐之 任娇凶 历死 其贵臣左右皆散走 戒子告遇以王赴汉罪 天子前我诸王 当更立王帝 魏图齐在汉者 汉兵方志 无敢动 自令灭国以 戒子遂斩王安归守 池转一阙 玄守北阙下 乃立魏图齐为王 更名其国为善善 魏客印章 赐以宫女为夫人 被车记资重 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门外 阻而遣之 王自请天子曰 身在汉久 今归丹若 而前王有子在 恐为所杀 国中有依寻成 其地匪美 愿汉浅一将屯田击谷 令臣得依其微重 于是汉浅司马一人 立士四十人 田依寻以赈府之 秋七月以赐 封范明友为平陵侯 父介子为一阳侯 陈光曰 王者之于荣敌 叛则讨之 福则舍之 今楼兰王既服其罪 又从而诛之 后有叛者 不可得而怀疑 必以为有罪而讨之 则以禅师居履 明智其罚 今来遣使者 又以金币而杀之 后有奉使诸国者 父可信乎 且以大汉之强 而为盗贼之谋 于蛮夷 不亦可休哉 论者豁美戒子 以为其功 过矣 五年夏大汉 秋 大象郡 分属玉林 脏科 冬十一月 大雷 十二月刚需 宜春静侯 王新轰 六年春正月 慕郡国土 驻辽东玄图城 夏 摄天下 乌环 赴负范赛 前杜辽将军 范明有姬之 东十一月 宜筹 以阳场 为丞相 少府 河内蔡逸 为御史大夫 资质 资质通建卷 卷第二十四 汉记十六 孝昭皇帝 夏 圆平 圆平 圆年 春二月 赵简 口腹前 十三 夏 四月鬼位 帝 邦于 魏秧宫 吾四 十五弟子 独有 广陵王须 大将军光 于群臣 一所立 闲持 广陵王 王本以行师道 先帝所不用 广内不自安 郎有尚书言 周太王费太伯 立王纪 文王舍 博弈考 立武王 为在所宜 虽费长 立少可也 广陵王 不可以成宗庙 言和光义 光以其书 是丞相常等 卓郎 为九江太守 即日 承皇后赵 潜行 大红炉 是少府月城 宗正德 光路大夫及 中郎将 立汉 迎昌义王贺 承七圣传 亦长安邸 光佑 白皇后 喜佑将军 安氏 为车记将军 贺 昌义 哀王之子也 在国 肃狂纵 动作无节 五帝之丧 贺 游猎不止 常游 方语 不半日 持二百里 中卫 狼牙王级 上书 建曰 大王 不耗书树 而乐意游 平是准贤 驰骋 不止 口眷乎 斥炸 手苦于垂沛 身 劳乎 车鱼 昭则 冒雾露 皱则 披尘哀 下则为大鼠 之所 铺制 东则为 风寒 之所 掩薄 说以软粹之玉体 反勤劳之繁独 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 又非所以尽仁义之龙也 福广煞之下 戏瞻之上 名师居前 劝颂在后 上论唐鱼之计 下及阴州之盛 考人胜之风 习治国之道 心心眼 发愤旺时 日心觉德 其乐 其贤 觉之间在 修则 抚养 屈身 以利行 进退 步屈 以时下 悉心 土固 以 炼葬 专意 鸡精 以 是神 予以 养生 岂不 常在 大王 常留意 如此 则心 有 遥顺 之志 提有 乔松之寿 美生 广裕 登儿 上文 则 福禄 其真 而 设计 安宜 皇帝 人圣 至今 私目 未待 于公管 幼池 一列 之乐 未有 所幸 大王 以 宿叶念词 以成 圣意 诸侯 骨肉 莫 亲 大王 大王 于蜀 则子也 于位 则臣也 一身而二任之则家印 恩爱行义 仙界 有不惧者 于以上文 非享国之福也 王乃下令曰 寡人造型不能无惰 忠位甚忠 朔辅无过 使业者千修 赐忠位 牛肉五百斤 九五蛋 福五数 其后 父 放纵 自若 郎中令 山阳 公岁 忠厚 刚毅 有大劫 内 见证于王 外 则 富相 引经义 臣霍 福 至于 替气 简简无矣 面赐王过 王志 掩耳 骑走 曰 郎中令 善愧人 王常 九语 邹奴 载人 游戏 饮食 赏赐 无度 遂入见王 替气 悉行 左右 誓欲 接出替 王曰 郎中令 何未哭 岁月 臣痛 舍迹 威也 愿赐 清闲 结余 王必 左右 岁月 大王 至 郊西 王 所以为 无道 王呼 王 月 不知 也 月 臣闻 郊西 王 要 于臣 侯德 王 所为 逆于 节昼 也 德 以为 遥顺也 王 岳其 产于 常与 秦楚 唯德 所言 以至于是 金大王 亲近群 小 见自 邪恶 所席 存王 之机 不可 不慎也 臣请 选郎 通经 有行义者 欲 王 起居 作则 宋 诗书 立则 喜 李荣 已有义 王 许之 岁乃选 郎中 张安等 十人 世王 居树日 王 街 逐去 安等 王 常见 大白犬 井 以下 四人 冠 方山 关 而 无尾 以问 公 岁 岁 曰 此天界 言 再策者 尽 冠 狗 也 去之则存 不去则 亡 以 好又闻人生 曰 雄 事而见大雄 左右莫见 以问岁 岁曰 雄 山野之寿 而来入宫世 王独见之 此天界大王 恐宫世将空 威王相也 王仰天而探 岳 不想何谓说来 碎叩头 岳 臣不敢隐忠 朔言 威王之界 大王不悦 辅国之存亡 岂在 臣言在 愿王内自 魁夺 大王 大王诵诗三百五篇 人是贾 王道辈 王之所行 众诗一篇何等也 大王位为诸侯王 行屋于庶人 以存难 以王义 以身查治 后又血污王坐席 王问岁 岁较然豪远 宫空不久 妖详朔至 血者 阴忧相也 以未甚自省 王终不改节 即征书至 夜漏未尽一刻 以火发书 其日中 王发 不时至定陶 行百三十五里 侍从者 马死相忘于道 王极奏书 戒王曰 陈文高宗亮音 三年不言 仅大王以丧事争 以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甚无有所发 大将军 仁爱 永至忠信之德 天下莫不闻 是孝武皇帝二十余年 未尝有过 先帝 弃群臣 主以天下 既幼孤眼 大将军 抱持幼军 强保之中 不正师教 海内艳然 虽周公一银 无以嘉业 尽地崩无四 大将军 唯思可以奉 宗庙者 攀援 而立大王 其人后 其有量灾 臣愿大王 誓之 敬之 正是 一听之 大王垂拱 难面而已 愿留意 常以为念 王志济阳 求长明姬 盗买姬主杖 过鸿农 使大奴善 以一车载女子 至乎 使者 以让向安乐 安乐告公岁 岁入问王 王曰 吾友 岁曰 及吾友 和爱仪善 以悔行义 请收主力 以奸撒大王 及卓善 属卫市长 行法 王到坝上 大鸿炉交迎 邹奉 圣渔车 王使受成欲 郎中令岁参圣 且至广明东都门 岁曰 礼 奔丧望见国都窟 此长安东郭门也 王曰 我意痛 不能哭 至城门 遂赋言 王曰 城门 与郭门 等耳 且至未央公东阙 遂曰 昌义帐 在市区外 迟到北 未至帐所 由南北航道 马族未至树部 大王一下车 向阙西面浮枯 尽哀止 王曰 诺 道 哭如怡 六月秉银 王寿皇帝 喜寿 喜尊号 尊皇后 约皇太后 人参 藏 孝昭 皇帝 于平陵 昌义王寄立 银系无度 昌义官署 皆争至长安 往往超拙败官 向安乐 前常乐未未 公遂见安乐 流涕未曰 王立为天子 日益交易 见之不复听 今哀痛未尽 日语尽禅饮酒作乐 道护报 照皮轩车酒流 驱驰东西 所为被盗 古至宽 大臣有隐退 今去不得 阳狂控之 身死为世路 奈何 君 陛下故相 一及见证 王孟 清盈之时 即西街东 可五六淡 以乌板瓦复之 以问岁 岁曰 陛下之师 不云呼 盈盈清盈 指鱼藩 凯替君子 无信谗言 陛下左侧 谗人众多 如是清盈物矣 一尽先帝大臣子孙 亲近 以为左右 如不忍昌义故人 信用禅余 必有凶救 愿鬼祸为福 解放逐志 臣当先主已 王不听 太普城河东张场上书鉴 曰 小昭皇帝早崩无四 大臣幽拒 宣贤圣成宗庙 东营之日 唯恐数车之行驰 今天子已圣年初即位 天下莫不拭目清耳 观化听风 国府大臣未包 而昌义小年先签 此过之大者也 王不听 大将军光幽闷 读以问所亲 顾立大司农田延年 延年曰 将军为国著实 神此人不可 何不见白太后 更选贤而立之 光曰 今欲如是 于古长游此否 延年曰 依隐相殷 废太甲以安宗庙 后世称其中 将军若能行此 以汉之依隐也 光乃隐延年 几世中 因与车记将军 张安氏图记 王初游 光路大夫 鲁国夏侯圣 当圣于前建约 天久阴而不语 臣下有谋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 王怒 王怒 为圣为妖言 赋以主力 立白霍光 光不举法 光让安氏 以为谢雨 安氏实不言 乃赵问圣 圣对言 在红范传 在红范传约 黄之不吉 绝伐长音 实则有下人伐上者 勿查查言 顾云陈下有谋 光安氏大经 以此义众经述事 世中富家朔尽见 王怒富家细遇 光安氏既定义 乃使田延年 宝成相阳场 场经句不知所言 汉出夹背 图唯唯而已 延年起至更衣 厂夫人 俱从东乡未厂约 此国大事 今大将军义已定 使九卿来报君侯 君侯不吉应 与大将军同心 犹豫无决 先是诸矣 延年从更衣还 厂夫人与延年参与许诺 请奉大将军教令 鬼四 光照丞相御使 将军列侯 中二千诞 大夫博士 会议 卫阳宫 光语 昌亦王性昏乱 孔威社稷如何 群臣皆惊恶失色 莫感发言 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 离席案件曰 先帝主将军已幼姑 既将军已天下 以将军忠贤 能安流氏也 仅群下顶沸 设计江青 且汉之传世 常为孝者 以常有天下 令宗庙穴时也 如汉家绝伺 将军虽死 何面目 见先帝于帝下乎 今日之义不得玄种 群臣后应者 臣请见斩之 光谢曰 九卿则光是也 天下汹汹不安 光当受难 于是义者皆叩头曰 万幸之命 在于将军 为大将军令 光即与群臣俱见 白太后 据臣 昌义王不可以 成宗庙状 皇太后 乃车架 姓魏央成名殿 照诸进门 无纳昌义群臣 王入朝太后还 成年欲归温室 中皇门患者 各持门膳 王入 门闭 昌义群臣不得入 王曰 何谓 大将军贵曰 有皇太后赵 无纳昌义群臣 王曰 徐之 何乃惊人如是 光使尽驱出昌义群臣 至金马门外 车记将军安氏 将宇林济收复二百余人 接送庭位赵狱 令故昭帝室中 忠臣是守王 光赤左右 谨肃位 足有悟故自财 令我赴天下 有沙主名 王上位自知当废 为左右 我顾群臣从官安得罪 而大将军尽戏之呼 请知 有太后赵赵王 王文赵一孔 乃曰 我安得罪 而赵我哉 太后批诸儒 圣福坐五丈中 世遇数百人皆持兵 七门五世必己 臣列殿下 群臣已次上殿 照昌义王 扶前听召 光与群臣联名奏王 上书令读奏曰 丞相陈长等 媚死 言皇太后陛下 孝昭皇帝 早弃天下 前使 争昌义王典丧 福展催 无悲哀之心 费礼意 居道上不速食 使从官略女子 载一车 那所居转舍 使至夜见 立为皇太子 长思买鸡臀以食 守皇帝信喜 行喜大行前 就赐 发喜不丰 从官更迟节 引纳昌义从官 邹载 官奴二百余人 常与居进踏内 敖戏 维书曰 皇帝问世中军卿 使忠玉府令 高昌奉 奉黄金千金 赐军卿取时期 大行在前殿 法乐辅乐器 引纳昌义乐人 击鼓歌吹 坐牌昌 照那太医宗庙乐人 息奏众乐 驾法驾驱持北宫 贵宫 弄至豆虎 赵皇太后 遇小马车 使官奴祭圣 游戏夜庭中 与孝昌皇帝 工人 蒙等淫乱 照夜庭令 感谢言 腰斩 太后曰 指 为仁臣子 当悖乱如是耶 王离习福 上书令 复读曰 取诸侯王 列侯 二千诞兽 及墨兽 黄兽 以并配 昌义 狼官者 免奴 发玉府 金钱 刀剑 玉器 采增 赏赐 所与游戏者 与从官官奴 夜隐 沉缅于酒 读夜社 酒宾温室 严见 子夫 昌义 官内侯 祖宗 庙辞 未举 为喜书 使使者 持节 以三太劳 辞昌义 哀王 原庙 称四子皇帝 受习以来二十七日 使者庞武 持节照诸官署 蒸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荒淫迷惑 使帝王礼义 乱汉制度 陈长等 朔射尽见 不变更 日以异慎 孔威 社稷 天下不安 陈长等 谨与博士义 皆曰 今陛下 四孝昭 皇帝后 行 银辟不轨 五辟之数 莫大不孝 周襄王不能拾目 春秋曰 天王出居于正 由不孝出之 觉知于天下也 宗庙重于君 陛下不可以成天婿 奉祖宗庙 子万幸 当废 臣请有私 以仪太劳 聚告辞高庙 皇太后赵曰 可 光令王启 拜受赵 王曰 闻天子有正臣妻人 虽无道不失天下 光曰 皇太后赵费 安得称天子 乃及持其手 解脱其习祖 奉上太后 扶王下殿 出金马门 群臣随颂 王西面拜曰 愚壮不认汉事 其就胜于覆车 大将军光 送至昌义底 光谢曰 王行自觉于天 臣宝父王不敢赴设计 愿王自爱 臣常不赴左右 广替气而去 群臣奏言 古者废放之人 禀于远方不及于远方 请喜王贺汉中防灵县 太后赵规贺昌义 赐汤木义二千户 故王家财物皆与贺 及哀王女四人 各赐汤木义千户 国储为山阳郡 昌义群臣坐在国时 不举奏王罪过 令汉朝不闻之 又不能辅道 献王大鳄 接下狱 诛杀二百余人 为中卫籍 郎中令岁 以中职朔见证 得减死 昆为常诞 诗王氏戏欲当死 智氏使者则问曰 诗何以无见书 诗对曰 臣以诗三百五篇 朝夕寿王 至于忠臣孝子之篇 未常不畏王反复诵之也 至于畏王失道之君 未常不流涕 未王深臣之也 臣以三百五篇见 事已无见书 实者已闻 亦得减死论 霍光以群臣奏事东宫 太后省政 移之经术 白令夏侯圣 用上书受太后 谦圣常信少府 赐绝观内侯 出 魏太子纳鲁国史良帝 生子晋 号是黄孙 黄孙纳卓郡王夫人 生子并已 号黄增孙 黄增孙生数月 遭乌鲁事 太子三男义女 及朱妻妾皆遇害 读黄增孙在 亦作收戏郡底欲 故庭尉见 鲁国秉吉 受赵至乌骨欲 即新知太子无事时 重哀黄增孙无辜 则谨后女徒 魏阳虎祖 怀阳郭征清 领儒养曾孙 至贤造处 即日再省事 乌骨氏连岁不绝 五帝即 来往长阳五座宫 忘记者 言长安狱中 有天子气 于是五帝 遣识者 分条中都官 照遇系者 无轻重 一切皆杀之 内业者令郭阳 业道郡底欲 及闭门 拒使者不纳 约 黄增孙在 他人无辜死者 由不可 况亲增孙乎 相守至天明 不得入 阳环 以闻 因何奏及 五帝 五帝异物 曰天使之也 因赦天下 郡底玉戏者 独赖及得生 既而即位 守成水儒 黄孙不当再官 使水儒 遗书经兆隐 前与胡祖 俱颂 经兆隐不受 复还 几祖日满当去 黄孙私募 即以私前 雇祖另留 与郭征卿并养 数月乃前祖去 后少内瑟夫 白吉曰 四皇孙无诏令 时即得十米肉 月月以己 黄曾孙 曾孙病 即不全者 朔淹 即朔赤保养如母 加制医药 事欲甚有恩惠 即闻始良地 由母真君 及胸宫 乃在黄曾孙已父之 真君年老 见孙姑 甚哀之 自养世焉 后有赵叶廷养世 上主及宗正 使叶廷令张赫 常侍立太子 思故旧恩 哀曾孙 奉养甚谨 以思前功己 教书 济世 贺欲以女孙弃之 世时昭帝使冠 长八尺二寸 贺帝安世为右将军 辅政 闻贺称谕黄曾孙 欲弃以女 怒约 贺帝宫乃卫太子后也 幸得以庶人衣食宪官足矣 勿赴言于女士 于是贺旨 时铺赴世色夫徐广汉有女 贺乃至酒请广汉 酒憨 未言 曾孙体尽 下乃观内侯 可弃也 广汉许诺 明日欲闻之 怒 广汉重令人违戒 遂与曾孙 贺以家财聘之 曾孙因依以广汉兄弟 及祖母家史事 受诗于东海浮中翁 高才好学 然一喜游侠 斗鸡走狗 誓以拒之屡里奸邪 立志得诗 说上下诸陵 周遍三府 常困于连少鲁中 游乐渡户之间 率常在下渡 时会朝请 设长安上官礼 即昌义王费 霍光与张安氏诸大臣 一所立 未定 并及奏祭光曰 将军是孝武皇帝 守强宝之主 任天下之计 孝昌皇帝早崩无四 海内幽惧 与吉文四主 八丧之日 以大义立后 所立非其人 父以大义废之 天下莫不拂言 方今设计宗庙 群生之命 在将军之义举 切福听于众树 查其所言诸侯宗室 在列位者 未有所闻于民间也 而遗诏所养五弟 曾孙 明并已 在夜庭外加者 即前使居郡邸时 见其幼少 至今十八九矣 通经术有美才 行安而结合 愿将军祥大义 参以师归起仪 包险先使入室 令天下昭然之志 然后决定大册 天下兴慎 杜延年一支曾孙得美 劝光安世立言 秋七月 光坐亭中 会丞相以下一所立 遂赋予丞相长等上奏乐 孝武皇帝曾孙并已 年十八 诗寿诗论语孝经 功行极简 慈人爱人 可以寺孝昭皇帝后 奉成祖宗庙 子万幸 臣昧死已闻 皇太后赵曰 可 光潜宗正德 至曾孙家上官礼 喜慕赐御医 太普以凌列车 和赢曾孙 旧斋宗正府 庚申入魏央宫 建皇太后 封为杨武侯 以而群臣奏上喜寿 即皇帝位 叶高庙 尊皇太后 为太皇太后 世玉使 严严年合奏 大将军光 大将军光 善费力主 无人臣礼 不道 奏虽寝 然朝廷 肃然 敬担之 八月几四 安平敬侯 阳场 轰 九月 大赢天下 大赢天下 勿淫 蔡义为丞相 初 徐广汉女 是皇曾孙 一岁生子是 数月 曾孙立为帝 许氏为结余 事时 霍将军有小女 与皇太后亲 公卿亦 更立皇后 解心女 霍将军女 亦未有言 尚乃照求 微时故见 大臣之旨 白立许杰鱼为皇后 十一岳人子 立皇后许事 霍光以后赴广汉行人 不宜军国 遂于 乃封为昌城君 太皇太后归常乐宫 常乐宫出至屯位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本史元年 春 赵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宫 大将军光 一封万七千户 与顾所时 凡二万户 车记将军 赴平侯 安室以下 一封者十人 封侯者五人 次决 关内侯者八人 大将军光 起手归正 上千让不受 诸事皆先 观白光 然后奏遇 自昭帝时 光子羽及兄孙云 皆为中郎将 云帝山奉车都位 适中 领胡阅兵 光两女婿 为东西宫魏魏 昆帝诸婿外孙 皆奉朝请 为诸曹大夫 既都位 既适中 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即昌义王费 光泉义众 美朝见 上须及脸容 礼下之以慎 下 四月刚五地震 五月 凤凰及焦东 千圣 涉天下 勿收田租赋 六月 赵曰 故皇太子在乎 未有好事 遂识词 其义事 致原义 有思奏请 礼 为人后者 为之子也 故 将其父母 不得计 遵祖之义也 陛下为孝昭帝后 成祖宗之寺 予以为亲世 遗约道 母约道后 故皇太子 誓约立 使良帝 约立夫人 皆改葬言 秋七月 赵立 赵立焉赐王太子 建为广阳王 立广陵王须 邵子红 为高密王 初 上官节与霍光争权 光继诸节 遂尊五帝法度 以刑罚痛绳群下 由是俗立 接上严酷以为能 而河南太守城 淮阳黄霸 独用宽和为名 尚在民间时 知百姓苦力极也 闻霸持法平 乃照为庭位正 朔决一遇 庭中昌平 二年春 大司农田延年 有罪自杀 昭地之丧 大司农救民车 延年诈赃旧职 盗取钱三千万 为怨家所告 霍将军赵问延年 欲为道地 延年底曰 无有事事 光曰 即无事当穷净 御史大夫田广明 为太仆杜延年曰 春秋之义 已功赴过 当废昌义王时 非田子宾之言 大事不成 今县官 出三千万自启之 何哉 愿以于言 白大将军 延年延之大将军 大将军曰 诚然 诚然 实永世也 当发大义时 震动朝廷 光阴举手 自五心曰 使我至今并记 谢田大夫 小大司农 通往旧狱 得公益之 田大夫使人欲延年 延年曰 幸现官宽 宝我耳 何面目入牢狱 使众人指笑我 足徒拓无背乎 即避阁独居斋舍 偏袒 持刀东西部 数日 使者赵延年 亦庭位 闻古生 自闻死 夏五月 赵曰 孝武皇帝 功仁义 立威武 功德茂盛 而庙月未衬 朕甚道言 其与列侯 二千诞 博士义 一世群臣 大义庭中 皆曰 宜如诏书 常信少府 夏侯圣读曰 五帝虽有 攘似夷 广土敬之功 然多杀势众 劫民财力 奢态无度 天下虚好 百姓流离 悟故者伴 蝗虫大起 赤地数千里 或人民相识 蓄姬至今未复 无得责于民 不宜为立妙月 公卿供难圣约 此诏书也 圣约 诏书不可用也 人臣之义 以直言正论 非苟恶意顺旨 亦已出口 虽死不悔 于是 丞相遇使 合奏圣 非易诏书 悔先帝 不道 即丞相掌使 皇霸 阿纵圣 不举和 俱下遇 有司 有司遂请尊 孝武帝庙为世宗庙 奏圣德 文实五行之五 五帝寻寿所姓郡国 接力庙 如高祖 太宗言 下侯圣 皇霸记九戏 霸欲从圣受尚书 圣此以罪死 霸曰 昭文道 惜死可以 圣贤其言 遂受之 细之更东 讲论不代 初 乌孙公主死 汉父以楚王悟之孙 谢幽为公主 弃残取 残取胡父子尼米尚小 残取且死 以国与继父大陆子汪归迷 曰 尼米大以国归之 汪归迷记立 好肥王 父上楚主 生三男两女 长男曰 圆贵迷 赐曰万年 赐曰大乐 昭帝时 公主上书言 匈奴与车师 共亲乌孙 为天子姓旧之 汉养士马 以及匈奴 会昭帝崩 上前光禄大夫常会使乌孙 乌孙公主及昆弥 接前使尚书 言 匈奴父连发大兵 亲姬乌孙 使使为乌孙 促持公主来 欲隔绝汉 昆弥愿发国精兵五万计 尽力净匈奴 为天子出兵 以救公主昆弥 先是匈奴朔亲汉边 汉一遇讨之 秋 大发兵 前御史大夫田广明 为齐连将军 四万余计 出西河 渡辽将军 范明有三万余计 出张业 前将军韩赃三万余计 出云中 后将军赵冲国 为蒲类将军 三万余计 出九全 云中太守田顺 为虎牙将军 三万余计 出五元 其已出赛 各二千余礼 以常会为校尉 持节护乌孙兵 共激匈奴 三年春 正月鬼害 公哀许皇后崩 使霍光夫人险 欲贵其小女成军 道无从 会许后当身 并 女依纯于炎者 获是所爱 常入宫是皇后级 眼夫赏为夜亭护卫 为言 可过此获夫人 行 行为我求安持见 行为我求安持见 言如言报险 险因心声 必左右 自卫掩曰 少夫姓报我已事 我亦欲报少夫 可呼 掩曰 夫人所言 何等不可者 显曰 将军肃爱小女成军 欲其贵之 愿以累少夫 眼曰 何谓也 显曰 妇人免辱 大顾 十死一生 今皇后当免身 可因投毒药去也 长君即为皇后矣 如蒙历 事成 富贵与少夫共之 宴曰 要杂志 长仙长 安可 显曰 在少夫为之而 将军领天下 谁敢言者 缓急相互 但恐少夫无异而 言良久曰 愿尽力 击倒父子 进入长定宫 皇后免身后 言取父子 并和太医大丸 以印皇后 有请 曰 我头层层也 药中得无有毒 对曰 无有 遂家烦闷 崩 演出 过见险 相劳问 亦未敢众谢眼 后人有上书 告诸一世级无状者 皆收戏赵玉 何不道 显孔极 即以壮 俱玉光 阴曰 既诗迹为之 无令立即眼 光大惊 欲自发举 不忍 犹豫 会奏上 光熟眼悟论 显音劝光 那其女入宫 悟臣 武将军发长安 匈奴闻汉兵大出 老若奔走 去畜产远顿逃 是以武将少所得 下五月 军霸 杜辽将军出赛千二百余里 至浦离后水 斩首补鲁七百余级 前将军出赛千二百余里 至乌云 斩首补鲁百余级 蒲类将军出赛千八百余里 西至后山 斩首补鲁 得禅于使者 蒲英王以下三百余级 闻颅移隐去 皆不至七环 天子搏其过 宽而不醉 齐连将军出赛千六百里 至姬至山 斩首补鲁十九级 逢汉使匈奴还者 冉红等 言姬至山西有鲁重 齐连及戒鸿 使言五鲁 欲还兵 欲使属公孙益受剑 以为不可 齐连不听 遂引兵还 虎牙将军出赛八百余里 至丹余无水上 即止兵不尽 斩首补鲁前九百余级 引兵还 尚以虎牙将军不至七 炸增鲁祸 而齐连之鲁在前 逗留不尽 皆下吏自杀 卓公孙益寿为士玉使 乌孙昆迷自降五万计 与校卫常会从西方入 至幼陆离王亭 或缠于富行 及扫居次明王 离乌都尉千掌 寄将以下四万吉 马牛羊 驴妥妥七十余万头 乌孙皆自取所掳获 尚以武将皆武功 独会奉使克货 封会为常罗侯 然匈奴民众伤而去者 即畜产远已死亡 不可生数 于是匈奴遂衰号 愿乌孙 尚父前常会 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 会因奏请 秋辞国长沙校尉赖丹 为福朱 请辩道机制 尚不许 大将军霍光 封会已便宜从事 会与力士五百人 拒至乌孙 还过 发西国兵二万人 领副使 发秋辞东国二万人 乌孙兵七千人 从三面攻秋辞 兵为何 先遣人择其王 以前杀汉史状 王谢曰 乃我先王时 为贵人孤义所误尔 我无罪 会曰 即如此 赴孤义来 无治王 王值孤义议会 会斩之而还 大汉 六月极丑 杨平极侯蔡一轰 贾臣 常信少府为贤为丞相 大司农 大司农未相为御史大夫 东 匈奴禅于 自降数万计 及乌孙 颇得老弱 御还 会天大御雪 一日身仗于 人民畜产冻死 还者不能食一 于是丁陵 成若攻其北 乌还入其东 乌孙姬齐西 凡三国所杀数万吉 马数万匹 牛羊慎重 有众已饿死 人民死者十三 畜产十五 匈奴大虚弱 诸国基属者皆瓦解 公道不能理 其后 汉出三千余计为三道 并入匈奴 补鲁得数千人还 匈奴终不敢取荡 资欲向和亲 而边境少适宜 适岁 应川太守赵广汉为京赵尹 应川俗 豪杰相旁荡 广汉为相统 受利民投书 师相告捷 于是耕相怨救 兼党散落 盗贼不敢发 匈奴 匈奴响者 言匈奴中 接吻广汉明 于是入围经赵尹 广汉玉立 殷勤甚辈 事推功善 归之余下 行之发于至成 立贤愿为用 将扑无所弊 广汉聪明 皆知其能之所宜 尽力于否 其或负者 则收补之 无所逃 按之 罪利据 及时服辜 由善为勾矩 以得事情 屡里诸两之间 皆知之 长安少年数人 会穷里空舍 谋供节人 坐与谓气 光汉实力补制 聚服 其发奸替服如神 经赵正清 立民称之不容口 长老传 以为自汉兴 致经赵者莫能及 四年 春三月以某 立霍光女为皇后 设天下 初 许后起威贱 当至尊日前 从官车服 甚节俭 即霍后力 于驾侍从一胜 赏赐官署 以千万计 于许后时 玄决矣 下四月人银 下四月人银 郡国四十九同日地震 获山崩 坏城郭市屋 杀六千余人 北海狼牙坏祖宗庙 赵与 赵与 与列侯 中二千诞 博问经学之事 有以应变 无有所惠 令三府 太常 内郡国 举贤梁方正 各一人 大赦天下 上宿府 必正殿五日 是夏侯圣 皇霸 以圣为贱大夫 几世中 罢为扬州次世 圣为人 智朴守正 简易无威夷 或十位尚为君 勿相自于前 尚亦以示亲近之 常献 出道上语 尚闻而让圣 圣曰 陛下所言善 臣顾扬之 谣言不于天下 至今见诵 臣已为可传 故传尔 朝廷没有大义 上知圣素直 未曰 先生见证言 无成前事 圣父为常信少府 后迁太子太父 年九十足 太后赐钱二百万 为圣素福五日 以报师父之恩 儒者以为荣 五月 凤凰及北海安秋 纯与 广川王去作杀其师 及机械食余人 或消千禧灌口中 或知解 并毒药主之 令迷进 废喜上拥 自杀 地节元年 春正月 有兴备于西方 出王严寿 以广陵王须 五弟子 天下有便 必得利 因复诅之 为其后母弟 赵和其 娶广陵王女为妻 因使和其奉书 为广陵王曰 愿长耳目 无后人有天下 何其父常年 上书告之 事下有思考验 慈福 冬十一月 严寿自杀 虚勿制 十二月鬼害会 日有十之 逝岁 于定国为庭位 定国决于平法 悟在哀观寡 罪宜从清 加审慎之心 朝廷称之曰 张氏之为庭位 天下无冤民 于定国为庭位 民自已不冤 二年春 霍光并赌 车架自临问 尚为之涕气 光尚书谢恩 愿分国义三千户 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 奉兄去病寺 即日 拜光子宇为幼将军 三月更午 光轰 尚及皇太后 亲令光丧 中二千弹智种 赐子宫 赐子宫藏具 皆如圣余制度 誓约宣承侯 发三合族 穿富土 至元役三百家 掌成奉守 下诏赴其后事 筹其决议 事事无有所语 欲使大夫 卫相 尚封氏约 国家新师大将军 以显明功臣 以镇翻国 无控大位 以色争权 以以车济将军 安氏为大将军 无令领光禄勋士 以其子严寿为光禄勋 上亦欲用之 下四月物身 以安氏为大司马 车济将军 领尚书士 凤凰吉鲁 群鸟从之 大赦天下 上司报大将军德 乃封光雄孙山 为乐平侯 时已凤车都位 领尚书士 卫相 因昌成军 徐广汉奏风誓 言 春秋姬氏清 勿送三世为大夫 即鲁继孙之专权 皆危乱国家 自后援以来 陆去王室 正由总载 谨光死 子父为右将军 兄子秉书姬 昏地诸旭俱全世 在冰关 光夫人险及诸女 皆通吉常信公 或夜召门出入 交奢放纵 空尽不至 以由以损夺其权 破散阴谋 以顾万事之机 全功臣之事 有故事 诸上书者皆为二封 数其一约赴 领上书者先发赴风 所言不善 秉去不奏 向父音许伯 白去复风 以防拥毙 帝善之 照相几事中 皆从其意 帝兴于驴言 知民事之艰难 霍光济轰 使亲正事 立经为至 五日亦听事 自丞相以下 各奉执奏事 夫奏其言 考试功能 世中上书 功劳当千 即有一善 后加赏赐 至于子孙 终不改意 书积周密 品事悖剧 上下相安 莫有苟且之意 击拜次使 首相 则亲见问 观其所由 退而考察 所行 以至其言 有明识不相应 必知其 所以然 常称语 庶民 所以安其 前礼 而无叹息 仇恨之心者 正凭 送礼也 与我 共辞者 其为 良二千 以为太守 立民之本 朔便意 则下不安 民知其将久 不可欺网 乃服从其教化 故二千 淡 有智礼孝 则以喜书勉 赠至赐金 或决至关内侯 公轻缺 则选诸所表 以赐用之 是以汉士良力 于事为胜 呈中兴言 匈奴 胡眼低 缠鱼死 地 左贤王力 为须驴 全渠 缠鱼 以右大将女 为大燕之 而处 前缠鱼 所姓 专渠 渠 专渠 渠 之父 左大 拘渠 愿望 事实 汉以匈奴 不能为鞭寇 罢塞外诸城 以修百姓 禅于闻之 喜 赵贵人谋 欲与汉和亲 左大拘渠 辛亥其事 曰 前汉史来 兵随其后 今亦孝汉发兵 先施使者入 乃自请 与呼噜子王 各将万计 南邦塞列 相逢俱入 行卫道 会三计 王祥汉 言匈奴 欲为寇 于是天子 召发边际 囤要害处 使大将军 军奸 至重等四人 将五千计 分三队 出塞 各数百里 补得鲁 各数十人 而还 使匈奴 王其三计 不敢入 即隐去 是岁匈奴机 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又发两屯各万计以备汉 其秋 匈奴前所得 西入居所地者 其军长以下数千人 街区处处处产刑 阳区处产行 与欧托战 所杀伤慎重 遂南降汉 资质通鉴卷第二十五 汉记十七 中宗中宗孝宣皇帝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第节三年 春三月 赵曰 盖文 有功不赏 有罪不诛 虽唐鱼不能化天下 仅焦东相王成 烙赖不代 流民自占八万余口 至有一等之孝 其赐成 决关内侯 至中二千诞 未及征用 会并足关 后赵使丞相御使问郡 国上纪掌使守成 以政令得失 或对言 前焦东相成 伪字增加 以蒙贤赏 事后俗利多为虚明云 下四月悟身 立子氏为皇太子 以丙级为太父 太中大夫书广为少父 封太子外祖父 徐广汉为平恩侯 又封霍光 兄孙中郎将云 为贯阳侯 获显文历太子 怒会不识 欧穴 曰 此乃民间使子 安德利 及后友子 反为王爷 副教皇后 领独太子 皇后 朔赵太子赐食 宝阿 则先尝之 后 邪独 不得行 五月假身 丞相贤 以老病起骸骨 赐黄金百金 安车四马 罢就地 丞相 至世 自贤史 六月 仁臣 以卫相为丞相 新丑 顶级为御史大夫 书广为太子太父 广兄子寿为少父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 已为太子少 白史其帝中郎将顺 监护太子家 上已问广 广队曰 太子 国储父君 师有必于天下英俊 不宜独亲外家许事 且太子自有太父 少父 官属已辈 今父史顺护太子家 事漏 非所以广太子得于天下也 上善其言 以欲为相 相 免官谢曰 此非臣等所能及 广由是 见器重 经师大玉宝 大行城东海肖旺之上书 言大臣认证 宜姓专权之所致 上素闻旺之名 拜为业者 时尚伯言贤俊 民多上书言便宜 折下旺之问状 高者请丞相御史 四者中二千诞逝世 满岁以状文 下者报文 罢 索白 处奏皆可 东十月 赵约 乃者九月人尘地震 震慎巨焰 又能真震过失 即行良方正直言极见之事 以匡震之不代 无惠有私 无惠有私 朕既不得 不能复远 是以边境屯树为息 今父赤兵重屯 九老百姓 非所以随天下也 其霸车记将军 又将军屯兵 又召 持欲未遇性者 甲与贫民 郡国公馆 务赴修制 留民还归者 甲宫田 待种时 且务算事 或是交尺纵横 太夫人贤 广至帝势 作圣与年 佳画 秀阴平 黄金图 为续建伦 势必以五彩司 完显游戏地中 与奸奴逢子多乱 而与山 亦并擅置地宅 走马持足平乐馆 云当朝请 朔称并思出 多从宾客 张维列黄山院中 使仓头奴 上朝夜 莫敢前者 险及诸女 昼夜出入 长信宫殿中 无期度 帝自在民间 闻之获释 尊圣日久 内不能善 即公亲朝政 义使大夫 未向己事中 显未与云山 如曹不悟奉大将军于夜 今大夫己事中 他人一见乳 能复自救耶 后两家奴征道 获释奴入玉石府 欲踏大夫门 玉使为叩头谢乃去 人已为霍释 贤等使之忧 会为大夫为丞相 说厌见颜世 平恩侯与世中金安上等 竟出入省中 时霍山领尚书 上令立民得奏丰逝 不官尚书 群臣觐见独往来 于是霍释甚悟之 上颇文霍释独杀许后而未查 乃喜光女婿杜辽将军 魏央魏魏 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 初次婿朱立中郎将 于林间仁盛为安定太守 数月 复出光子婿几世中 光禄大夫张硕为蜀郡太守 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五威太守 请知 傅喜光长女婿常乐魏魏邓广汉为少府 勿须更以张安氏为魏将军 两宫魏魏城门北军兵鼠燕 以霍宇为大司马 冠小官无印寿 罢其屯兵官署 特使宇官明与光聚大司马者 又收范明友杜辽将军印寿 但为光禄勋 吉光中女婿赵平为散祭祭都尉 光禄大夫 将屯兵 又收平祭都尉印寿 朱岭胡岳祭与林及两宫尉将屯兵 西亿以所签信徐使子弟代之 初 初 校武之事 征发凡朔 百姓贫好 穷民犯法 坚贫贫不生 于是使张汤赵宇之署 调定法令 作尽之故纵 尽临不主之法 缓身故之罪 缓身故之罪 即纵出之诸 其后 金华桥法转相笔矿 尽网尽密 律令凡科 文书 应语及格 典者不能辨读 是以郡国常用者博 或罪同而论义 兼立因缘为事 所欲活则负生意 所欲献则与死比 一者贤冤伤之 庭位时 据录陆温书上书曰 陈文岂有无知之祸 而还功以兴 尽有离击之难 而文功用罢 尽是赵王不忠 诸吕作乱 而孝文为太宗 尤是观之 祸乱之作将已开圣人也 伏计变乱之后 必有一咎之恩 此贤圣所以招天命也 王者招地即是无似 昌义淫乱 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 陈文春秋正即位 大义统而慎时也 陈下初登至尊 与天和福 以改前世之诗 正是寿命之统 敌凡文除民集 以应天意 陈文 秦有识诗其依尚存 治愈之力是也 福育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复生 绝者不可复主 疏悦 与其杀不顾 宁施不惊 仅治愈力则不然 上下相驱 以克为名 身者或功名 凭者多后患 故治愈之力 皆愈人死 非增人也 自安之道 载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世 披行之徒 彼金而立 大辟之计 遂以万数 此人圣之所以伤也 太平之未恰 凡以此也 福人情 安则乐生 痛则思死 垂簇之下 何求而不得 故求人不生痛 则誓此以誓之 立志者立其然 则指导以明之 上奏未阙 则断练而周纳之 改奏当之成 虽高谣听之 有以为死有余故 何则 成恋者众 闻志之罪明也 故俗语曰 化地为玉 亦不入 刻目为利 期不对 此皆吉利之风 悲痛之词也 为陛下省法制 宽刑罚 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 上善其言 十二月 赵曰 见者利用法巧闻尽身 是赈之不得也 服绝欲不当 使有罪兴邪 不孤蒙禄 父子悲恨 赈甚伤之 金浅亭史 与俊居欲 任清陆伯 其为志亭未平 至六百旦 缘四人 其物平之 以称赈意 于是美季秋后 请演时 尚常性宣誓 摘居而绝世 欲行好为平矣 卓俊太守郑昌上书言 今明主 公垂明听 虽不至亭平 欲将自正 若开后寺 不若删定律令 律令一定 于民之所必 兼力无所弄矣 今不正其本 而至亭平 以理其末 正衰听代 则亭平 将赵权而为乱首矣 昭帝时 匈奴使四千计填车施 即五将军机匈匈奴 车施填者京去 车施附通于汉 匈奴怒 照其太子君宿 欲以为志 君宿 焉其外孙 不欲至匈奴 王走焉其 车施王 更立子 乌贵为太子 即乌贵立为王 与匈奴结婚姻 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誓岁 侍郎 侍郎会计政级 与校尉司马喜 将免刑罪人填渠礼 击鼓 法成郭诸国兵万余人 于所降田市 千五百人 供击车施 破支 车施王请降 匈奴发兵攻车施 即喜引兵北防支 匈奴不敢前 即喜即留义侯 与足二十人留守王 即等引兵归渠礼 车施王恐匈奴兵复制而见沙也 乃清济奔乌孙 即即迎其妻子 转送长安 匈奴刚以车施王昆帝 兜末为车施王 收其渔民东西 不敢居故地 而正级 使使立足三百人 往田车施地已识之 上自初级位 朔浅使者求外加 久远 多类似而非试 试岁 求得外祖母王昆 即昆南无故舞 尚赐无故舞绝关内侯 寻日间赏赐以巨万计 四年 四年春二月 四外祖母号为薄平君 封就无故为平昌侯 武为乐昌侯 下五月 山羊几阴 薄如鸡子 身二尺五寸 杀二十余人 飞鸟皆死 赵 赵 自今 子有 逆父母 妻逆夫 孙逆大父母 皆物质 立广川慧王 孙文 为广川王 或显即与山羽 自建日清靴 朔相对提气自愿 山羽 仅丞相用事 现官信之 尽便意大将军时法令 发扬大将军过失 又 朱如生多巨人子 远客饥寒 喜妄说狂言 不必忌讳 大将军常愁之 今陛下好语朱如生语 人人自书对事 多言我家者 常有尚书 言我家昆帝交字 其言绝痛 山丙不奏 后尚书者一劫 尽奏封事 则使中书令出取之 不关尚书 亦不信人 又闻民间宣言 或是毒杀许皇后 宁有誓言 显孔吉 即聚以时告宇山云 宇山云经曰 如是何不早告于等 宪官离散 赤逐诸旭 用事故也 此大事诸罚不小 奈何 于是时有邪谋矣 云旧李静所善张舍 见云家促促 为静曰 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 可令太夫人言太后 先诸此两人 以洗陛下 在太后尔 长安男子 张张告知 世下廷位 执金吾 补张舍等 后有诏 只物补 山等欲孔 相未曰 此宪官仲太后 故不敬也 然恶端以宪 久之由发 发及足矣 不如先也 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 皆曰 安所相避 会礼静坐与诸侯王交通 辞语及获释 有诏 云山不移宿位 免就地 山阳太守张场上封誓曰 陈文公子既有 有功于鲁 赵崔有功于晋 田丸有功于齐 皆愁其雍 严及子孙 忠后田氏篡齐 赵氏分晋 既是专鲁 故众尼坐春秋 既盛衰 既是清最甚 乃者大将军 绝大计 安宗庙 定天下 公义不细矣 福周公七年耳 而大将军二十岁 海内之命断于掌握 方其龙圣时 感动天地 钦破阴阳 朝臣已有名言曰 陛下 陛下包宠 故大将军 以报功德足矣 见者 辅臣专政 贵妻太盛 君臣之分不明 请罢霍氏三侯 接就地 即魏将军 张安氏 一次积障归修 时存问赵建 以列侯为天子师 明赵以恩不听 群臣以意故政 而后许之 天下必以陛下 为不忘功德 而朝臣为知理 或是世事无所换苦 今朝廷不闻直升 而令明赵自亲其闻 非策之得者也 今两侯已出 人情不相远 以沉心夺志 大司马及其知数 必有畏惧之心 福尽臣自威 非完祭也 陈场愿于广朝 白发其端 执守远郡 其路无由 为陛下省察 上慎善其技 然不照也 与山等家 朔有妖怪 举家忧愁 山曰 丞相善建宗庙高徒挖 可以此罪也 谋令太后 为伯平君治久 照丞相平恩侯以下 使范明友邓广汉 承太后至尹展之 因废天子而立语 约定 未发 云拜为玄徒太守 太中大夫仁宣为代郡太守 惠世发觉 秋七月 云山明友自杀 贤与广汉等补得 与妖斩 险及诸女昆帝 皆弃士 与霍氏相连座 诸灭者数十家 太仆杜延年 以霍氏救人 亦作免官 八月即有 皇后霍氏费 出昭台宫 以丑 照封告霍氏 是返谋者男子张张 七门董忠 左曹阳运 世中金安上 使高皆为列侯 运 丞相长子 安上 车济将军秘笛弟子 高 使良帝兄子也 出 霍氏奢侈 帽陵徐生曰 霍氏必亡 福奢侈 不逊 不逊 则武上 武上者 逆道也 在人之幼 众必害之 霍氏秉全日久 害之者多矣 天下害之 而又行以逆道 不亡何代 乃尚书言 霍氏太圣 陛下及爱后至 已以十亿至 五始至亡 书三上 折报文 其后霍氏诸灭 而告霍氏者皆封 人为徐生上书语 陈文刻有过主人者 见其造直突 旁有积心 可谓主人 更为驱突 缘喜其心 否者且有火患 主人默然不应 额儿加果施火 邻里共救之 幸而得兮 于是杀牛至久 泄其邻人 灼烂者在于上行 于各以公赐作 而不禄言驱突者 人为主人曰 像是听课之言 不费牛酒 终无火患 今论功而请兵 驱突喜心无恩责 交头烂额为上课也 主人乃悟而请之 今茂陵徐福 朔尚书 言获释且有变 以防绝之 向使福说得行 则国无列土出绝之费 臣无溺乱诛灭之败 往事既以 而福独不蒙其功 为陛下查之 贵喜心驱突之策 使居焦发灼烂之幼 尚乃赐福博石匹 后已为狼 第初历 夜见高庙 大将军光参胜 尚内言淡之 若有芒刺在背 后车记将军张安氏代光参胜 天子从容四体 慎安尽焉 吉光身死而宗族静诛 故俗传霍氏之霍蒙于参胜 后十二岁霍后复喜云林馆乃自杀 班固赞曰 霍光受强宝之托 任汉氏之计 匡国家安社计 雍昭力宣 随周公阿衡何以加此 然光不学无数暗于大理 因其邪谋立女为后 陈逆盈役之欲 以增颠覆之祸 死财三年 宗族诸仪 哀哉 陈光曰 霍光之府汉氏可谓忠矣 然足不能避其宗何也 福微福者 仁君之弃也 仁臣直至久而不归 显不吉矣 以孝昭之名 十四而知上官吉之诈 故可以亲正义 况孝宣十九即位 聪明刚毅之民极苦 而光九砖大饼不知必去 多致私党充色朝廷 使人主续愤于上 利民积怨于下 切齿侧目待时而发 其得免于身性矣 况子孙已交齿醋之灾 虽然 向使孝宣专以录制赏赐父及子孙 使之十大县奉朝请 以足以报圣得以 乃父认之以正受之以兵 即侍从叛基更加财夺 遂至恐惧以生邪谋 企图或是指自或哉 以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西窦骄作乱于楚 庄王灭其族 而设真隐克黄 以为子文无后何以劝善 福以贤与云山之罪 虽应移灭 而光之忠勋不可不四 岁使家无教类 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 召捡天下严价 又令郡国岁上戏求 以掠痴若于死者 所作献明觉理 丞相遇使客殿罪以文 十二月 清河王年作内乱费 千房陵 誓岁 北海太守卢江诸易 以智行第一入为大司农 渤海太守公岁入为水恒都位 先是 渤海左右郡岁姬 盗贼并起 二千旦不能秦至 尚选能智者 丞相遇使 举顾昌义郎中令公岁 尚拜为渤海太守 召见 问 何以至渤海 西起盗贼 对曰 海滨辖远 不沾圣化 其民困于饥寒而立不续 故使陛下赤子 盗弄陛下之兵 于黄池中耳 今遇使臣圣之也 讲安之也 上曰 选用贤粮 故遇安之也 岁曰 陈文 智乱民 由智乱绳 不可及也 唯缓智 然后可智 陈愿丞相遇使 且无居臣以文法 得一切便宜从事 上许焉 加赐黄金赠浅 盛传至渤海界 俊文心太守志 发兵已赢 遂皆浅还 遗书赤属县 西坝逐捕盗贼立 诸持除沟填器者皆为良民 立无得问 持兵者乃为贼 遂单车独行制服 盗贼闻遂教令及时解散 弃其兵弩而持沟除 于是西平 民安土乐业 遂乃开苍林甲贫民 选用良力为安募养烟 遂见其俗奢侈好墨迹不田作 乃功率以简约 劝民募农丧 各一口帅重树续养 民有带持刀剑者 使卖剑买牛 卖刀买毒 曰 何谓带牛配毒 烙赖寻行 郡中皆有续姬 御送至兮 乌孙公主女为秋辞王匠宾夫人 匠宾尚书言 得上汉外孙 愿与公主女聚入朝 元康元年春正月 秋辞王及其夫人来朝 皆赐印寿 夫人号称公主赏赐甚厚 初作度灵 喜丞相将军列侯立二千诞 资百万者度灵 三月 赵以凤凰及泰山沉流 甘露将魏央公 赦天下 有斯妇言 道元移称尊号曰皇考 夏五月 立皇考庙 冬至建章魏魏 赵广汉 好用势利子孙新晋年少者 专利强壮风气 见世风生无所回避 率多果敢之计 莫为持难 终以此败 广汉以私愿论杀男子荣畜 人尚书言之 誓下丞相玉使暗验 光汉以丞相夫人杀氏弊 欲以此携丞相 丞相按之欲疾 光汉乃将立足入丞相府 照其夫人跪亭下授辞 收奴婢食余人去 丞相上书自臣 丞相上书自臣 誓下庭位制 时丞相自已过浅吃复辟 出至外地乃死 不如广汉言 第物之 下广汉庭位欲 立民守却豪气者数万人 臣生无意献官 愿待赵经赵死 使牧养小民 广汉静坐腰斩 广汉为经赵尹 联名威智豪强 小民得职 百姓追思搁之 誓岁 少府送愁 作义凤凰下彭城 位置京师 不足美 便为似水太傅 尚选博士建大夫 通正士者 补郡国首相 以肖望之为平原太守 望之上书曰 陛下哀民百姓 恐得之不咎 西出见官以补俊力 朝无政臣则不知过 所谓忧其末而望其本者也 尚乃争望之 入守少府 东海太守河东引翁归 以智郡高地入围幼福封 翁归为人 功连明察 郡中立民贤不孝 及奸邪罪名尽知之 县县各有祭吉 自听其证 有吉名则少缓之 立民小谢折批吉 取人必于东秋克力大会中 即出行县 不已无事实 其有所取也 以衣景百 立民皆福恐惧 改行自新 其为福封 选用联平及坚力 以为幼职 接待有礼 好恶与同之 其富翁归 法义必行 然温良千退 不以行能交人 故犹得名誉于朝廷 初 乌孙公主少子万年 有宠于沙车王 沙车王死而无子 时万年在汉 沙车国人既 欲自脱于汉 又欲得乌孙心 尚书请万年为沙车王 汉许之 遣使者西冲国送万年 万年出力 报恶 国人不悦 上令群臣 举可使西域者 前将军韩僧 举上党逢奉士 以为好使持节送 大渊诸国客至一巡城 会故沙车王帝 忽图征 与庞国共沙其王万年 及汉使者西冲国 自立为王 时匈奴又发兵 攻车失城 不能下而去 刹车前使扬言 北道诸国已属匈奴已 于是攻劫难道 与煞蒙叛汉 从善善以西 皆绝不通 都护正吉 校尉司马喜 皆在北道诸国间 奉士与其父严昌继 以为不及机之 则刹车日强 其事难治 必为西域 遂以捷预告诸国王 因发起兵 南北道和万五千人 进击刹车 攻拔其城 刹车王自杀 转其手一长安 更立他昆弟子为刹车王 诸国西平 威震西域 奉士乃罢兵已闻 帝召见韩增曰 贺将军所举得其人 奉士遂西至大渊 大渊闻其斩刹车王 竟之易于他使 得其名马向龙而还 上慎月一封奉士 成相将军皆以为可 读少府萧望之 以为 奉士奉使有旨而善至为命 发诸国兵 虽有功效 虽有功效 不可以为后法 吉封奉士 开后奉士 开后奉士者立以奉士为笔 使管陶祖母 华杰鱼 及淮阳县王母张杰鱼 楚孝王母魏杰鱼 及爱姓 尚欲立张杰鱼为后 九之 成义获释欲害皇太子 乃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 二月遗筹 李长陵王杰鱼为皇后 令母养太子 封其父奉光为穷成侯 后无宠 惜得尽见 五月照曰 欲者万民之命 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 则可谓闻立矣 今则不然 用法获持巧心 稀律二端 深浅不平 奏不如实 尚意无由之 四方黎民将何养哉 二千诞各查官署勿用此人 利获善兴遥逸出传 称过史客 岳之余法以取名誉 譬如 建伯兵以待白日 岂不待灾 今天下颇备极易之灾 朕甚敏之 其令郡国备灾甚者 无出今年租赴 又曰 文古天子之名 南枝而亦会也 其更会寻 匈奴大臣皆以为 车师地匪美 晋匈奴 使汉德志多田基谷 避害人国 避害人国 不可不争 由氏朔浅兵 即车师田者 正即将渠离田族七千余人救之 为匈奴所为 即上言 车师去渠离千余里 汉兵载渠离者少 誓不能相救 愿易田族 尚语后将军赵冲国等议 欲因匈奴衰弱 出兵积其幼地 使不得富扰西域 魏相上书建曰 陈文之 旧乱诸暴为之义兵 义兵者望 敌家于己 不得已而骑者为之应兵 兵应者胜 憎恨小顾 不忍愤怒者为之奋兵 兵奋者败 利人土地货保者为之贪兵 兵贪者破 是国家之大 勿民人之众 欲献威于敌者为之交兵 兵交者灭 此武者非但人士乃天道也 见者匈奴常有善意 所得汉民 则奉归之 未有饭于边境 虽争屯田车施 不足致意中 今闻诸将军欲兴兵 身入其地 臣于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今边郡困乏 父子共犬阳之求 使草来之时 常恐不能自存 难以动兵 君旅之后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气 赏阴阳之河也 出兵虽胜有有厚忧 恐灾害之便因此已生 今郡国首相多不时选 风俗游薄水汗不时 按今年子弟沙父兄 七沙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 臣于以为此非小便也 今左右不忧此 乃欲发兵保仙界之分于远移 待孔子所谓 吴孔继孙之忧不再专于 而在肖墙之内也 尚从相言 直遣常罗侯常会 将张叶九泉记 往车施 迎正吉及其利氏还取离 照顾车施太子君素 在燕齐者 利以为王 尽喜车施国民 令居取离 遂以车施故地与匈奴 以正吉为魏司马 使户善善以西南道 未向好官汉故事 及便宜张奏 朔条汉兴以来 国家便宜行事 及贤臣 甲义朝措董仲书等所言 奏请施行之 向赤院使暗示郡国 及修告 从家还制府 折白四方一文 或有逆贼风雨灾变 郡不上 向折奏言之 与御史大夫秉吉同心辅正 上皆众之 秉吉为人深厚不乏善 自曾孙遭遇 言绝口不到前恩 故朝廷莫能明起公也 会叶庭公毕则 令民夫上书 自臣常有阿宝之功 张夏夜庭令拷问 则此饮食者秉吉之状 夜庭令降则 亦御食府已是吉 吉时未则曰 如常坐养皇曾孙不谨 都吃乳 如安得有功 读未成虎祖 怀仰郭征卿有恩儿 分别奏祖等 供养劳苦壮 召集求祖征卿 已死 由子孙 接受厚赏 召免则为数人 此前十万 尚亲见问 然后知己 有救恩而忠不言 尚大贤之 帝以肖旺之 精明持重 议论有余 才认宰相 欲详士其正事 父已为左平义 旺之从少府初为左迁 恐有不合义 即宜病 尚文之 使士中常都侯金安上 寓意曰 所用皆刚至民 以靠功 君前为平原太守日前 故父士之于三府 非有所闻也 望之即起士士 初 叶庭令张赫朔位帝车记将军 安氏称黄曾孙之财美即争怪 安氏折绝旨 以为少主在上 不宜称树曾孙 即帝集位 而贺已死 尚未安氏曰 叶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旨之 是也 尚追思贺恩 欲封其种为恩德侯 至首种二百家 贺有子早死 子安氏小男彭祖 彭祖又小羽上同席言书指 欲封之 显次觉观内侯 安氏申辞贺封 又求损首种户数 稍减至三十户 尚曰 无自为叶庭令 非为将军也 安氏乃止 不敢赴言 尚新济故昌义王贺 赐山阳太守张长喜书 令锦被盗贼 查往来过客 无下所赐书 显于是调奏贺居处 筑其肺王之孝曰 故昌义王为人 青黑色小木 鼻墨锐碑 少须眉 身体长大 脊尾行步不便 尘场常语之言 欲动观其意 即以鳄鸟赶之曰 昌义多销 故王应曰 然 前赫西至长安 书无销 赴来 冬至济阳 乃赴闻销声 查故王衣服言语贵起 轻狂不讳 尘场前言 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五子 留守哀王缘 请罢归 故王闻之语 中人守缘 己者当物质 相杀伤者当物法 欲令己死 太守奈何而欲罢之 其天资喜犹乱亡 终不见仁义如此 尚乃之贺不足济也 三年 春三月 照逢顾昌义王贺为海昏侯 以为赵曰 朕微秒时 遇使大夫秉急 中郎将使增使玄 常乐未未许顺 世中光禄大夫许炎寿 皆与朕有救恩 即故夜庭令张赫 辅导朕功修文学经术 恩惠卓义 绝功冒烟 诗不云乎 无德不报 奉赫索子弟子世中 中郎将旁祖为阳都侯 追赐赫氏曰阳都哀侯 吉为伯阳侯 曾为江陵侯 玄为平台侯 顺为伯望侯 严寿为乐成侯 贺有孤孙霸 年七岁 拜为散祭中郎将 赐绝观内侯 故人夏至郡抵御附座常有阿宝之功者 接受官路田宅财物 各以恩深浅报之 即临当风 并尚忧其不起 将使人旧家印福而封之 即其生存也 太子太父夏侯圣曰 此未死也 陈文 有因得者必享其乐 以及子孙 今即未祸报而极慎 非其死即也 后并果欲 张安氏自已父子封侯 在位太盛乃此路 照都内彼藏张氏无名前已百万数 安氏谨慎周密 美定大政已决 折一并出 文有赵令乃经 使吏之丞相府问焉 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语意也 常有所见其人来谢 安氏大恨 以为举贤达能 其有私谢耶 绝福富未通 有郎功高不调 自言安氏 安氏应曰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 人臣直视何长短而自言乎 绝不许 以而郎果迁 安氏自见父子尊贤 怀不自安 为子严寿求出补力 尚义为北帝太守 岁于 尚敏安氏年老 附争严寿为左曹太仆 下四月丙子 立皇子钦为怀阳王 皇太子年十二 通论语孝经 太父书广为少妇授约 吴文知足不辱知之不代 今世幻至二千旦 官成名利 如此不去 具有后悔 即日父子具疑病 尚书起骸骨 尚皆许之 家赐黄金二十斤 皇太子赠以五十斤 宫亲雇人设祖道公帐东都门外 宋者车数百辆 道路观者皆约 贤哉二大夫 或叹息为之下气 广寿归乡里 日令其家卖金工具 请族人故旧宾客与乡娱乐 或劝广以其今 为子孙泼利产业者 广曰 无其老辈不念子孙在 故自有旧田卢 令子孙勤力其中 足以公衣食 于凡人其 今父曾义至已为盈余 但叫子孙戴舵耳 行而多才则损其智 于而多才则意其过 且服父者众之愿也 无忌无以教化子孙 不欲意其过而生愿 有此今者 圣主所以会养老臣也 故乐与相当宗族 共享其次 已尽无余日 不亦可忽 于是族人岳福 颖川太守皇霸使游庭相观 揭续姬屯 以善观寡穷者 然后为调教 至父老师帅五长 搬行之于民间 劝以为善房间之意 集物耕丧 节用 职财 种树 续养 去福淫之费 其智 米言米密 出若凡岁 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利民见者 予次寻异 问他因福以相参考 聪明智识 利民不知所出 弦称神明 毫离不敢有所欺 奸人去入他郡 盗贼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 勿在成就全安长力 许成老并龙 督有白欲竹之 霸曰 许成连力 虽老尚能拜起颂赢 正颇众听和商 且善助之 无师贤者意 或问其故 霸曰 许亦掌力 送雇迎新之费 即兼力因缘 绝博书到财物 公司费号甚多 皆当出于民 所欲心力又未必贤 故不如其故 图相亦为乱 反制道去其太甚者耳 霸以外宽内明 得利民心 户口岁增 智为天下第一 征守经兆尹 请知 做法连贬至 有兆复归影川为太守 以八百淡居 四年春张月 照 年八十以上 匪诬告杀商人 他皆悟作 又福封引翁归族 家无余才 秋八月 照曰 翁归联平相政 至民一等 其次翁归子黄金百金 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 求高祖公臣子孙施侯者 得怀礼公圣周广汉等百三十六人 其次黄金二十金 父其家 令奉祭祀 世事物绝 丙吟 傅平敬侯张安氏轰 初 福阳杰侯为贤轰 长子红有罪细欲 家人较贤令 以赐子大和都尉玄成为后 玄成身知其非贤雅义 即扬为病狂 握便利 望笑语昏乱 祭葬当席诀 以狂不应兆 大鸿鲁奏壮 张下丞相玉使暗焰 暗示丞相使 乃与玄成书曰 古之词让 必有文艺可观 故能垂荣于后 今子独坏容貌 莽耻辱为狂痴 光耀眼而不宣 威在子之所脱明也 朴素余露 过为丞相执事 愿少闻风生 不然 孔子商高 而蒲为小人也 玄成友人 侍郎张义上书言 圣王贵以礼让为国 以悠仰玄成 勿往其至 使得自安横门之下 而丞相玉使 遂以玄成食不病 合奏之 有诏勿合 引拜 玄成不得已受绝 第高旗节 以玄成为河南太守 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 乌孙留不浅 汉前使则乌孙 乌孙送乌贵一阙 初 五帝开河西四郡 隔绝枪与匈奴相通之路 赤竹诸枪不使居黄中帝 即帝即位 光禄大夫一渠安国 使行诸枪 心灵豪言 愿十度黄水 北竹民所不田处序目 安国以闻 后将军赵冲国 和安国奉使不敬 事后枪人旁援前沿 抵茂渡黄水 郡县不能进 既而先灵 与诸枪种豪二百余人 解仇交致蒙祖 上文之 已问赵冲国 对曰 枪人所以抑制者 以其种自有豪 朔相攻击 事不一也 往三十余岁西枪返时 亦先解仇和约公邻居 与汉相聚五六年乃定 匈奴朔右枪人 欲与之共鸡张叶九泉地 使枪居之 见者 匈奴困于西方 以其更前使至枪中与相结 陈孔枪便未知此 且赴吉连他种 以吉未然为之辈 后跃于 枪侯狼河 果前使至匈奴借兵 欲击善善敦黄 以绝汉道 冲果以为 郎河誓不能独造此计 以匈奴使 倚至枪中 仙灵喊谦 乃解仇作曰 道丘马肥便必其矣 以遣使者行鞭兵 欲为备斥 誓诸枪 无令解仇 以发掘其谋 于是梁府 傅白遣义渠安国 行侍诸枪 分别善恶 事实 彼年丰人 古诞无前 资质通鉴卷第二十六 汉记十八 中宗孝勋皇帝中 神诀元年 春正月 春正月 上始行性甘权 交太制 三月 行性河东 祠厚土 上颇修五地故事 简摘四之礼 以方式言 增至神词 闻一周有金马必基之神 可教计而至 于是遣贱大夫蜀郡王包 使持节而求之 初 上文包有俊才 赵贱 使为圣主得贤臣诵 其词语 福贤者国家之器用也 所认贤 则驱舍省而公师谱 气用力则用力少而就孝众 故工人之用顿器也 劳金苦谷终日枯枯 即至桥也筑干江 使离楼都省 公书薛墨 虽重抬五层 言冒百丈而不混者 公用相得也 庸人之欲奴马 亦商稳必策而不尽于行 即至驾涅兮参圣诞 王良之靶 寒埃赋予 周流八吉万里一息 何其辽载 人马相得也 故福痴戏之良者 不苦圣鼠之欲遗 习雕湖之暖者 不忧至寒之欺创 何则 有其聚者亦其辈 贤人君子 以圣王之所以亦海内也 习周公公土桌之牢 故有与空之隆 其还设亭了之礼 故有匡合之功 由此观之 君仁者勤于求贤 而易于得仁 仁臣亦然 惜贤者之未遭遇也 徒氏魁策 则君不用其谋 臣见捆成 则尚不然其信 近世不得失笑 赤竹又非其千 是故依隐秦于鼎祖 太公困于鼓刀 百里自欲 宁子犯牛 离此换也 及其欲明君 遭圣主也 运筹和上议 见证及见听 进退得观其中 任职得行其数 剖符刺壤而光足口 故世必有圣志之君 而后有贤明之臣 故虎啸而封裂 龙兴而智云 蟋蟀似秋银 浮游出乙音 一曰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诗曰 思皇多士生此亡国 故世平主圣 俊爱将自治 明明在朝 目目不列 聚精会神相得益彰 随伯崖操地中 旁门子弯乌侯 尤未足以欲其一也 故圣主必带贤臣而弘工业 郡士亦似明主已显其德 上下俱欲欢然交心 千载亦和论说无疑 亦虎如鸿毛欲顺风 佩虎如巨鱼纵大贺 其得意若此则胡尽不止 何令不行 画意似表横批无穷 是以圣主不便窥望而是以明 不单清耳而听以聪 太平之则色悠游之妄得 修征自治受考无疆 何必掩养屈身若彭祖 须须呼吸如乔松 渺然局俗离世哉 事时尚颇好神仙 故包对极致 经召隐章场亦上书见曰 愿民主拾望车马之后 赤远方氏之虚语 游心帝王之树 太平树即可兴也 上游是西坝上方代赵 初 赵广汉死后 为经召隐者皆不称职 为场能记其计 其方略耳目不及广汉 然颇以荆树儒雅文之 上坡修士 宫士车伏胜于昭帝时 外妻徐使王氏贵宠 见大夫王吉上书曰 陛下公圣志总万方 唯思事物将兴太平 诏书每下民心然若更生 臣服而私之可谓至恩 为可谓本物也 欲智之主不是初 公卿性德遭遇其时 言听见从 然未有见万事之长策 举民主于三代之龙也 其物在于欺慧 不输断欲听诵而已 此非太平之机也 陈文民者 若而不可胜 于而不可欺也 圣主独行于身功 德则天下称颂之 师则天下闲言之 故以谨选左右 审则所使 左右所以正身 所使所以宣德 此其本也 孔子曰 安上至民 莫善于礼 匪空言也 王者未至礼之时 引先王礼 已于金者而用之 臣愿陛下 成天心发大业 与公卿大臣 言及如生 恕旧礼 明王志 屈一世之民 积知人寿之欲 则俗何以不若成康 寿何以不若高宗 且见当世屈悟不合于道者 谨调奏 为陛下才责言 即易以为 世俗聘妻宋女无节 则贫人不及 故不举子 有 汉家列侯上公主 诸侯则国人成汪主 使男侍女 夫屈于妇 逆阴阳之位 故多女乱 古者衣服车马 贵贱有章 仅上下见差 人人自治 誓以贪财诸力 不畏死亡 周知所以能致 致行错而不用者 以其尽邪于明明 绝恶于未蒙也 又言 顺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事 而举高瑶一隐 不仁者远 今使俗力得任子弟 率多骄傲 不通古今 无益于民 以明选求贤 除任子之令 外家及故人 可厚以财 不宜居位 去绝底 捡岳府 省上方 明是天下一捡 古者功不造刁转 商不通迟迷 非功商之独贤 正教使之然也 尚以其言为迂阔 不慎宠义也 集穗谢并归 一渠安国至羌中 照先连诸豪三十余人 以由节节者皆斩之 纵兵积其种人 斩首千余疾 于是诸祥枪 及龟翼枪侯杨玉等怨怒 无所信向 遂劫小种 背叛犯赛 攻成义杀长力 安国以继都尉 将继二千屯背枪 至后尾 为鲁所击 狮王车重兵器甚重 安国隐还至邻居已闻 使赵冲国年七十余上老之 使秉吉问谁可降者 冲国对曰 无余余余老臣者已 尚浅问焉 曰 将军夺枪鲁何如 当用几人 冲国曰 百闻不如一见 兵难遥夺 臣愿持至金城 图上方略 羌蓉小仪逆天背叛 灭亡不久 愿陛下遗嘱老臣勿以为忧 上孝曰 诺 乃大发兵亦金城 下四月 遣冲国将之 以激西枪 六月 有兴背于东方 赵冲国至金城 虚兵满万计 御渡河 恐为鲁所遮 即夜浅三孝贤眉鲜渡 渡折迎镇 会冥币 遂以赐禁渡 鲁数十百计来 出入军旁 冲国曰 吾士马心眷不可持逐 此皆小济难治 又恐其为幼兵也 鲁鲁以铁灭为期 小利不足贪 令军勿鲁 遣济后四望霞中无鲁 也引兵上至洛都 照诸孝司马未曰 吾之羌鲁不能为兵矣 使鲁法数千人首度四望霞中 兵起得入灾 冲国常以远赤后为物 行避为战备 只避兼迎避 尤能持重爱士族 先计而后战 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日享军事 事皆遇为用 鲁朔挑战 冲国坚守 不得牲口 言枪毫相属则曰 欲辱无反 今天子前赵将军来 年八九十以善为兵 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也 出 喊千豪弥当尔 使地雕库来告都尉曰 先连欲反 后数日国返 雕库众人颇在先连中 都尉即留雕库为至 冲国以为无罪 乃遣归告种豪 大兵诸有罪者 明白自别 无取并灭 天子告诸强人 犯法者能相补斩除罪 仍以功大小赐钱有差 又以其所补妻子财物尽欲之 冲国际欲以威信招降罕千及劫掠者 解散鲁谋 要其脾聚乃机之 使尚已发内军兵屯鞭者和六万人矣 九全太守心武贤奏言 军兵皆屯背南山 北边空虚事不可久 若至秋冬乃进兵 此鲁在境外之侧 金鲁朝夕为寇 土地寒苦 汉马不奈冬 不如以七月上旬即三十日粮 分兵出张叶九泉 何机寒千在咸水上者 虽不能禁诸 但夺其畜产 鲁其妻子 赴隐兵还 东赴姬之 大兵仍出 鲁必阵坏 天子下其输冲国 领益之 冲国以为 一马自负三十日时 为米二胡四斗 麦八胡 又有衣装兵器 难以追逐 鲁必伤君进退 烧饮去 竹水草入山林 随而深入 鲁吉聚浅险 守候恶 以绝良道 必有伤威之忧 唯一敌孝 千载不可赴 而武贤以为 可夺其畜产 鲁其妻子 此代空言 非智忌也 仙怜守为叛逆 他种劫掠 故陈于策 欲捐喊千暗昧之过 隐而悟张 先行仙怜之诛 以振动之 以悔过反善 因设其罪 选择良力 知其俗者 抚寻何疾 此全师保圣 安边之策 天子下其书 公卿义者贤以为 先连兵圣 而赴喊千之注 不先破喊千 则先连未可徒也 尚乃拜世中许颜寿 为强弩将军 击败九权太守武贤为破枪将军 赐喜书 加纳其策 以书赤让冲国曰 今转书并起百姓烦扰 将军讲万余之众 不早及秋 供水草之力 争其处食 欲至东 鲁皆当处食 多藏匿山中 依贤祖 将军誓寒 手足君主 宁有利灾 将军不念中国之费 欲以岁数而胜敌 将军谁不乐此者 今召破枪将军武贤等将兵 以七月击喊枪 将军其引兵并进 勿赴友谊 军国上书曰 陛下前姓赐书 欲使人欲喊 以大军当智 汉不诸喊 以泄其谋 臣顾浅千喉雕库 宣天子智德 喊千之蜀 解闻之明照 今仙连枪阳玉祖石山林 后便为寇 喊枪未有所犯 乃至仙连仙姬寒 誓有罪诸无辜 其遗难救两害 成非陛下本祭也 陈文兵法 功不足者守有余 又曰 善战者治人不治于人 今喊枪欲为敦煌九拳寇 以赤兵马练战士 以虚其智 作得智敌之术 以易基劳取胜之道也 今恐二郡兵少 不足以守 而发之行功 是智鲁之术 而为从鲁所智之道 臣予以为不便 先连枪鲁欲为背叛 故于喊迁解仇结约 然其私心不能无恐汗兵制 而喊迁背之也 臣予以为 其智常遇先父喊迁之急 以兼其曰 先姬喊枪 先连必住之 今鲁马肥 粮食芳饶 机之恐不能伤害 事使先连 得施得于喊枪 兼其曰 合其党 鲁骄兼 和精兵二万余人 破携诸小种 附着者稍重 莫须之数 不清得理也 如是鲁兵尽多 诸之用力数倍 陈恐国家幽类 有十年数 不二三岁而已 于臣之计 先诸先连矣 则喊迁之数 不凡兵而服矣 先连矣诸 而喊迁不服 设正月姬之 得记之理 又其时也 以今进兵 成不见其力 勿深 冲国上奏 求七月假银 喜书报 从冲国寄淹 冲国乃引兵至 先连在所 鲁九屯聚 谢驰 望见大军 汽车重 欲渡黄水 到厄侠 冲国徐行驱之 或曰 逐力行驰 冲国语 此穷寇 不可破也 缓之则走不顾 及之则缓至死 诸孝皆曰 善 鲁覆水逆死者数百 祥及斩首五百余人 鲁马牛羊十万余头 车四千余辆 兵至汉地 令君无凡聚落除木田中 汉腔文至喜悦 汉果不积我已 好米旺使人来言 愿得还父故地 充国以文未报 米旺来自归 充国赐饮食 遣还玉种人 护军以下皆争之曰 此凡鲁不可善前 充国曰 诸君但欲辩文字赢 非为公家中继也 与魏族喜书报 令米旺已熟论 厚喊竟不凡兵而下 上召破枪强弩将军一屯锁 以十二月与冲国河 进击新连 使枪响者万余人矣 冲国夺其壁坏 欲罢其兵 屯田以待其壁 作奏未上 会得进兵喜书 冲国子中郎将昂聚 使克建冲国曰 成令兵出 破军杀将以清国家 将军守之可也 即利与并又何阻争 一旦不和上意 遣秀依来择将军 将军之身不能自保 和国家之安 冲国探曰 是和言之不忠也 本用无言 枪鲁得志事耶 王者举可先行枪者 五举心五贤 丞相玉使 傅白遣一渠安国 竟举败枪 金城黄中 古湖八前 五位耿中城 敌三百万湖谷 羌人不敢动矣 耿中城 请敌百万湖 乃得四十万湖耳 一渠在始且废其半 失死二策 羌人敢致为逆 失之毫厘 差以千里 事既然矣 仅兵久不绝 四夷足有动摇 相阴而起 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 羌读足幽耶 无故以死守之 明主可为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 臣所将力士马牛 使所用两股骄稿 调度甚广 难久不解 遥以不息 恐生他便 唯明主忧 成非宿定妙圣之策 且枪亦以祭破 难用兵碎也 故臣于心以为 积之不便 既夺临腔冬至好围 腔鲁故田及公田 民所未肯可二千情以上 其间游亭多败坏者 臣前部侍入山 伐林木六百余梅在水赐 臣愿罢其兵 留步兵万二百八十一人 分屯要害处 兵解曹下 善香亭 郡沟渠 至皇霞以西道桥七十所 令可至咸水左右 田氏初 妇人三十亩 至四月草生 发俊记及蜀国胡记各迁 旧草为田者游兵 已冲入金城郡 亦积蓄省大费 今大司农所转古智者 足之万人一岁时 今上田处及器用部 上报曰 即如将军之计 鲁当何时辅诛 兵当何时得绝 熟记其变 复奏 冲国上状曰 陈文帝王之兵 已全取胜 是以贵谋而建战 百战而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故心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埋夷习俗 随属于礼毅之国 然其欲避害就利 爱亲妻为死亡一也 今鲁王其美帝建草 愁于寄托远盾 骨肉心离 仍有叛志 而明主班师罢兵 万人流田 顺天时因地利 以待可胜之鲁 虽未及福孤 兵决可积月而望 羌鲁瓦解 前后响者万七百余人 即寿言去者凡七十倍 此作之解羌鲁之巨也 陈锦条 不出兵流田便宜十二世 步兵九孝 力士万人流屯 以为五倍 因田治谷 威得并行一也 又因排折羌鲁 令不得归肥饶之地 贫破其重 已成羌鲁相叛之鉴 二也 居民得并田作 不失农业三也 军马一月之时 夺知田氏一岁 霸其兵已省大废四也 至春 省甲氏族 寻荷黄草谷至林羌 已是羌鲁扬威武 传世折冲之巨五也 已行辖时 下先所伐财 擅至游庭 冲入金城六也 冰出 常微侥幸 不出 令反叛之鲁 篡于风寒之地 离双路极易 逐舵之患 作得必胜之道七也 五经族远追死伤之害八也 内部损威武之重 外部令鲁得常见之事九也 又无惊动河南大千 始生他便之忧十也 至黄霞中道桥 令可至咸水已至西域 身为千里 从枕席上过失十一也 大废济省 摇曳玉西 已戒不渝十二也 流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施十二利 为明照彩泽 上父赐报曰 兵爵可积月而望者 为金东也 为何时也 将军独不济 鲁文兵泼皮 且丁状相聚 攻扰田者即道上屯兵 赴杀掠人民 将何以止之 将军熟记覆奏 冲国覆奏曰曰 陈宇以为 鲁破坏可日月季 远再来春 故曰兵爵可积月而望 且见北边自敦皇至辽东 万一千五百余里 常塞列地 有立足数千人 鲁朔以大众攻之而不能害 仅骑兵虽罢 鲁见屯田之士 是精兵万人 从今进三月 鲁马雷兽 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 远设河山而来为寇 亦不敢将其累重 还归故地 是臣之余计 所以夺鲁且必瓦解其处 不战而自破之策也 至于鲁小寇道 食杀人民 其缘未可足尽 陈文战不必胜 不苟接任 功不必取 不苟劳重 常令兵出 虽不能灭仙连 但能令鲁绝不为小寇 则出兵可也 即今同事 而是作圣之道 从成威之事 往中不见利 内空自疲蔽 便众已自损 非所以是蛮夷也 有大兵一出 还不可复留 黄中亦未可空 如是摇曳复更发也 臣于以为不便 臣妾自为念 奉召出塞 引君远姬 穷天子之精兵 散车甲于山野 虽无尺寸之功 偷得避贤之便 而无后救余泽 此人臣不忠之力 非民主社稷之福也 冲国奏美上 折下公卿一尘 出世冲国记者十三 中十五 最后十八 有诏皆前言不便者皆顿守福 魏项曰 臣于不惜兵士厉害 后将军说话军策 其言常事 臣任其计必可用也 上于是报冲国 迦那之 亦已破枪 强弩将军朔言当机 已是两从其计 照两将军与中郎将昂出击 抢弩出 降四千余人 破枪斩首二千级 中郎将昂斩首降者 亦二千余级 而冲国所降 富得五千余人 赵霸兵 读冲国流屯田 大司农朱一族 尚以其巡礼 闽西之 赵赐其子黄金百金 以奉其祭祀 誓岁 前将军龙落侯寒增为大司马 车记将军 丁陵比三岁超道匈奴 杀掠数千人 匈奴遣万余计往击之 无所得 二年春正月 以凤凰甘露降级京师 射天下 下五月 赵冲国奏言 羌本可五万人均 凡斩首七千六百级 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 拟河黄饿死者五六千人 定计 以托于监拱皇帝巨王者不过四千人 羌迷望等自鬼必得 请霸屯兵 奏可 冲国阵旅而还 所善好兴赐盈税冲国阅 众人皆以破枪 强弩出击 多斩首升降 鲁以破坏 然有使者 已为鲁士穷困 兵虽不出 即自拂矣 将军即见 已归功于二将军出击 非于臣所及 如此 将军继位师也 冲国阅 吴年老已 爵位已及 其贤罚一时事 以其名主在 兵士 国之大事 当为后法 老臣 老臣不以余命 一位陛下名言兵之厉害 足死 谁当复言之者 足以其一对 尚然其计 霸遣新武贤 归九泉太守 官冲国 父为后将军 邱 枪若陵 离流 且肿 而库 共斩新连大侯 尤非 杨玉守 即诸侯帝则 杨雕 良耳 迷忘 接率 兼拱皇帝之署 四千余人降 汉封若陵 帝则二人 为帅重王 于皆为侯为君 出至金城蜀国 以处降枪 召举可护枪校尉者 食冲国病 四伏举新武贤小弟 汤 冲国聚起 奏 汤十九 不可典蛮夷 不如汤兄临重 食汤以拜寿节 有诏耕用临重 后临重病免 无辅复举汤 汤朔罪续强人 强人反叛 足如冲国之言 新武贤深恨冲国 上书告中郎昂 谢省忠语 下吏自杀 私立校尉 魏郡葛宽扰 刚指公卿 朔干犯上意 食尚方用刑法 任中书官 宽扰奏方士曰 方今圣道尽威 如数不行 以行语为周哨 以法律为诗书 又引一转言 五帝观天下 三王家天下 家已传子孙 官已传贤圣 书奏 尚以为宽扰愿棒 下其书终二千诞 实执今无异 以为宽扰旨意欲求善 大逆不道 见大夫郑昌 敏伤宽扰 终执忧国 以言是不当义 而为文力所抵错 尚书宋宽扰曰曰 陈文山有莽寿 离获为之不采 国有忠臣 兼邪为之不起 私立效位宽扰 居不求安 食不求饱 尽有忧国之心 退有死劫之意 尚无徐始之暑 下无金章之托 直在思察 直道而行 多愁少语 尚书陈国事 尤思何以大辟 陈姓得从大夫之后 官以贱为名 不敢不言 尚不听 九月 下宽扰力 宽扰隐佩刀自警北缺下 众莫不连之 匈奥 匈奴虚驴全渠禅 将十余万计 棒赛列 欲入边为寇 未至 惠其民 提出渠堂 王祥汉言状 汉已为 严兵陆西陆卢侯 而且后将军赵冲国 将兵四万余计 囤圆边九郡贝禄 粤鱼 缠鱼并呕血 因不敢入 还去 及罢兵 乃使提王都黎胡四等 入汉请和亲 未报 会缠鱼死 须鱼全渠禅于使利 而处专渠燕之 专渠燕之即与幼贤王徒其堂私通 幼贤王会龙城而去 专渠禅于于已禅于并肾且勿远 后数日 禅于死 用士贵人 好肃王行未央 使人赵诸王 未至 专渠燕之 与其帝左大将 居渠都隆其谋 立幼贤王为卧眼渠堤禅于 卧眼渠堤禅于者 乌为禅于尔孙也 卧眼渠堤禅于利 凶恶 杀行未央等 而任用都隆其 有尽免虚驴全渠子弟近亲 而自以其子弟待之 虚驴全渠禅于子 姬侯山即不得利 王规欺负乌禅目 乌禅目者本康居乌孙间小国 朔渐亲暴 帅其众数千人降匈奴 葫芦姑禅于 以其弟子日竹王子弃之 使长其众 居幼帝 日竹王先行禅 其父左行王当为禅于 让葫芦姑禅于 葫芦姑禅于许立之 国人已故颇颜日竹王当为禅于 日竹王肃语握眼渠堤禅于有戏 即帅其众欲详悍 使人至趋离 与祭都位正吉相闻 即发趋离秋辞诸国五万人 迎日竹王口万二千人 小王将十二人 随即至河区 颇有王者 即追斩之 遂将义京师 汉封日竹王为归得侯 即即破车师祥日竹威震西域 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 故号都护 都护之志自吉始焉 尚封即为安远侯 即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至乌磊城 去阳关二千七百余里 匈奴易弱 不敢争西域 同仆都位有此罢 都护都查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 有便以文可安吉安吉之 不可者诸罚之 汉之号令般西域矣 卧眼瞿堤缠鱼 更立其从兄博须堂为日竹王 乌孙昆弥 温归弥 因长罗侯常会上书 愿以汉外孙元桂弥为四 令得父上汉公主 结婚重亲 判决匈奴 召决匈奴 照下公轻易 大鸿鲁消忘之以为 乌孙绝遇 便故难保 不可许 尚美乌孙心力大功 又重绝故业 乃以乌孙主谢幽帝相夫为公主 盛为资送而浅之 使常会送之至敦煌 未出塞 闻温归弥死 乌孙贵人 共从本曰 立曾妻子尼弥为昆弥 好狂亡 常会上书 愿留少主敦煌 会持至乌孙 责让不立原贵弥为昆弥 还迎少主 誓下公轻 望之父以乌孙持两端 南约结 令少主以原贵弥不利而还 信无负于遗敌 中国之福也 少主不止 摇曳将兴 天子从之 征还少主 三年春三月秉晨 高平县侯未向轰 下四月雾晨 秉吉为丞相 吉尚宽大 好礼让 不亲小事 识人已为之大体 秋七月甲子 大红卢消忘之 为玉使大夫 八月 八月 赵曰 利不连平 则至道衰 今小利皆秦氏而奉路薄 欲无亲于百姓难以 其毅力摆淡以下奉十五 四岁 东郡太守韩岩寿为左平义 十 岩寿为颖川太守 颖川成赵广汉购会利民之后 俗多愿愁 岩寿改庚 岩寿改庚 教以礼让 赵固老 于义定嫁取丧祭仪品 略依古礼 不得过法 百姓遵用其教 卖偶车马 卖偶车马 下离伟物者 弃之世道 黄霸带颜寿居颖穿 霸因其忌而大志 颜寿为例 上礼意 上礼意 好谷教化 所至必聘其贤士 以礼带 用广谋意 纳见证 表孝涕有形 修至学观 春秋相设 陈中谷管弦 圣升将一让 即都市讲舞 设辅乐经旗 习摄欲之事 至成锅收付租 先明不告其日 以期会为大事 立民敬畏屈向之 又至正无掌 相帅以孝涕 不得涉奸人 屡里千墨有非常 立折闻之 奸人不敢入戒 其始若凡 后立无追捕之苦 民无垂储之忧 皆便安之 接待下立 恩师甚厚而约是明 或欺负之者 言受痛自克责 其其负质何以致辞 立文者自伤悔 其县位至自赐死 即门下院自警 人书不救 言受替气 潜立一致士 后赴其家 在东郡三岁 另行禁止 段欲大减 由事入为平易 言受出行县至高陵 民有昆帝相与送田 自言 言受大伤之 曰 幸得倍畏 为俊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 致令民有骨肉征颂 既伤风化 众使贤掌历色夫三老孝涕受其耻 就在平易当先退 逝日一并不听事 引入卧转舍必格思过 一现莫之所为 令常色夫三老皆自戏戴罪 于是诵者宗族传相则让 此两昆帝身自毁 皆自昆肉坦谢 愿与田相宜 忠死不敢负征 郡忠昔然 莫不传乡赤利不敢犯 言受恩信周遍二十四县 莫敢以辞颂自言者 推其至成 立民不忍期待 匈奴禅于又杀先贤禅两地 乌禅目请之 不听 心会 其后 祖奥剑王死 禅于自立其小子为奥剑王 刘庭 奥剑贵人 共立故奥剑王子为王 与聚东喜 禅于又丞相将万计往积之 师王数千人不胜 资质通建卷第二十七 汉记十九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决四年 春二月 以凤凰甘露降级京师 摄天下 颖川太守皇霸 在郡前后八年 正式御制 事实 凤凤神诀朔及郡国 颖川游多 夏四月 赵曰 颖川太守霸 宣明赵令 百姓向画 孝子替帝 真父顺孙日语众多 田者让叛道不时宜 仰视观寡善助贫穷 欲获八年无重罪求 其赐绝关内侯 黄金百金至中二千弹 而颖川孝涕有行义民三老力田 皆已差赐绝吉伯 后数月 争霸为太子太傅 五月 匈奴禅于浅地忽留若王圣之来朝 冬十月 凤凤十一及杜陵 河南太守银银年 为智因智酷烈 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 所谓当生者鬼杀之 历民莫能测其意深浅 战力不敢犯尽 冬月 传属献求惠论府上 流血树里 河南好曰屠博 延年宿清皇霸为人 即彼郡为首 包赏返在己前 心内不服 河南界中又有蝗虫 府长翼出行皇 还见延年 延年曰 此皇起凤凰时夜 一年老颇备素未延年 恐见终伤 延年本常语意 俱为丞相时 时亲后之 愧未之甚厚 亦欲意孔 自逝得死卦 忽忽不乐 取告至长安 尚书言延年罪名时事 以拜奏 因引药自杀 以名不期 世下御史城暗宴 得其语言愿望 诽谤政治述事 十一月 延年做不到 弃事 初 延年母从东海来 欲从延年辣 到洛阳 事件报求 母大惊 十指都庭 不肯入府 延年初至都庭夜母 母必隔不见 延年免官顿首阁下 良久 母乃见之 因蜀则延年 性得被俊首 专至千里 不闻仁爱教化 尤以全安于民 故常刑罚 多刑杀人 欲以立威 其为民父母亦灾 延年灾 延年 延年拂罪 重遁首谢 因为母欲归辐赦 母必正辣 为延年曰 天道神明 人不可独杀 我不亦当老 见状子 北行路也 行已 去辱东归 扫除墓地儿 岁去归郡 见昆帝宗人 赴未言之 厚岁于果拜 东海莫不贤至其母 匈奴握眼瞿堤禅于暴虐 好杀罚 国中不负 及太子左贤王 朔禅左地贵人 左地贵人皆怨 会乌还及匈奴东边孤西王 颇得人民 禅于怒 孤西王孔 及与乌禅目及左地贵人 共立姬侯山为呼寒野禅于 发左地兵四五万人 西姬卧眼居堤禅于 至孤居水北 未战 卧眼居堤禅于兵败走 使人抱其地又贤王曰 匈奴共公我 若肯发兵助我呼 又贤王曰 若不爱人 杀昆帝诸贵人 各自死若处 无来污我 我眼居堤禅于会自杀 左大居取都隆其王之又贤王所 其民尽详呼寒野禅于 呼寒野禅于归庭 数月罢兵 使各归故地 乃收其凶 呼吐无私在民间者 立为左陆离王 使人告又贤贵人 预令杀又贤王 其东 都隆其与幼贤王 共立日竹王博须堂 为图其禅于 发兵数万人东西呼寒野禅于 呼寒野禅于 兵败走 图其禅于还 以其长子都徒无息为左陆离王 少子孤茂楼头为右陆离王 留居禅于亭 五奉元年 春正月 上姓甘全 交太制 皇太子冠 秋七月 匈奴图其禅于 使先贤禅兄 又傲贤王 与乌吉都尉各二万计屯东方 以备呼寒野禅于 事实 西方呼阶王来与为黎当户谋 共禅又贤王 言欲自立为禅于 图其禅于 杀幼贤王父子 后知其冤 复杀为黎当户 于是呼阶王孔 遂叛去 自立为呼阶禅于 又傲贤王闻之 即自立为车离禅于 乌吉都尉 亦自立为乌吉禅于 樊五禅于 图其禅于自降兵东基车离禅于 使都隆其及乌吉 乌吉车离接拜西北走 与呼阶禅于兵合为四万人 乌吉呼阶接去禅于号 共并立尊府车离禅于 图其禅于闻之 使左大将都尉将四万计分屯东方 以备呼寒爷禅于 自降四万计西击车离禅于 车离禅于拜西北走 图其禅于即引兵西南流踏端地 汉议者多曰 汉议者多曰 匈奴为害日久 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 赵问玉使大夫消忘之 对曰 春秋 禁世盖帅师亲旗 闻其侯族引师而还 君子大齐不乏丧 以为恩足以福孝子 亦足以动诸侯 前禅于目化向善昌帝 前使请求和亲 海内欣然 以敌莫不闻 魏中奉约 不幸为贼臣所杀 今而法治是成乱而性灾也 比必奔走远顿 不以异动兵 恐劳而无功 以遣识者调问 付其微弱 就其灾患 似一闻之 贤贵中国之仁义 如遂蒙恩得付其位 必称臣服从 此得之圣也 尚从其义 冬 十又二月已有朔 日有时之 寒颜寿代肖旺之为左平义 旺之文颜寿在东郡时放散官前千余万 是欲使暗之 颜寿文之 即不立暗教旺之在平义时领兮官前放散百余万 旺之自奏 旺之在总领天下 文士不敢不问 而为颜寿所居持 尚由事不值颜寿 各令穷敬所考 旺之足无事实 而旺之浅欲使暗东郡者 得其世纪是日奢鉴于智 又取官同物 后月时铸刀剑 效尚方式 及取官前 思甲咬使利 及至士车甲三百万以上 颜寿静坐狡猾不到 弃士 立民数千人送至魏城 老小扶持车骨 征奏久制 颜寿不忍俱逆 人人为饮 即饮酒淡于 使院使分谢颂者 远苦立民 颜寿思无所恨 百姓莫不流涕 二年春正月 上姓甘权交太制 车继将军韩增轰 五月将军许颜寿为大司马 车继大将军 丞相秉吉年老上众之 消忘之异常清吉 尚犹是不悦 丞相司职走忘之 以丞相礼节俱慢 又使力买卖 思索负义凡十万三千 请代补细致 秋八月人五 照左谦忘之为太子太父 以太子太父皇霸为一使大夫 匈奥忽寒爷缠鱼 遣其帝又陆离王等 西袭图其缠鱼屯兵 杀掠万余人 图其缠鱼文之 即自降六万计 即忽寒爷缠鱼 图其缠鱼兵败自杀 都隆其乃于图氏少子 又陆离王孤茂楼头 王归汉 车离缠鱼 东降忽寒爷缠鱼 冬十一月 忽寒爷缠鱼左大将乌立区 与父忽宿磊乌立温敦 接见匈奴乱 率其众数万人降汉 封乌立区为新城侯 乌立温敦为一阳侯 事实 李灵子父立乌籍都位为禅鱼 忽寒爷禅鱼不展之 遂父都禅鱼亭 然众才数万人 徒其禅鱼从地修寻王 自立为润阵禅鱼 在西边 忽寒爷禅鱼兄 左行王忽图无私 亦自立为智之古都侯禅鱼 在东边 光禄勋平通侯阳运 连结无私 然伐其行能 又性克害 好发人阴福 由事多愿于朝廷 与太仆代常乐相施 人有上书告常乐罪 常乐一运叫人告之 亦上书告运罪曰 运上书送寒言寿 郎中秋常未运约 闻君侯宋寒平义 当得活乎 运约 是何容易 静静者未必权也 我不能自保 我不能自保 真人所谓 蜀不容学 贤俱数者也 又欲常乐曰 正月以来天音不语 此春秋所记下侯君所言 世下廷位 廷位定国奏运愿望 为妖恶言大逆不道 尚不忍家诸 有诏皆免运常乐为庶人 三年春正月鬼卯 伯阳定侯秉吉轰 班故赞曰 古之志明必由向类 远取诸物尽取诸身 故精卫均为元首 臣为古功 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 是故君臣相配 古今常道 自然之事也 静观汉象高祖开机 萧曹为贯 孝宣忠兴 秉位有声 适时处置有序 种植修理 公卿多称其位 海内兴于礼让 揽其行事 其虚忽哉 二月仁臣 黄霸为丞相 霸才长于致民 即为丞相 功名损于致郡 使经兆尹张厂舍何阙 非吉丞相府 霸已为神阙 亦欲已闻 场奏霸曰 窃见丞相 请与中二千诞博士 杂问郡国上级长力守成 为民兴力除害 成大话挑其对 由耕者让判 男女异路 道不时宜 即举孝子真父者为一辈 先上殿 举而不知其人数者赐之 不为调教者在后 叩头谢丞相 口虽不言 口虽不言 而心欲其为之也 掌石守成对时 尘场设有何阙 非至丞相府屋上 丞相已下见者数百人 边立多知何阙者 问之皆阳不知 丞相图意上奏曰 臣问上级长时守成以 兴话条 皇天报下神诀 后知从尘场设来乃指 郡国立妾孝丞相人后有制掠 微信奇怪也 尘场非敢毁丞相也 成孔群臣莫白 而掌石守成为丞相指 归舍法令各为私教 勿相增加 交纯散谱 并行伪貌 有名无实 清摇懈怠 甚者为妖 甲令经师先行让判一路 道不时宜 其时无以连贪真吟之行 而以伪先天下 故未可也 即诸侯先行之 为生至于京师 非细事也 汉家成必通便 造起律令 所以劝善尽监 调贯祥辈 不可复加 以令贵臣名赤掌使守成 归告二千代 举三老孝替利田 孝莲联利 勿得其人 郡氏皆以法令为简释 无得善为调教 敢邪诈为以干明欲者 必先受禄 以正名好恶 有 天子加纳常言 赵上纪利 使世中临斥 如常旨意 罢甚残 有 勒灵侯史高 以外属救恩世中 贵重 罢见高可太位 天子史上书赵问罢 太位官罢久矣 福宣明教化通达幽隐 使欲无冤行 亦无盗贼 君之职也 将相之官 赵之任焉 世中勒灵侯高 唯卧尽臣 朕之所自侵 君和月职而举之 尚书令受丞相对 罢免官谢罪 数日乃绝 自事后不敢负有所请 然自汉兴 言至民利 以罢为首 三月 尚兴河东 辞后土 捡天下口前 涉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新游 以西河太守杜延年 为御史大夫 至西河北地属国 以处匈奴降者 广陵立王须 使屋李女须 驻祝祖上求为天子 是绝 要杀乌及工人二十余人 以绝口 公卿请诸须 四年春 须自杀 匈奴禅于称臣 浅帝右路黎王入世 以边塞无寇 简树族十二 大司农忠诚耿受昌奏言 岁硕丰 古剑 农人少利 故事 岁曹关东谷四百万湖 以己京师 用足六万人 以敌三府 洪农 河东 从上党太原郡谷 足弓京师 可以省关东草族过半 尚从其记 寿昌又白 令边郡皆筑仓 以古剑增其架而敌 古贵时减架而跳 名曰长平仓 民辩之 尚乃下诏赐受猖獗 官内侯 下四月新丑朔 日有十之 洋运既失爵位 家居制产业 以财字余 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惠宗 与运输 见戒之 魏言大臣废退当河门皇聚为可怜之意 不当至产业通宾客有称谕 运宰相子有才能 邵显朝廷 一朝以暗昧语言见废 内怀不服 宝慧宗书曰 妾自思念 过矣大矣行矣亏矣 常为农夫矣莫是矣 事故身帅妻子 努力耕丧 不亦当妇用此为姬意也 福人情所不能职者 圣人福尽 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 有时而记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 天家作苦 碎食福辣 烹羊袍高 斗酒自烙 酒后耳热 仰天福否而呼呜呜 其诗曰 填比南山无惠不至 终亦请斗落而为姬 人生行乐耳 许富贵何时 成荒淫无度不至其不可也 有运兄子安平侯谈未运曰 侯最薄又有功且复用 运曰 有功何意 县官不足为尽力 谈曰 县官时然 盖思历寒平义 解尽历历也 据作侍诸 会有日时之变 邹马为左成上书告 运焦奢不悔过 日时之旧此人所致 张下廷位 暗宴 得所与会宗书 递见而悟之 廷位当运大逆无道 腰斩 妻子喜酒全郡 谈坐免为庶人 朱在位与怨后善者 魏央魏魏为玄成 及孙慧宗等皆免官 陈光曰 以孝宣之名 魏相秉级为丞相 于定国为庭位 而照葛寒阳之死 皆不厌众心 其为善政之磊大义 周观思寇之法 有亦贤亦能 若广汉严寿之之民 可不畏能乎 宽扰孕之刚直 可不畏贤乎 然则虽有死罪 游将幼之 况罪不足以死乎 杨子以寒平一之 素肖为臣之自施 福所以使严寿犯上者 望之积之也 上之不察 而严寿独蒙其孤 不亦甚哉 匈奴润阵蝉鱼 率其重 东击智之蝉鱼 智之羽战 杀之 并其兵 遂进宫呼寒爷 呼寒爷兵败走 智之都蝉鱼亭 甘露元年 春正月 行性甘泉 交太智 阳运之诸也 公卿奏经兆隐章场 运之党友 不宜处位 上西场财 独启其奏 不下 常使愿 逆顺有所暗验 顺思归其家曰 五日经诏耳 安能复暗事 常文顺语 即不立收顺细欲 昼夜验至 竟置其死事 顺当初死 常使主部 持教告顺曰 五日经诏竟何如 冬月已尽 言命呼 乃气顺事 惠立春 行冤狱使者出 顺家在师 并编场教 自言使者 使者奏场贼杀不孤 尚玉令场得自便 即先下场前座阳运奏 免为庶人 场一雀尚印寿 便从雀下亡命 数月 经诗立民谢迟 俘古朔起 而冀州部中有大贼 天子思厂公孝 使使者及家在所照厂 厂身被重合 即使者制 妻子家世接器 而厂读孝曰 吾身亡命为民 俊立当救补 兼使者来 此天子欲用我也 庄随使者 以公车上书曰 陈前姓得被位列青 戴罪经诏 作杀怨逆顺 顺本尘场素所厚利 朔蒙恩代 以臣有张合当免 授记考试 便归卧家 为臣五日经诏 被恩妄议 商伯俗化 臣妾已顺无状 王法已诛之 臣场贼杀不孤 居欲固不值 虽服名法 死无所恨 天子引荐厂 拜为冀州刺士 厂盗布 盗贼禀 皇太子柔仁浩如 见尚所用多文法力 以行省下 常誓焰从容颜 陛下持行太身 一用儒生 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正乎 且俗如不达时宜 好事故非今 使人炫于明时 不知所守 何足为任 乃探曰 乱我家者太子也 陈光语 王霸无意道 西三代之龙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则为之王 天子微弱不能至诸侯 诸侯有能帅其与国 同讨不停以尊王事者 则为之罢 其所以行之也 皆本人祖义 任贤使能 赏善罚恶 禁报诸乱 故名位有尊卑 德则有身浅 工业有巨系 政令有广瑕尔 非若白黑干苦之相反也 汉之所以不能赴三代之智者 由人主之不为 匪新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 福如有君子有小人 彼俗儒者 成不足语为智也 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 既谢高尧博弈 依隐周公孔子 皆大儒也 使汉得而用之 公列其若是而止也 孝宣为太子诺而不利 暗于智体 避乱我家则可以 乃于王道不可行 儒者不可用 岂不过哉 非所以迅是子孙 垂法将来者也 淮阳县王好法律 聪达有才 王母张杰瑜有姓 尚游是书太子而爱淮阳县王 朔接探县王曰 真我子也 常有意欲立县王 然用太子起于威系 上哨依已许事 即即位而许后已杀死 故服人也 久之 上拜为玄城 为怀仰中位 以玄城常让绝于兄 欲已敢欲献王 游是太子遂安 匈奴 匈奴呼喊爷禅于之拜也 作医治之王 为呼喊爷祭 劝令昌臣入朝示汉 从汉求助 如此匈奴乃定 呼喊爷问诸大臣 皆言 不可 匈奴之俗 本上弃力而下福役 以马上战斗为国 故有威名于百门 战死壮士所有也 谨兄弟征国 不在凶则在帝 虽死有有威名 子孙常掌诸国 汉虽强 由不能兼并匈奴 乃何乱仙谷之志 尘世于汉 卑辱仙禅于 为诸国所孝 虽如事而安 何以父长百门 作医治资语 不然强若有识 今汉方圣 乌孙成郭诸国 皆为臣妾 自居堤侯禅于以来 匈奴日靴 不能取父 虽倔强于此 未长一日安也 今是汉则安存 不是则威王 既何以过此 朱大人相难久之 呼喊爷从其记 隐仲难尽赛 前子又贤王 朱楼渠堂入世 智之禅于 亦前子又大将 居于利寿入世 二月丁寺 乐成静侯许颜寿轰 下四月 黄龙献新丰 秉申 太上皇妙伙 甲臣孝文妙伙 赏素福五日 乌孙狂王 父上楚主谢忧 生亦难痴迷 不予主和 有报恶施重 汉使魏司马 为何意 富豪仁昌至乌孙 公主言 狂王为乌孙所患苦 亦诸也 遂谋至久 始事拔剑击之 剑庞下 狂王商 上马持去 其子戏臣寿 惠兵为何意昌 及公主于赤谷城 数月 都护正吉 发诸国兵救之 乃解去 汉遣中郎将张尊 持医药治狂王 赐金箔 因收何意昌戏所 从未离建车至长安 展之 初 肥王翁归弥虎父子乌旧徒 狂王商使 京 与朱陵侯聚去 居北山中 扬言母家匈奴兵来 故众归之 厚岁袭杀狂王 自立为昆迷 誓岁 汉遣破枪将军新武贤 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 通渠击谷欲以讨之 初 除 除主侍者冯辽 能使书 席事 常持汉杰为公主使 成郭诸国 敬信之 浩曰冯夫人 为乌孙幼大将期 以乌旧 乌旧徒相爱 都护正吉 使冯夫人睡乌旧徒 以汉兵方出 必见灭 不如祥 乌旧徒孔 曰 愿得小好以自处 帝征冯夫人 自问状 遣业者逐次 七门干颜寿为父 送冯夫人 冯夫人紧车迟劫 照乌旧徒 以长罗侯赤古城 立原桂迷为大昆迷 乌旧徒为小昆迷 接次应寿 破枪将军不出塞 还 后乌旧徒不尽归陵侯人众 汉父浅长罗侯将三孝屯赤古 因为分别人民帝界 大昆迷护六万余 小昆迷护四万余 然众心皆赴小昆迷 二年春正月 立皇子肖为定陶王 赵摄天下 兼民算三十 朱崖峻返 下四月 遣护军都尉张禄降兵积之 杜延年已老病免 五月吉丑 庭位余定国为御史大夫 休 秋七月 为皇子羽为东平王 冬十二月 上行姓赴扬宫 主遇冠 适穗 迎平撞五侯照充国轰 先是 冲国已老起骸骨 赐鞍车四马黄金罢旧地 朝廷没有肆宜大义 常预参兵谋 问愁策焉 匈奴呼喊野蝉于款五元赛 愿奉国珍 朝三年征月 赵有司意其仪 丞相遇史曰 圣王之智 先经诗而后诸夏 先诸夏而后遗迪 匈奴禅于朝贺 其礼仪已如诸侯王 谓赐在下 太子太父肖望之以为 禅于非征朔所加 故称敌国 以代以不臣之礼 谓在诸侯王上 外遗其手称帆 中国让而不臣 此则积迷之意 遗其千亨之福也 书曰 容敌荒福 言其来福 荒乎无常 如使匈奴后嗣 足有鸟窜属福 缺于朝响 不为叛臣 万事之长策也 天子采之 天子采之 夏诏曰 匈奴禅于称北藩 朝征朔 镇之不得 不能弘腹 其以克里代之 令禅于位在诸侯王上 赞业称臣而不明 寻月论曰 春秋之意 王者无外 欲依于天下也 荣敌道里辽远 人计戒绝 故征朔不及 礼教不佳 非尊之也 其事然也 诗云 字笔 低枪 莫敢不来亡 故邀荒之君 必奉王贡 若不公职 则有辞让号令加焉 非敌国之位也 妄之欲待以不臣之礼 加之王公之上 见度失序 以乱天长 非礼也 若以全时之谊 则议论已 赵浅车记都位韩昌迎禅于 发所过七郡二千计为赈道上 三年 春正月 上行性甘泉 交太制 匈奴呼喊野禅于 来朝 赞业称藩臣而不明 赐以关带衣偿 黄金喜 利寿 玉巨剑 佩刀 弓一张 使四发 骑几时 安车一胜 安乐一具 马十五匹 黄金二十斤 钱二十万 衣备七十七席 锦绣 启湖 杂博八千匹 序六千斤 礼毕 使使者导禅于 先行速长平 上字甘泉 速持阳功 上登长平板 照禅于无业 其左右当户皆得列官 几读满意君长 王侯数万 贤盈于卫桥下 家道阵 上登卫桥 贤称万岁 禅于旧地长安 至久建章宫 享赐禅于 官以珍宝 二月 遣禅于归国 禅于自请 愿刘居慕南 光禄在下 有吉 宝汉寿祥成 汉遣常乐卫卫 高昌侯董忠 车继都卫 韩昌 将继万六千 又发边郡市马已签署 送禅于出朔方 击路赛 赵忠等刘未禅于 驻诸不服 又转兵谷米贝 前后三万四千胡 几善其时 先是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进匈奴者 皆为匈奴而清汉 即忽汉爷朝汉后 贤尊汉矣 尚以荣迪宾斌斐 思古宫之美 乃画图其人于麒麟格 发其容貌 属其官爵姓名 为霍光不明 曰 大司马大将军 伯禄侯姓霍氏 其次 张安氏 韩增 赵冲国 为相 为相 秉吉 杜延年 刘德 梁秋贺 肖旺之 苏武 凡十一人 皆有功德 知名当事 事以表而扬之 名著 名著 中兴辅所 列于 方书少虎 仲山辅音 凤凰及新菜 三月及四 建成安侯皇霸轰 五月甲武 于定国为丞相 方熙平侯 太仆佩俊臣万年 为御史大夫 赵诸如讲武经同义 肖旺之等评奏其义 上亲称志临绝言 乃利梁秋义 大小夏侯尚书 古梁春秋博士 乌孙大昆米 原贵米及吃米皆病死 公主尚书言 年老吐司 远得归海谷藏汉地 天子敏而迎之 东至京师 代之亦如公主之至 后二岁足 原贵米子 兴米 代为大昆米 若 冯夫人上书 愿使乌孙 赈抚兴米 汉谴之 都护 作乌孙 大利 大穴 兼可赐以金印紫兽 以尊抚大昆米 汉许之 其后段慧宗为都护 乃招还王盼 安定之 兴米死 子瓷力米代力 皇太子所姓司马良帝病 且死 为太子曰 妾死非天命 乃朱棣妾良人 耿助祖杀我 太子以为然 即使太子悲惠发病 忽忽不乐 帝乃令皇后 则后宫家人子 可以于世太子者 得元成王正军送太子公 正军故秀一御史贺之孙女也 鉴于丙殿 宜姓有身 逝岁生成帝于甲管化堂 为适敌皇孙 帝爱之 自明于敖 自太孙 长至左右 四年 下 广川王海阳坐秦寿行 贼杀不孤废 喜房陵 东十月 魏阳公宣誓隔火 逝岁 喜定陶王肖为楚王 匈奴忽寒爷置之两蝉鱼 俱前史朝鲜 汉代忽寒爷史有家焰 黄龙元年 春正月 尚行性甘泉 交太制 匈奴忽寒爷蝉鱼来朝 二月归国 使 智之蝉鱼 以为忽寒爷冰若 降汉 不能负字还 即引其众兮 欲攻定幼帝 又突其禅于小帝 本是忽寒爷 亦王之幼帝 收两兄于兵 得数千人 自立为一立木禅于 道房智之 何战 智之杀之 并骑兵五万余人 智之文汉出兵骨 助忽寒爷 急遂留居幼帝 自夺利不能定匈奴 乃一息 晋乌孙 欲其并利 前使见小昆迷乌旧徒 乌旧徒杀其使 法八千计 迎智之 智之 决其谋 乐兵 逢击乌孙 破之 因北极乌街 尖昆 丁陵 并三国 朔浅兵 鸡乌孙 常胜之 尖迷东去禅于亭 七千里 南至车师五千里 至之 留都之 三月 有兴备于王梁 阁道 入紫威 第秦集 选大臣可主者 隐外主侍中 乐陵侯史高 太子太父萧望之 少父周勘至尽忠 拜高为大司马 车记将军 望之为前将军 光禄勋 勘为光禄大夫 接受遗诏府政 领尚书士 东 十二月甲须 帝崩于魏央宫 班固赞约 孝宣之志 欣赏必法 综合名识 正是文学 法理之事 显经其能 至于技巧 工匠 器械 自原成间 显能及之 以足以之 力衬其职 民安其夜夜 遭之匈奴乖乱 推王顾存 身微北夷 缠于木翼 起手称帆 功光祖宗 夜垂厚寺 可谓忠兴 谋得殷宗周宣以 鬼四 太子及皇帝位 夜高庙 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 皇太后 明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